她是爽文里的大反派 三位师妹和美女世尊都是她的后宫家里 每天都会去偷看师妹洗澡 兢兢夜夜旅行反派职责 但很遗憾的是男主不是她 而是一个名叫夜城的天选之子 可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她有一个系统 只要还原反派凌霄的人设 走完剧情任务就可飞声成仙 于是她没事便会调戏一下师妹 什么检查师妹身体 和师妹交流技术如何 偷美女世尊丝袜 但本因恨她入骨的师妹一夜之间 今日却全部出动 暴打天选之子 守护我们最好的大师兄 为什么我的师妹全都一夜变成了病骄 不仅不对反派大师兄憎恨 反而主动前来贴贴 就连美女世尊都想要攻略我 直到二师妹喝醉说漏了嘴 我善良的大师兄 这些年你演得很辛苦吧 没想到这些年小丑竟一直是自己 而我们的灵霄不知又在做什么坏事 今日便是天选之子 拜世青蓝仙宗的高光时刻 时老 这机缘真的就在那青蓝仙宗吗 这是夜城戒指中的时老发话 你最重要的机缘就在那山上 不认就是青蓝仙宗的收徒大帝 届时你就会知晓 就在此时夜城的灵宠 突然看到上空有灵兽暴走 而我们的小师妹陆英英 正在后面急忙追赶灵宠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喝了水就暴走呢 下一秒她便被灵霄给哭倒 只见灵霄一脸猥琐地看着陆英英 小师妹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灵霄搞的不 现在这深深夜灵就只有我和师妹 让师兄好好疼爱疼爱你吧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放开那个女孩 原来是主角夜城登场 只见她见指灵霄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按下独手凌辱龙门师妹 简直下流无耻到了极点 灵霄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搅 一脸生气 你特喵得算哪根葱 老子可是青蓝仙宗大弟子 你是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我叫夜城 灵霄文言一惊 这不就是人家一直苦等两年半的主角吗 随后她便出言挑衅起了夜城 一个满门抄斩 被女皇通缉的丧家之曲 要来青蓝仙宗寻求庇护了吗 赶紧给爷爷跪下舔脚 说不定还能放你一马 勉强收你做个外门扫地弟子 如此挑衅的话也成功激怒夜城 没错这就是灵霄想要的 接下来只要按照剧情的发展 当主角夜城刺伤了我 四师妹将会看穿大师兄的真面目 并且爱上夜城 只要在夜城拜入山门后处处找她麻烦 一次又一次被她打脸 最后绝望自杀 就可以飞身成仙了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可下一秒天选之子 竟被师妹一脚踹飞 灵霄一脸猛逼 这什么情况啊 只见陆音音一脸娇羞 搂着灵霄的胳膊 大师兄你没事吧 都怪那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丑八怪 坏了我们的好事 刚才我们进行到哪里了 人家还想继续 灵霄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师妹的人设怎么崩了 随后陆音音便要提剑打了男主 男主的后宫竟要杀男主了 剧情争套哩 好在叶晨的灵兽救了他一命 这时师老感觉到了大势不妙 因为本是叶晨的机缘 似乎发生了改变 而我们的四师妹 又将魔掌伸向了他的大师兄 吓得灵霄撒腿就跑 留下喃喃自语的陆音音 小喵失控 被大师兄扑倒 还有那个叶晨 看来那个记忆都是真的 眼前的这个男人 可以说是把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 不仅坐拥三位师妹 每天进行交流技术如何 更是连他师尊的丝袜都不放股 只因他觉醒了闲鱼反派系统 只需每日兢兢夜夜扮演反派人设 走到结局便能飞升成仙 可令林霄没想到的是 他最近老会梦到死在师妹的手中 明明自己的死法 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只需静等男主叶晨拜师青蓝仙踪 然后自己专注干坏事 挑衅陷害男主 被一次又一次打脸后 最后身败名裂 自杀身亡 就可以飞升成仙 返回自己的世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师妹 竟不按套路出牌 一脚踢飞天选之子 将剧情全毁了 就在此时林霄的小狗腿 怀真 端着洗脸盆来了 经过怀真的舒适打扮 大师兄今天也是一样的英俊 只可惜了这张脸 怎么就是个炮灰反派的命呢 一想到是尊注的山峰针够远 就头疼了起来 但这怎么难得住林霄呢 只见林霄纵身一跃 便跳进自己的懒车中 虽说垃圾系统罢了功 但剧情该走还是要走的 四师妹不知道为什么崩了人设 其他女主可千万别崩啊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林霄耳边传来 身为宗门大师兄 居然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真是丢进我们师门的脸 不思进取就算了 还花费宗门经费大次建造缆车 听到师妹们的吐槽 林霄不怒反省 还是那原来的味道 还是那熟悉的配方 连四师妹的人设也恢复了 我的师妹人设看来没有崩 随后林霄摆出一脸欠销的表情 宗门的财政都是归我管 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们要是愿意晚上来师兄房间内 屏住夜谈 说不定师兄还能多给你们 拨点修炼资源 二师妹文言直接反手给了我一记快剑 就连四师妹都嘲笑我 给我做了个鬼礼 这才是反派日常的正确打开方式 很快几人便来到师尊的闭关洞腿 师尊闭关的这三年来 宗门内务一切顺利 弟子们均已突破至先天 只有大师兄依旧停留在住基期 正如师妹所说 宗门在弟子的领导下紧紧有条 至于弟子的修炼进展吗 弟子努力做到没有退步 确实还是助基初期 随后二师妹更是将主角夜晨 要来拜师的消息告诉师尊 若是夜晨能够通过考验 拜入神鸾峰 也算补全神鸾峰无堪担大任的男子遗憾 系统也告诉林霄目前剧情进展顺利 当他再接再厉 林霄一脸开森 只要男主夜晨上山带他完成任务 飞升成仙 就可以回家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四师妹两天前居然觉醒天道记忆 在梦境中大师兄不仅被夜晨暴走 自己更是爱上了夜晨 即便大师兄让他远离那个男人 可他却在夜晨怀中不为所动 但没想到这个夜晨居然是个渣男 不仅玩弄师姐们的感情 就连宗门都因为他被灭门 他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错怪了大师兄 昨日夜晨的到来让陆英英更加确信这段记忆 不仅仅是未来的启示 更是过去的警告 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爱上这样的一个人渣呢 一直视为卑鄙小人的大师兄到底做了什么 陆英英下定决心一定要调查清楚 还大师兄一个清白 他是宗门里公认的废柴师兄 每日只知道调戏师妹 墨语百烂 但依旧深受无数同门师妹的喜爱 只因他的反派人设早已被师妹们看穿 此时的村民正在教训偷瓜妖兽 而这只妖兽正是主角夜晨的灵宠 这次多亏灵霄所赐的法宝 瓜农们才能将他抓住 我们的大师兄此刻正在瓜田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随后问到旁边的老农这瓜宝熟吗 这肯定饱熟啊 而这片瓜田也被灵霄承包了下来 此刻的他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朝着灵虫吐着西瓜子 你主人坏我好事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正巧你这个小不点落在我手上 小爷就好好陪你玩玩 你不是爱吃瓜吗 今天就让你吃个够 可就在此时夜晨突然出现 夜晨看见自己的小雕被如此凄凌一脸气愤 老蒙健来人正是妖兽的主人 连忙让他赔瓜田的钱 可没想到主角夜晨居然是个嚣张跋扈之徒 侮辱他们这群凡人不配碰自己的凌处 凌霄见状竟还敢有人在他面前装十三 一个家破人亡的王国世子 有什么资格在小爷面前大小生 你若还想败入青岚先宗得到宗门庇护 就乖乖赔钱下跪道歉 夜晨怒了 身为天选之子的他竟被凌霄三番五次贬低嘲讽 直接拔剑对着凌霄劈去 一阵轰隆声过后 当烟雾散去 只见凌霄撒腿就跑 并放下狠话 叫他走个瞧 还没反应过来的夜晨一脸猛逼 这就完事了 反观被揍的凌霄一脸开森 他没想到进行的尽如此顺利 距离炮灰领便当又进了一步 只是说好的走完结局直接获得最终奖励 怎么在过程中就发放了奖励 夜晨这边 实老则怪他做事太过冲动 如今得罪凌霄明日拜山考验 怕是会被处处针对 但夜晨此人自认不凡 即便沦落民间 也绝不受这些人的羞辱 这是刚才那名老农看夜晨实力不凡 连忙上前求原谅 可却被一掌鸡飞 我夜晨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是最痛恨别人伤害我的朋友亲缘 吓得村民们连忙跪地求饶 随后又假惺惺地解释自己一生形势恩怨分明 从不滥杀无辜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似师妹 看得清清楚楚 好一个双标的狗男人 只需你的灵宠祸害别人的粮食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想到这里还是他的大师兄好 刚想去看看那老农的状况 却发现自己的大师兄早已到来 更是送上疗伤丹药当作陪礼 这一刻鹿鹰鹰是越来越看不懂他的大师兄了 他发誓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夜晨拜入青蓝仙宗 一个是每日只会喝茶吃瓜的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今日男主夜晨终于拜世青蓝仙宗 大师兄本打算被地里助其一臂之力让其荣获第一 不料男主夜晨实在投体 一步之遥的第一名就这么被自己玩脱了 并奉劝他们若是连这么简单的考验都做不到 不如趁早打到回府 这世人群中的夜晨一脸装13的表示赞同 若是连第一道考验都心生恐惧 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众人虽不满夜晨所说 但爱于他的身份天赋也只好作罢 夜晨这时来到二师妹郭友荣面前 在下夜晨 久养郭师姐大名 看着郭友荣的爵士容颜 夜晨不由心动 施老说的果然没错 青蓝仙宗果然是自己的机缘之地 随后便开始寒暄起来 听闻郭师姐在剑术方面造诣很深 在下有些修炼上的小问题可否指点一二 林霄见状一脸不爽 你可以送我归西 但绝不能染指我的师妹 夜晨解释自己只是对郭师姐一见如故 想和她交流见记罢了 林霄可不惯着她 一个没入门的散修 居然还有脸向我家师妹交流见记 而夜晨则嘲讽林霄秀为低微 一看就是用了卑鄙手段败入宗门 怀真则表示大师兄只是隐藏了实力 大师兄可是登仙梯的最高记录保持者 虽然这最高记录的由来是个美丽的误会 但今天这十三他是装到的 夜晨则完全不相信面前这个废材 竟是记录保持者 并扬言不管林霄之前用了什么手段 自己今日定要破了他的记录 狠狠打他的脸 随后波友荣开始介绍起试炼规则 挑战者不允许使用武器 法宝 需凭借自身灵力登梯 达到金色阶梯前100者可获得参加收徒大顶资格 或者可继续挑战最高记录 如果作弊取消其资格 很快考验便开始了 众人也是一拥而上 有些实力不计者在青色阶梯上都寸步难行 可夜晨这家伙真不愧是天选之子 这点灵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是必要将林霄的名字踏平 让郭友荣倾心于他 按照剧情发展 反派林霄应嫉妒夜晨才能 故意给他使绊子 然而身为气韵之子的夜晨 靠着自身过硬的实力 不仅破了林霄的记录 还在石碑上留下自己的手印 眼看时机已到 林霄直接出手 夜晨也察觉到了不妙 一个闪身躲过了偷袭 就是可怜那即将完成青色阶梯的弟子 虽然夜晨很是不爽 但也拿林霄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郭友荣警告林霄让他不要再搞小动作 不然让他好看 林霄表面上答应 但接下来才是最后一次 因为第二次丢出的石头 将会被夜晨反弹回来击中他的脸 而郭友荣再也无法容忍直接将他告发 此刻的夜晨一脸得意 林霄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 大喊天上有个美女在他上面飞 当夜晨抬头看去 林霄再次出手 不料这种小把戏早就被夜晨看穿 可就当林霄满脸期待他的反击 令他没想到的是 夜晨这家伙竟为了接住石块彩空坠崖了 林霄满了 这怎么和剧本里说的不一样啊 而隐藏在人群中的陆英英 也一直都在注视着这一切 明明是宗门里公认的反派师兄 如今却深受师妹们的喜爱 反而天选至子爽闻里的男主 却遭到了大家的鄙视 只因我们的主角酷爱给自己加息 才以至于被二师妹出手教训 为何夜晨会掉下灯仙梯 其实这一切都是陆英英做的手脚 早就知道接下来剧本的他 提前一天就在灯云梯放置了变色龙 为的就是在大师兄最后一次出手时 趁夜晨不被偷偷下手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毕竟是天选之子又有气韵加深 怎么可能会止步在这里 只见不要脸的夜晨近赚人彩背 又开始一路高歌猛进 参赛弟子纷纷不服 他这是违规作弊 夜晨则表示 自己又没动用武器法宝 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灵力走到这里的 三个字 不要领 波友荣也判定其没有违规 这也更加令夜晨肆无忌惮起来 人不为己天诛地命 拜山名额有限 与其挑别人的刺 不如担心担心自己 而夜晨也成为第一个登上金色阶梯的人 众人见状开始在登仙梯上扭打起来 争夺前一百的名额 不愧是男主龙奥天 就是这么狂 弱肉强食这一套被他玩得明明白白 怀珍小老弟对夜晨这种卑鄙无耻之徒痛恨不已 灵霄则为其开拖起来 登仙梯的正法没有将他排斥出去 就说明他没有违规 虽然不成有点曲折 但夜晨通过试炼的结果不变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他打破自己记录的高光时刻 如今场面混乱录音音的竹节已无法追上 难道真的无法阻止夜晨这个卑鄙小人了吗 此刻的夜晨一路扶摇直上 而他也终于看到灵霄的名字 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灵霄我要把你的名字狠狠地踩在脚下 此刻怀真一脸生无可恋 他不敢相信大师兄的最高记录就这么被破了 灵霄则长叹了口气 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 成功打破记录的夜晨一脸装十三 可还没等他享受完自己的高光时刻 竟被石块狠狠地击中 此刻的录音音一脸猛逼 人家还没动手呢呀 灵霄则四处寻找起来 又特喵的是哪个小可爱蛋的 令他没想到的是 对夜晨出手之人竟然是二师妹郭友荣 他是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二师妹这种小野猫都能被他搞定 反观堂堂爽文主角天选之子竟被当众羞辱 为什么二师妹郭友荣突然出手偷袭夜晨呢 只因他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看到宗门因夜晨而覆灭 果然像夜晨这种无视纪律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该踏入青蓝仙宗 你说对不对啊 大师兄 灵霄麻了 按道理来说二师妹不是应该帮夜晨的吗 此刻的郭友荣也更加确定 他觉醒的那段天道记忆是真的 所以他现在绝对不会让夜晨入宗的 而夜晨这边还在苦苦坚持 为了不掉下灯先踢 又想搞小动作 不料竟被人发现一脚将他踹飞 还想再来 真拿人家当傻子了呀 夜晨内心十分不甘 难道自己这次真的要在这里栽根头了吗 自己大仇还未得报 机缘还没拿到 明明我才是气韵之子 我的人生不甘是这样的 而就在此时他竟挑服在了空中 原来是师老暗中出手 但这种能力也只剩下最后一次 师老也是十分猛力 夜晨可是气韵之子 没想到今日竟会如此悲惨 如今的夜晨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他让师老再次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无奈的师老也只能被迫答应 郭友荣眼看情况不妙 打算再次出手偷袭夜晨 但被灵霄发向了端倪 这架势是想要干嘛呀 万一主角夜晨失败了 那后面的剧情还怎么搞 夜晨必须通过考验 不管发生什么 小爷都要出手阻止悲剧的发生 想都没想就抱上去 这下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要说小爷看上你吗 做小爷的女人吧 这时灵霄轻轻在郭友荣耳边说道 住手吧 师妹 大家都在看嘛 人家都在努力考试 他们却撒起了狗粮 真是杀人猪心啊 郭友荣也是小脸通红 下一秒便给灵霄来的一记过肩衰 即便是被摔在地上 我们的灵霄依旧还是那么温柔 郭师妹 这种事情交给师兄来做就行了 这一刻郭友荣已经完全沦陷 难道师兄是怕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 为了守护人家的名声才这么做的吗 而就在这时靠着师老帮助的夜晨 一路高跟猛进 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可惜帅不过三秒 郭友荣看着这一幕 果然如同天道记忆里说的那样 夜晨成功竞技还打破了大师兄的记录 看来对付夜晨确实没那么容易 灵霄这边则是一脸开森 真不愧是主角 虽然过程有些狼狈 但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希望收徒大点一切顺利 别再出什么妖蛾子了 可就在此时 狼狈不堪的夜晨 竟对灵霄撂下狠话 灵霄 今日我受到的侮辱 他日必定万倍奉还 他是将主角狠狠踩在脚下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之前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 现在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 只因觉醒天道记忆的师妹 才发现大师兄是那么的可爱 此刻青蓝仙宗大殿内 郭友荣正在通过传音预牌 禀报此次登仙T考验的情况 此次登仙T考验共计356人 通过者100 此外还有一百余人身受重伤 五十余人在打斗过程中违规淘汰 掌门和众位长老有些不紧 为何今年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和违规呢 于是郭友荣便将此次事件的始作勇者叶晨说了出来 并吐槽叶晨好斗自负 心术不正 虽然通过了考验 但却不配做青蓝宗弟子 并提议将其淘汰 随后众长老便讨论起叶晨的拒留 但宗主认为叶晨不仅是第一个通过考验 而且还是打破了通关纪录 这种添交淘汰实在可惜 况且修仙之路本就少不了竞争 有竞争才能刺激进步 这个叶晨 就让他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吧 是否有真才实料明天即可知晓 众长老深知此次宗门收徒大典 将是宗门的一次巨大转机 所以也是尤为重视 郭友荣此刻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转机自然指的就是叶晨 但叶晨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火 另一边我们的灵霄正在练单房 一脸装十三的训斥师妹们 让他们都提起精神炼单 学海无牙 单到无营 无被自当上下求索 方可学亏天人 可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他因还原人设成功 触发暴击奖励 将他的炼单技能品级提升到了无品 要知道即使是叶晨这个主角 刷完一个大地图后才达到无品单到 自己现在就日常装了个逼 就从入门达到了无品单计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这个渣渣反派好像揣掉叶晨自己当男主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但灵霄现在只想走完剧情飞升成仙 这男主谁爱当谁当 而灵霄接下来就要去偷走单样 好为明天比武大会的打脸剧情做准备 接下来就是等待二师妹来揭发他偷毒药的剧情了 果然过师妹他来了 师妹啊 你知道每当师兄见到你都会想起一句谚语吗 那就是海奈百川 有容乃大 说完 灵霄便一脸期待二师妹快来骂他 可没想到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今天进一百常态 大师兄 你真是这样觉得的吗 那小容与其他两位师妹比不合了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不对劲啊 绝对不能让剧情再这样偏离下去 随后便对着二师妹一顿恐吓 并将自己今日来偷偷取丹药的事情泄露给了他 至于是什么丹药具体干什么用 让他别管 但令灵霄没想到的是郭友荣不仅知道他要偷的丹药是什么 更是早就将丹药给他备好了 拿到弃绝丹的灵霄临走时还不忘提示二师妹 自己要拿着没丹药对付一个他讨厌的人 就差直接将叶臣的名字告诉人家了 自己这么反常的举动 二师妹总该怀疑自己了吧 殊不知郭友荣内心无比激动 大师兄也太可爱了吧 以前人家怎么就没发现了 多亏了天道记忆 让我知道大师兄的真面目 放心吧大师兄 这没弃绝丹 人家已经为你动过手脚了 这次绝对不会失败的 一个是宗门中公认的废才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新进主角爽文里的气韵之子 可如今本应是人人喊打的反派师兄 反而成为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对象 反观堂堂天选质子爽文男主 却遭到了师尊和师妹们的无情打击 只因大家都觉醒了天道记忆 今日就连师尊萧红灵都剧透起了剧本 新兰先宗有五座主峰 分别名为凤鸣 神鸾 赤云 银荡 龙首 每一座主峰各有一名手座坐镇传道 而神鸾峰的手座正是被东宇称为第一美人的萧红灵 萧红灵性格豪放洒脱 势久如命 而且还极度自恋 对宗门之士不闻不问 对外人霸道刚烈 但对坐下清传弟子却极为用心不短 就算我们的灵萧是个整日不学无数调戏妹子的废材 也不曾将她赶下山去 直到灵萧趁着师尊闭关修炼 色胆包天脱走了萧红灵的白色丝袜 第二天与叶辰干架之时 被叶辰的灵宠叼了出来 这也令萧红灵在拳宗丢尽了颜面 从此之后 萧红灵在夜晨的一次次打脸灵萧的剧情中 彻底对灵萧失望 最后更是亲手斩去灵萧的灵根 使其沦为凡人 就连灵萧本人都不由捕草起剧中的他真够变态 连养于自己长大的师尊的丝袜都想偷 但他今日好像就是来偷丝袜的吧 眼看四下无人的灵萧悄悄地推开了师尊的屋门 而映入眼帘的便是师尊的贴身衣物散落一地 师尊递关钱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根据剧本的走向萧红灵是在收徒大典时 才发现丝袜是被灵萧偷走了 所以灵萧为了不被发现 于是捏手捏脚地开始行动 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丝袜在哪 灵萧严重怀疑今天到底是不是偷丝袜的剧情 于是灵萧化身名侦探开始了推理 他分析师尊这个酒鬼闭关后就不能喝酒了 所以在闭关前一定喝了不少酒 出汗之后自然是要沐浴 剥掉外山之后最后自然是丝袜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丝袜就是被丢在浴池这里 拿到丝袜的灵萧一脸开森 这样距离他飞声成仙又静灵 接下来就是等待收徒大典时 被叶辰打脸的美好瞬间了 可灵萧不知道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被萧红灵看得是一清二楚 这也更将让他确定 天道记忆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记忆里萧红灵废了灵萧之后 不仅将无相剑体传给了叶辰 更是对叶辰暗生情愫 可他没想到叶辰此人 不仅是令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 还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渣男 他萧红灵不曾想自己 居然会对一个男人俯首称臣 还让出了无相剑体 自己真是可笑至极 叶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萧二 你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今萧红灵觉醒了天道记忆 他发誓绝对不会再让记忆中的悲剧重演 当天令反派大师兄和堂堂爽文男主 碰面会发生什么 面对废柴反派的当众羞辱 我们的气韵之子竟然不敢出手 而是选择灰溜溜地逃走 虽说叶辰成功完成登仙T的试炼 并打破了记录 但他这种靠着卑鄙手段 通过考验之人 自然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而他依旧是那桩十三的表情 暗只能站在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把其他人推下去的 这时我们的大师兄突然出现 当众羞辱叶辰就是个 只会装清高的卑鄙小人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去魔宗拜师呢 听到林霄如此折辱自己 叶辰一脸不爽 还说林霄才是那个真正的卑鄙小人 这时施老提醒叶辰让他冷静 毕竟这里可是林霄的地盘 林霄文言恶狠狠地看着叶辰 巴巴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指控本首席你有证据吗 而他俩发生的这一切 都被躲在不远处的郭友荣 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按照剧情 这两人在收徒大典前队上 为了将悲剧扼杀在摇篮里 郭友荣决定只要叶辰这次 有任何违规举动 他就会立刻出水 让他参加不了收徒大典 叶辰眼看情况不妙 于是话题转 说林霄是被他破了纪录 所以才恼羞成怒 一直在故意针对 可他不知道的是 林霄早有准备 他已经偷偷记录了 叶辰丢脸的全部过程 我宗建东上千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 以这样的姿态登梯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这刘影时就送你 拿着当传家宝吧 此刻的叶辰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身为天选之子 当时的爵士天骄 今日竟被一个废柴当众羞辱 真是可恶至极啊 虽说郭友荣很想出手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就在这时 萧红灵也出现 与徒弟一起暗中观察 两边又开始打起了嘴杖 叶辰更是直接放下好话 若是有胆 就来单挑分个高下 而这一切不就是林霄想要的吗 于是当即答应叶辰 要与其一战 叶辰一脸不爽地看向他 区区一个废物 既然主动找打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郭友荣顿感不妙 师兄这是自掘坟墓啊 若是挑衅在先还被打败 会被天下之人耻笑的 果然还是打断叶辰的腿吧 此刻的林霄气焰更盛 催促叶辰赶快对他出手 叶辰这时挠不起来 为何林霄这四感 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挑衅呢 一定是想逼自己先出手 到时候再以此为把柄 让自己失去入门资格 林霄见他还未动手 看样子只能在家把劲 人家就站在这不动 你都不敢出手 难不成你还等着 人家出手指点你们呀 你这卑鄙小人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奸计 林霄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 于是继续加大嘲讽力度 而这也逼得叶辰拔剑 就要对林霄出手 可最终叶辰还是选择了放下长剑 随后撂下狠话灰溜溜的离开了 这时郭友荣终于松了口气 若是刚刚那一剑 攻向大师兄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萧红灵也被刚刚林霄的表现所折服 林霄人麻了 原本剧情不是丢流饮食就结束了吗 没想到叶辰竟会突然发呐 吓得自己差点被吓尿 不过好在最后羽地附身 不然这段就要搞砸了 曾经人人喊打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成为宗门最受欢迎的存在 反观宗门星星天选之子 竟沦为宗门师妹的头号公敌 只因我的师尊和师妹觉醒了天道际雨 一夜之间全部成为了病交 今日就连冷面四师妹都差点灭掉天选之子 为了能够逼叶辰出手 林霄更是变本加厉 直接脚踩天选之子 真是将反派人设作到了极致啊 突然一道阴波攻击向他袭来 林霄见状赶忙后撤 原来是四师妹楚又为出手 并指责起林霄气人太甚 毕竟叶辰早晚都要入宗 身为大师兄却如此气辱同门 林霄想到小说里的冷面师妹楚又为 对叶辰的专宠可是独一份的 这次他肯定能顺利走完剧情任务 随后便躲到不远处观察起来 就是没想到他们为何会这么快就遇上 难道是剧情快进 叶辰这个渣男内心开心的一批 青蓝仙宗果真是盛产美人的桃源之地 自己随便走走就能遇见这般角色美了 更是夸赞有楚师姐为自己奏乐 他的建议定能更上一层楼 看到这一幕林霄就放心了 接下来他就只需要等叶辰开始修炼 到时候果断来个偷袭 将他美美的胖揍一顿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发成了 可还没等林霄做好准备出手 叶辰这边就突然口吐鲜血身受重伤 原来是楚又威的情声里藏了杀鸡 听久了就会伤及五脏六腑 这时四师妹冰冷地说道 没人敢打扰她恋情 本想试试叶辰的深浅 不料竟是个饭囊一家 虽然叶辰很是挠 但还是无奈道歉 反观之前救下她的四师妹却变了一副样子 也开始对叶辰嘲讽起来 一旁的林霄人直接傻 男女主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在这样下去之后的故事还怎么演 想到这里林霄决定为叶辰找回场子 还以为是谁在欺负楚师妹呢 原来是你这无胆鼠辈 之前不敢和人家鄙视过招 欺负其女人倒是得心应手了 看到林霄出现叶辰直接暴命 猜测刚才发生的一切肯定都是林霄胁迫妹子对她下手 如此下座简直无耻至极 林霄则表示那又怎样 明明是你打扰师妹恋情在先 人家可是纯粹的在成奸除恶 面对处处找她麻烦的林霄 而且这次还有妹子在场 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打算出手好好教训一下林霄顺便找回场子 林霄本以为终于能够得偿所愿被当众打脸 可下一秒她俩便被楚又微的音波全部干翻在地 林霄直接麻烦 剧情怎么又走歪了呢 这也让叶辰认定她俩就是一伙的直接撒腿就跑 虽然剧情跑偏了但好在任务成功完成 为了避免节外生之林霄也紧随其后 看到大师兄走后 楚又微彻底绷不住 她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自己只是想为大师兄出出气 怎么反而把大师兄打伤了 都怪这个死叶辰非要凑得那么近 不然也不会误伤了大师兄 楚又微想到前几日觉醒的天道记忆里 叶辰会在他出现时重伤大师兄 如今大师兄被自己重伤 而且叶辰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这样看来结局似乎已经天理了 只要不顺着天道发展那就算成功 但为了以防万一 接下来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表面上风度翩翩的天选之子 背地里净是个道貌安然的伪君子 而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面对师妹的主动投怀送抱 欣然果断拒绝将师妹拒之门外 在凌霄的记忆里 男主叶辰为了自己的灵宠 竟直接灭掉了抓他的老龙 更是虚伪的解释 自己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最痛恨别人伤害他的朋友亲人 还扬言自己一生行事 恩怨分明从不滥杀无辜 真是虚伪至极啊 简直就是一个双镖狗 只许自己的灵宠祸害别人的粮食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什么狗屁男主 凌霄一想到师尊和师妹 居然要给这种人做后宫就十分劳 但想了想这些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反派担心 毕竟这里只是小说世界 等领完结局 和饭飞升成仙才是关键 明天就是收徒大典 接下来凌霄只需要等着 明天主动被叶晨打脸就好了 刚想入睡的凌霄决定 还是先偷窥一下师妹们 毕竟都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嘛 可就在这深更半夜之时 三师妹突然来敲凌霄的屋门 在原著中三师妹身怀情心剑破 性格温婉善良 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 即使最后凌霄身败名裂 被主角叶晨囚禁在后山境地 其他两位师妹恨不得杀他后快 唯独三师妹依旧为凌霄求情 一想到自己被叶晨打脸后 他便不再是三师妹心中 那个光辉万丈的大师兄了 但为了能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凌霄还是选择调戏起师妹 更是直接想给楚优威检查身体 头怀送棒 凌霄一脸猛逼 师妹们怎么都成了病骄 一个两个的都不按剧本来 人家还怎么演下去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整日调戏妹子的猥琐大师兄 送上门的福利躲什么躲呀 虽然师妹的人设崩了 但自己的反派人设可不能崩了 凌霄当想下手却被三师妹不小心打脸 凌霄麻了 果然男主期不可期 反派一出手就会遭天请 楚优威看着怀中受伤的大师兄一脸自责 而楚优威今夜前来找凌霄是因为 昨日练琴不小心将琴弦弄断 想明天下山找一位练技师傅修理一番 但他自己对城里不太熟悉 所以想请凌霄明日一道前往 凌霄想了想 书里好像没修情这段剧情了 为了防止剧情跑天 于是借口明日要参加收徒大典 拒绝了楚优威的请求 但楚优威还是不愿放弃 居然撒起了娇 兄弟们这谁顶得住啊 但最终凌霄还是拒绝了楚优威的苦苦哀求 他明天还得赶着给主角夜城打脸呢 就算顶不住也得顶 令凌霄没想到的是 三世妹的人设竟然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段修情的剧情援助可从未提及 这时怀真小老弟也来找凌霄 原来是师尊萧红林出关了 有极为要紧的是叫凌霄立刻去添泥啊 凌霄麻了 都什么鬼啊 怎么都是原文没有的剧情啊 这下全都乱套了 不管了 得去了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躲在不远处的楚优威内心早已爱上了大师兄 原以为这把琴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直到某一天觉醒天道记忆的那一刻 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大师兄 楚优威今夜本想带着凌霄远走高飞 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既然逃跑不成 那就必须先下手为强 绝对不能让大师兄明日被夜城倒的身败名裂 保护大师兄的任务就交给我 200岁的冷艳师尊竟也有如此娇羞的一面 一心只想被男主打脸的反派大师兄 最近却总被师妹们盯上主动投怀送抱 今夜就连冷艳师尊都向他撒起了胶 当林霄来到神乱之殿的天女牙 却发现师尊房间异常安静 总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三更半夜召见他难道是上次装女生混进去洗澡的事情被发现了 一想到这里林霄直接冷汗直流 这时喝醉的萧红灵换林霄赶紧进来 林霄感觉师尊的心情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看来自己偷丝袜和混进去洗澡的事情 应该没有败露 当林霄刚一推开屋门 萧红灵便小手一攻 师尊可是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 快过来让师尊好好瞧瞧 随后林霄便被直接拽进了屋中 这特喵的难道是酒鬼发酒疯吗 面对如此波涛汹涌的师尊这谁顶得住啊 要不是明天人家将被夜城打理 今晚我们的仕途情谊就要破裂了 这时萧红灵突然发现林霄净突破到了筑基 不仅如此就连亚古以及灵根也发生了蜕变 林霄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这位修真界第一仙子啊 只是甘大的解释无意间得了些先缘 毕竟是我萧红灵的徒儿 受天道气韵的眷顾 果然喝醉后的师尊智商有些不在线 林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糊弄了过去 随后萧红灵询问起 林霄是否已经见过那个气韵之子夜城了 林霄有些疑惑 为什么师尊会提前知道夜城此人呢 萧红灵怕林霄有所察觉 于是借着醉意又摆出一副憨憨的模样 下一秒萧红灵静突然起身 想要和林霄做点好玩的事情 随后一把抓住林霄的双手 就要将他推倒 林霄也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今天自己终于要变成真男人了吗 可紧接着林霄身体便莫名其妙地不断下沉 等林霄再次睁眼 竟发现自己出现在料无人烟的悬崖上方 这里难道是师尊的一空间吗 紧接着便是叨叨闪电向林霄起来 无二 速速以为是鸡剑 林霄麻了 鸡剑 你特喵的原因巅峰 半步化神 青蓝线中剑到第一人 你叫人家和你积个锤子的剑啊 林霄当即拒绝 表示自己不配与师尊击剑 只见苍穹中出现了一柄散发着恐怖无边剑压的长剑 林霄没想到师尊的本命灵剑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纯靠一身精纯浩瀚的剑意 驱使得剑决神通 最简单直接也最霸道灵力 难道这封女人是想用着剑意洪流 将自己活生生喂养给她的剑灵吗 身为巨羹里的大反派林霄 她这一世 若是不能死于叶臣之手 那能收她性命的也只有自己 只见林霄一声剑来 竟以先天之境 召唤出自己的本命灵剑于孟泽 这也是肖红灵第一次看见林霄如此认真的遇见 虽然见其规模尚可 剑意薄弱了一些 不过还算是前途可期 既然如此 为师今日便来度你一程 她是自带光环的反派大师兄 但今夜却被冷艳的伯良师尊一件贯穿胸膛 为何师尊会这样 只因冷艳师尊肖红灵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你们以为我们的反派大师兄这就凉凉了 并没有 这么做的目的其实都在为了给林霄逆天改命 果然拥有光环的反派 即便是天选之子也得靠边站 面对肖红灵的步步紧逼 林霄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这封女人是真想灭掉自己 一个个人射都冬到姥姥家去了 人家在这里辛辛苦苦跑剧情容易貌 既然如此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可惜帅不过三秒 林霄当撂下狠话便被惊雷劈中 本以为自己生死到萧提前领了合范 可下一秒一股由雷电凝聚的时空屏障 包裹住了林霄 林霄一脸震惊 这难道是见其领域 萧红灵也在此时再次出现 图儿 看好这一招 此招名为见义惯的 咫尺见先 就当林霄用心感悟之时 萧红灵突然出现在林霄面前 更是寒情默默地看着我们的林霄 图儿 忍住 可能会有些疼的 林霄一脸害羞 师尊这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还是个小孩子呢 林霄本以为接下来可以好好享受 可突然一阵刺痛起来 只见萧红灵近一见贯穿了她的胸膛 林霄麻了 这特喵又是什么情况 板派难道要提前领便当了 只听见萧红灵冷冷地说道 什么天命之子 轮回宿命 通通滚一边去吧 我萧红灵的弟子 当横压一时 独步星空 不弱于人 林霄也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 在山下修炼的叶晨却被石老告知 大事不妙 本该属于叶晨的机缘 如今却不知为何消失了大阪 石老猜测机缘绝不会凭空消失 定是被他人半路截胡 叶晨文言直接暴怒 他堂堂气韵之子 从来都是他夺人机缘 今日竟敢有人坏他气韵 他绝不允许青蓝先宗 有这般逆天的存在 等他找到此人定要亲手灭之 石老这时叮嘱叶晨这青蓝山 如今再去不得 从他昨日踏入这里开始 天机就在慢慢发生改变 本是仙缘之地 现在看来怕是龙堂虎穴 叶晨还是那一脸装十三的表情 石老 你是知道我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诛之 昨日之辱 本世子必识被讨还 凌云一早杀上青蓝先宗 一血前耻 可叶晨不知道的是 三名病交师妹早就盯上了他 而他们此次前来 就是要亲手灭掉叶晨 让这一世的悲剧不再重演 天选之子 为何会成为师尊和师妹们的死敌呢 只因前世他不仅欺骗师妹们的感情 更是将魔门引来攻打青蓝先宗 道貌岸然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宗门被屠戮殆尽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刻几人才真正意识到 大师兄之前为何处处针对叶晨 上一世的记忆中 魔门为缉拿叶晨进攻青蓝先宗 青蓝先宗为守护宗门与魔门大战三天三夜 最终长教和众多长老弟子全部牺牲 现在就只剩下萧红灵和他的这三名弟子了 看着覆灭的宗门录音音无助地询问 为何叶晨还不来救他们 几位师妹们坚信叶晨一定会回来解救大家的 只有萧红灵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叶晨去了中州南域游历 现在估计正与南兆国的圣女谈情说爱吗 二师妹还是不愿相信 明明魔门天灾是他引来的 他却抛弃了大家 萧红灵这时霸气地说到 即便青蓝先宗只剩下我们四人 我们也要死战到底 牛头怪则表示自己要一挑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牛头怪身后传来一声怒咳 助手 而来人正是叶晨和凤明峰的助师姐 只见两人双剑和壁 哀起富山大阵 将魔门之人全顾抹杀 叶晨缓缓走向陆音音面前 师姐人家来晚 幸亏你们没事 看着失衡遍野的屯门 陆音音再也忍不住了 他质问起叶晨 事到如今你就只有这句话吗 郭友荣和楚又威也投来鄙视的目光 死死盯着叶晨 你得到青蓝剑法 还和凤明峰的助婉宁修炼成了双剑和并之法 关键时刻出现启动护山大阵 击退魔门 为什么时机这么微妙呢 叶晨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与你产生羁绊的朋友 亲人都没一个友好下场 反而最终获得莫大好处 名动天下的却永远是你 可叶晨还依旧在极力的脚垫着 而萧红灵早已看穿了他虚伪的嘴里 拔剑就要斩灭这气势灭祖之族 可拥有天道庇护的天选之子 岂会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萧红灵也不幸被天道降下的惊雷劈成重伤 而叶晨这时终于暴露出他本来的面目 世尊 我叶晨乃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就凭你也配与我为敌 如今我的妹妹叶轩儿 已经率领八十万北川惊奇来到青蓝山下 只等我一声令下 便可将魔门一网打尽 现在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一起为青蓝报仇血恨吧 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 在萧红灵和师妹的耳边响起 随后几人的脑海中 竟浮现出林萧和叶晨之前的种种过往 几人看着这出现的画面 难道大师兄与叶晨作对 是因为早就识破他的真面目了吗 是我们害死了大师兄 原来我们一直误会大师兄吗 最终这些记忆融合在了一起 把你们的记忆交给我 由我带给过去的你们 能不能扭转命运就看这一顺 这一连串的记忆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 纷纷涌入了四人的脑海中 这也是为何四人一直将叶晨视为死敌 他们发誓这一事 绝对不会再让悲剧发生 杀叶晨 保护大师兄 他是爽文里的天选之子 今夜却被三名妹子一起偷袭围剿 可拥有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又岂会是这么好斩灭的呢 为何师妹们会集体出动讨伐叶晨 只因为表看似风度翩翩的叶晨 其实内心却是个刀貌黯然的伪君子 不仅宗门因他负面 就连一心为师妹们的大师兄都因为他惨死 此刻的叶晨正在房间内呼呼大睡 陆盈盈看实际一道吩咐自己的灵虫小喵出手 小喵去吧 用你的力找把叶晨那个人渣刺成真正的人渣 可刚飞出去没多久 小喵身后就出现两道攻击 好在陆盈盈及时提醒这才令小喵躲过一劫 可两道攻击碰撞产生的声响也使叶晨有所察觉 本以为是雷声却被师老告知有嫡妻 叶晨闻眼猛的惊喜 一把拿起床上的长剑 随后跳上屋顶 可却并未发现一人 叶晨询问起师老是不是老孤独听错了 师老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听错 他分明感应到有三股极强的敌意锁定了客栈 这青蓝山果然古怪的很啊 师老 你是不是不想让人家上青蓝山 特意编出来唬人家的吧 你看老夫像是那种人吗 随后又是几道惊雷劈下 这也让叶晨确信刚才的就是雷声 为了明天能更好地参加青蓝宗的收徒大典 叶晨又返回了房间睡觉 还不忘特意叮嘱师老安静点 叶梅是大惊小怪的 其实刚才的两道攻击分别是来自二师妹郭友荣和三师妹楚又微 为什么自己的权力一见 剑势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为何人家的情音没有攻击到叶晨呢 明明已经瞄准了呀 二人决定再试一次 刚回到房间的叶晨正打算躺下 却又被师老提醒小心身后 可等叶晨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有的也只是道道经雷 叶晨一脸不爽 这老家伙又来这一套 师老 你可听说过 忙来的的故事 石老解释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 若老夫说谎 天打五雷轰 话音刚落 便是五道经雷回应 石老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现在都是一缕幽魂了 再被天雷劈了 怕是要魂飞魄散 行了 睡觉吧 师妹们麻了 那叶晨果然如记忆里说的有天道庇护 什么天道庇护啊 还不是你们三个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三人决定等叶晨明日入宗 在收徒大典上再次出手 定要让叶晨有来无悔 为何曾经在宗门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 就连师妹都无情地送上匕首 让其自觉于此 被同门羞辱 被师尊师妹们嫌弃 这次他终于累了选择结束这一切 而这一切都要从天选之子叶晨拜师青蓝宗说起 在灵霄与上山拜师的叶晨发生冲突后 叶晨竟从灵霄身上搜到他偷拿的师尊丝袜 而这也令灵霄受尽宗门的羞辱 怀恨在心的灵霄在师尊睡着后 偷偷拿走了师尊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在第二天的五脉会伍时 打算用绝天黑莲被刺叶晨 最终灵霄被萧红灵关押到了思过牙 楚又微不理解为什么之前和蔼可亲的大师兄 要偷师尊的禁忌法宝去残害叶晨师弟 幸亏叶晨师弟身怀绝技逃过一解 不然等待师兄的处罚就不会是在思过牙思过这么简单了 灵霄不知道怎么告诉他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如今萧红灵对灵霄彻底失望了 并要给叶晨灌顶建议 弥补灵霄对叶晨的冒犯 灵霄文言一把搂住楚又微 不许你们和叶晨在一起 刚要解释的他却被波友荣一脚踹飞 调戏完师尊还不够 现在又要非离楚师妹 身为神兰风的首席 竟屡次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神兰风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 随后波友荣竟丢给灵霄一柄敌手 你要是对神兰风还有一点感情 就自觉于此 别再玷污神兰风的名声了 冰冷气黑的山洞内 如今却只有灵霄和一柄匕首 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了 一心为宗门的师兄 静落得如此下场 灵霄这一世真的累了 最终选择自我了断结束了这一切 突然灵霄猛的一惊醒 他感觉刚刚做了个好长的梦 但这梦却又很真实 仿佛就是自己的记忆 此时的萧红灵一脸醉意地看着灵霄 明明是师尊为你灌点建议 你倒是累得不轻睡着了 快点陪为师喝一杯 庆祝你获得了为师父与你的无相剑体 灵霄一脸猛逼自己竟获得了无相剑体 根据原著设定 青蓝宗凡是那门弟子 剑道考核达标后便能学弟弟剑主 以自身剑意注入荣如之中 锻造自己的本命灵剑 而且每一柄灵剑随着直剑人自身剑道境界的提升 有几率孵化出强大的剑灵 比如二师妹郭友荣的寒冰剑灵 三师妹楚又威的情星剑灵 和师尊萧红灵的本命灵剑青蓝剑 原助理男主叶成就是获得了萧红灵的剑 一觉醒了无相剑体 这才能杀回皇都首刃仇人 灵霄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如今自己获得了本该属于叶成的无相剑体 这么大的机缘竟被自己提前截胡 这还王的鸟啊 万一明日在收徒大典上掌控不好力度 一不小心把主角一剑戳死自己还怎么飞升成仙啊 萧红灵看他心不在焉 为何为师给你酒你却不喝呢 看到如此娇羞的师尊 灵霄竟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步步紧逼的师尊 灵霄连忙从萧红灵的腿上起来 并为刚才的冒事道歉 随后萧红灵竟走到灵霄面前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 你家师尊生得好看吗 害羞的灵霄是一脸问号 难道师尊被人夺射了 怎么突然会问这么少女心满满的问题啊 灵霄见状连忙夸赞起萧红灵 可萧红灵似乎有些不买账的样子 其实今夜叫灵霄前来 除了帮他提升渐进之外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身为神鸾峰首席的他 若是有人敢挑衅让他务必出手斩杀此人 不要问为什么 只管赵做就好 除了什么是师尊替你担着 灵霄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师尊到底是怎么了 一个是拥有帮团的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闻男主 近日两人终于在收徒大典正面队上 本以为马上就要杀青回家 除了主角竟被师妹一个大壁东山妃 收徒大典当日 我们的主角叶晨一脸装十三的闪亮灯场 师老问他有没有什么新意的师傅 可在叶晨眼里这些都不重要 他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机缘 若真如师老所说 有人截胡了他的机缘 他必将此人震杀之 但其实叶晨内心想的却是要进入神乱风 将里面的妹子全部收入自己的后宫 更是扬言要做全天下妹子的老公 不像那个空有皮囊的大师兄 与自己相比不过是个废物而已 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师兄遇见而来 也只有如此出场的方式 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爵士风华的先门公子 先者 当如是也 看到风头被林霄抢去 叶晨是一脸不爽 什么狗屁爵士公子 就是个须有其表的小白脸罢了 话音未落 林霄便来到主角叶晨面前 叶晨见状看来被认出来 打算先下手为强 但却被师老制止 毕竟此人是青蓝中首席弟子 现在还不能得罪 而且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林霄这边确认过眼神后 直接开喷 你特喵的不长眼的臭小子 昨晚老子不是警告过你了吗 还打开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我林霄是什么人 不用我自己说了吧 跟老子对着干 你有这个实力吗 身为天选之子 今日竟被一个废物如此羞辱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林霄见第一波嘲讽成功 马上开始了第二波 忍无可忍的叶晨拔剑就要开干 这时周围有人认出了叶晨 如此年轻便达到宗师境界 难怪此人这般不卑不亢啊 林霄眼看剧情发展顺利 一脸开森 接下来便是等待那个女人的出现 帮助叶晨完成第一波打理 突然一声幕后打断了两人 而来人正是林霄等候多时的二师妹郭有龙 看着叶晨这猥琐的表情 林霄两眼冒光看来剧情都回来了 这时叶晨收起长剑 虚伪地走到二师妹面前 在下叶晨见过尸姐 可回应她的却是师妹的一个大壁东 这番反向操作众人士完全被吓了一跳 只见二师妹一脸嫌弃地看着被打成猪头的叶晨 你什么身份也配合大师兄这么说话 可当他看向林霄却又换了一副呆萌的模样 抱歉大师兄让你受惊了 这等反俗莽夫竟敢对你无礼 实在该打 林霄麻了 完了 剧情又崩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有多牛批 就连天选之子的老乡好都主动对他投怀送抱 更是祭出自己的本命零件为他这个反派找回场子 就在主角叶晨被二师妹一个大壁东扇飞后 恼羞成怒的他竟将这一切都甩锅到石老头上 这特喵的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机缘之地 今日你最好给老子个解释 不然就摘了你这个破戒指 石老解释是这青蓝中出现了能影响天道运势之人 趁现在没被发现还是赶紧闪人吧 兄弟别怂 别听个老王八念经 我可是来给你送经验的呀 你要是不知冷起来 我这个反派要失望了呀 忍无可忍的叶晨不再隐忍 他告诉石老 天不倦悟 我便逆天 我不仅要斩了那个夺我机缘的小贼 更是要争复神乱风上所有的女人 灵霄见状一眼开森 好兄弟 人家果然没看错 快点来打人家吧 二师妹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出手 却被灵霄反手拦下 师妹难道你不相信大师兄吗 郭友荣看着大师兄的背影 按照天道记忆 等过那个夜晨的妖兽 就会揭穿大师兄偷骂师尊的丝袜 被大家误会成变态 为了维护大师兄的尊严 郭友荣连忙拉住灵霄 还是由人家出手教训 这个不知天刀定后的小子 这是天空上方再次传来一声怒吓 来人正是青蓝宗唯一的寡妇 在原著里苏妹可是主角夜晨 前妻后宫之中最大的靠山 关键时刻还是外援靠谱 当苏妹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就连我这反派都差点要把持不了 这火辣妖娆的身材 简直是太哇塞了 随后灵霄猛地吸了一口气 就连空气都特喵的是香香的 但眼下几位师妹师尊人设崩坏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位苏广户上了 看来是时候用上我反派搭讪三件套 第一套观望 第二套笔心 第三套开撩 苏师伯 好久不见 您欲发的光彩照人了 我手中这朵美丽的花朵 献给您最合适不过 说完灵霄便一脸渐渐地等着被打理 谁知苏师伯却不按套路出开 一个剑步直接扑进灵霄的怀中 差点压得灵霄喘不过起来 苏妹一脸娇羞的小脸 看得灵霄是一脸猛逼 当他看向我们的男主时 灵霄还以为这次稳了 谁知下一秒 苏妹竟直接寄出自己的本命零件 要为灵霄这个反派掌回场子 灵霄直接骂了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啊 天选之子竟差点交代在自己手上 明明知道是独丹居然还特喵的一口吞下 原来在怀珍交给他丹药时 他便发现了这丹药有些不对劲 这点雕虫小记岂能骗得过本世 这特喵的一脸欠揍的表情 差点就要把我是幕后黑手刺的大字挂在脸上 就这城府还想加害本世子 施老提一阵好清阑山的主事人都在 拿着这没单要揭发那小子的阴谋 可叶辰此人极为自负打算将计救计 还在处于猛逼的施老刚要阻止 谁知这脑残男主尽将独丹一口吞了 没错 本世子今日便要以苦肉计让这仙棍付出代价 等着把灵霄看老子不玩死你 谁知下一秒一阵臭气变熏的周围人苦不堪言 谁特喵的当街放屁 此时的单独也正在慢慢发作 叶辰见毒药起效 打算用紫霞丹到压制单独再向首座告状 谁知二师妹改良版的毒丹 特喵的根本压制不住啊 紧接着扑的一声蹊跷流血当场射死 施老见状赶忙开口 早说这丹药有问题了 我都让你先等一下了 就是不听 气急败坏的叶辰将这一切都甩布给施老 这傻逼戒指不要也罢 二师妹正在不远处 幸灾乐祸看着叶辰悲惨的模样 大师兄咱们成功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这家伙害了 差点被自己玩死的叶辰也在此刻意识到 要是再不解读自己 今天怕是真的会交代在这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戒指爬去 重新戴上戒指的他连忙跪求 施老帮帮自己 刚才都是他太冲动了 施老念他悔过也不再和他过多计较 传授了他一套冰心话 毒绝消解了七绝丹的毒 不得不说叶辰不愧是气韵之子 即便如此对待施老 施老还依旧对他不离不弃 施老见气氛烘托到位 于是劝叶辰赶紧离开青蓝宗这个是非之地 不然下场会更惨 可谁知好心当作驴肝肺 叶辰不但不领情还要和灵霄继续硬刚 他发誓不报此仇是不为人 而他这小眼神看得灵霄不由头皮发麻 虽然不理解他为何用这种眼神看人家 但他看起来好难受 他没事吧 好在没挂掉不然接下来的剧情没法走 不愧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男人 就是命运 灵霄没想到女主角人射出问题也就算了 现在就连七绝丹这种特殊道具也能出幺蛾子 看来是使后来点猛药了 于是灵霄拿出从师尊那里偷来的丝袜 打算给自己来个射死现场 直接把他这个反派送走 很快便轮到叶辰上台测验体制 只见解完毒的叶辰荣光焕发 那嚣张的表情恨不得一个打八个 台下众人都投来仰望的目光 就连长老都觉得叶辰辞子天赋亦是个好苗子 而测验体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决斗 当得知自己对手是个练乞机的废柴 叶辰一脸不屑 就这对手他一招就能解决 这时胖子道长问他想要如何测试 只见叶辰一脸嚣张地指着灵霄 我要挑战神鸾峰首席大弟子灵霄 十招之内既决胜负也决生死 若是不能将他碾压我磕头认输 温柔善良的三师妹竟要为我这个反派师兄找回场子 但女人特喵的只会影响我走剧情的速度 原来主角在收徒大典上 指明要挑战灵霄这个神鸾峰首席大弟子 更是扬言十招之内不打的灵霄哭爹喊娘 他就当场下跪 灵霄文言随即摆出一副反派嘴脸鄙视 他就是个丧家之举 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终于可以上场被打脸回归正常了 可就在裁判宣布对战开始的时候 一声大喝打断了对战 等等 你不配跟我大师兄打 我来做你的对手 此刻的灵霄想死的心都有了 二师妹刚教训完 现在三师妹又来搞事情 而观战台上的长老们一眼就看出来 三师妹这是要为我找回场子啊 胖子道长见证感觉大事不妙 这叶臣怎么莫名其妙跟两位神轮丰弟子结了仇怨 就在他打算出手干预时 却被旁边的苏寡妇出言阻止 而擂台上灵霄为了这场战斗不知等多久 他连忙劝解三师妹退下 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决斗 可当他握住三师妹的手掌是一脸差异 师妹的手怎么这么烫 当看到师妹手掌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灵霄这才反应过来 师妹竟强行修炼了天鹰情剑绝第七卷 世心魔琴 要知道第七卷的世心魔琴已半生魔道 先魔交融之下 虽有着毁天灭地的精神魔能 但对自身也有着极大的伤害 援助中叶陈被大周女帝包围在地窟里 三师妹都没使出这招 灵霄一脸诧意询问三师妹为何要修炼这魔宫时 三师妹的回答有些让我无地自容 只因变得足够强大才能保护大师兄你 你清醒一点好吗 人家只是个反派要保护也是保护我们的男主 在三师妹觉醒天道记忆的那刻起 他就在心里暗自发誓 为了大师兄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他这次绝对不会让大师兄一个人默默背负所有骂你 也只有你试图反抗叶陈这个灾心 在我心里 大师兄 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雇佣者 师妹啊 反剧情的雇佣者是你啊 师兄求你别在这里发颠了 就在灵霄再次劝解师妹时 一股志强建议席卷全场 而来人正是灵霄的师尊 神乱风首作 东玉第一美人萧红灵 又危害不快退下 我神乱风的大弟子岂会怕这凡夫俗子 师尊放心 此人胆胆一生死战挑衅于我 托尔毕谈指灭杀之以报师恩 不料这事系统突然跳了出来 因还原反派人设获得修为提升40% 特喵的狗系统 是生怕人家打不死叶陈吗 就连师尊也不忘叮嘱他 记住昨晚对他说的话 找机会杀了叶陈 要是打了叶陈 为师今晚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励 很快天选之子和天命反派的生死对战正式开始 四位长老对此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唯独师尊对灵霄信心满满 我削红灵的图案 自当横贯无敌积压全场 而擂台上的叶陈正不断地出言挑衅 更是猥琐地表示等嘎了灵霄之后 他就会想方设法加入神乱风 代替他好好照顾师尊和师妹 这无耻的嘴脸整的灵霄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反派 嘲讽其能谁不会 你特喵的也配挑衅我神乱风 今天看小爷我不把你的坤坤打了让你死无全尸 说完灵霄便直接拔剑朝叶陈刺取 萧红灵一脸黑线 好你个臭小子 为师昨晚辛苦为你灌饼建议你去划水 观战的长老也觉得灵霄这么做简直就是在做死 叶陈见状更是信心满满 花里胡哨不堪一击 看本世子一见了结了 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自称神乱风大弟子 其实只有灵霄心里明白 他这一见看似华丽 但实际上只用了一成不道的剑意 身为主角的叶陈不可能接不住这一见 可就在这时系统又突然蹦了出来 再次给灵霄发来奖励 触发剑诀神通 神剑玉雷真诀 特喵的也才不要这个奖励 主角你不要不来啊 天选之子竟向反派当众下跪道歉 原来刚刚灵霄打算装装样子一剑刺向男主 不料却意外触发系统任务 直接在旗舰上叠加了神剑玉雷绝 此刻的灵霄慌得要死 怕这一剑直接将主角带走 大家也被灵霄这惊天一剑震惊不已 然而知道剧情的苏寡妇却觉得此事不同寻常 明明是废材的灵霄一夜之间见到天资竟如此绝俗 除非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切因果 强行给他灌顶功力 当他看向萧红灵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师尊这边则是一副小鸟依然的母娘 宝贝徒儿这便是你用无相剑体自创的第一个剑决吗 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的天选之子依旧屹立不动 幸亏老子在关键时刻收住了力 不然男主就特喵的当场隔屁 不愧是男主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一 就在灵霄准备承受夜沉的怒火时 下一秒啪的一声 天选之子竟当众跪下向我们的反派师兄道歉 他愿遵守诺言向桂派道歉 为求台上诸位手作救救自己 本来热闹的比赛场瞬间压去无声 也好不容易将剑法威能降到三成 以这个软弹居然投降 这时台上的长老出手 只见他随手一挥消除了男主身上的恐惧 既然夜沉认输那便点到为止吧 此刻的夜沉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当他看到灵霄那一剑之威 他深知自己无法接下第二剑 灵霄这边是一脸无语 难道称霸九天十戒的夜神王就这个屌呢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灵霄身旁的九幽子岩雕 原著中夜沉在碾压灵霄之后 就是这畜生突然出现 雕出灵霄藏在怀中的丝袜 他的出现这说明剧情还有救 我摊牌了 我就是偷师尊丝袜的那个变态 谁不刺一声 夜沉的小雕竟被人一剑打伤 差点领了盒饭 灵霄转头骂骂咧咧看去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敢坏老子的好事 但令他一想不到的是出手之人 正是自己的师尊 胜负一分 居然还想支持妖狩脱袭我的徒儿 真是卑鄙无耻 此话一出夜沉 差点没被中门弟子的唾沫星子淹死 为何师尊也不按剧本出牌 还当众向我抛妹眼 狗系统特喵的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几个女主毫无职业道德 不看剧本就算了 现在连男主都是这个傻样 这剧情 你让我一个反派怎么圆了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检测到宿主心境跌落 任务随时可能失败 这也让凌霄陷入了迷茫 师尊和师妹们也投来一过的目光 大师兄不是赢了吗 这是怎么了 现在修为提升 师尊和师妹们对自己也很好 或许不用再伪装和他们好好相处 留在这个世界也挺好 但想到围绕在病床前的父母和妹妹 凌霄那叫一个心痛 我还有爸妈和妹妹 我要回家 至于为什么自从夜沉上山以来 剧情和师尊师妹们的人设跑偏 眼下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 凌霄发誓一定要走完反派 人生顺利完成系统任务 当长老宣布获胜方式凌霄后 二师妹和三师妹一脸开森 纷纷跑来为他恭贺 萧红林见状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只是他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女弟子态度 竟然发生了改变 按梦境里的预言 他俩不是会爱上夜沉那个小 并且逐渐厌恶起凌霄吗 难道是萧儿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 已完全被扭转发生了改变 看着徒弟们感情和睦 身为长辈师尊的 他本应该感到开心才是 可为何眼下会如此失落 这一幕也都被凌霄看在眼里 既然选择继续当反派 那自然要将反派精神贯彻到底 而主角这边正在疯狂发泄情绪 堂堂天选之子 竟被一个反派废柴案 在地上摩擦羞辱 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 石老真是出来劝解夜沉 那个劫胡你机缘的 未免之子与你不相上下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一想到灵霄这个反派 左拥右抱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石老天空为何都是 隐隐带着些绿色 小友别说话 你就是给震出内伤了 老夫这就传你一套心法修补经脉 随后男主马不停蹄地坐下感悟 多亏了石老救助 否则本世子便遭了那间人毒手 神经气爽着他再次 将这一切甩锅给灵霄 他发誓下次再见到灵霄 定让他好看 殊不知我们的大师兄 就在他身后 下一秒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差点吓得男主当场去世 男主一脸惊恐地询问 灵霄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知灵霄竟一把 将他壁咚到树下 你猜猜人家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灵霄此番前来 只不过是观察一下 这个傻男主的人设 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 但却被叶晨当成了 男女通吃的死电态 好在这时胖子老到及时出现 灵霄看着这间接胖子 一脸问号 这老狐狸又在打什么算盘 原著里也没见 他对男主这么上心 为了不打草惊涉 灵霄于世界颇下驴放了男主 就在灵霄庆幸 虽然收徒大点 没按原本剧情发展下去 但好歹也算顺利结束 谁知小师妹突然一个亮枪出现 并且脖子上还带着玉兽魔珠 这玉兽魔珠据说是 上古赤油大神的配饰 有着通天之能 是陆家祖传宝部 这玩意儿更是能控制 方圆千里内所有 结单以下的妖兽 难道这丫头 真带了一群妖兽过来砸场 而他这病娇的模样 也是把大师兄吓得不轻 冷艳伯良的师尊 竟要反派师兄 给他按一辈子的狱卒 就连天选之子 都不按套路出牌 选择拜反派为师 原来就在刚刚一脸 并交模样的小师妹 带领着他的妖兽大军 打算灭了男主 带着大师兄远走包飞 这样大师兄就会只属于他了 这时二师妹和三师妹 突然出现以为是来阻止他的 禁令他起了杀心 而灵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赶忙摸着小师妹的 头安抚他的情绪 随后灵霄急忙交代 自己要和小师妹单独聊聊 让他二人先离开此地 从上个月开始 这小师妹的性格 忽然变得冷漠孤僻 对一切充满敌意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 发生了变化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稳住他 本打算出卖色相 套出他心中所想 没想到下一颗小师妹 竟向他当众表白 更是一把哭进 林霄怀里说想 和他永远永远在一起 这又蒙又甜的模样 哪个男人能不喜欢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也差点令他这个反派沦陷 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但下一秒 系统就跳了出来 因他成功还原了主线剧情 奖励青蓝剑法一步 林霄麻了 这特喵的青蓝剑法 不是男主叶晨的 关键性装逼道具吗 怎么送给我 另一边的叶晨 正在感谢胖子老道的搭救之恩 他深知这次在宗门大比 出了这么大的仇 想必青蓝宗的歌风首席 怕是无人会收他为徒了 身后的石老 也再次劝他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 却不曾想胖子老道 进半路杀出 想要收男主 做他的嫡传弟子 让其加入他天荡风一脉 男主文言一脸开心 当即下跪拜师行礼 实不相瞒 你方才一出场 为师便觉得你有着大地之姿 听到胖子老道的吹捧叶晨 别提多开心了 上天果然还是眷顾我夜无敌的 等进了青蓝宗便找机会 斩了那个灵霄报仇雪恨 顺便将截狐自己机缘的狂谱 找出来一件格纱 石老怎么也没想到 一直传授他仙缘武道 早已将他是做弟子 而今居然败了一名下界 修饰为师 这不是当众打他的脸吗 其实在夜晨心中 石老不过是个寄生虫罢 即便来历在身部一样 也得靠他生存 而男主的这番操作 着实把石老伤得不轻 轻其所有帮他到头来 还被视为垃圾 或许是他算错 其实天命之子乃是那位 截狐了夜晨机缘的神秘存在 与此同时回来后的大师兄正在选飞 这些资质出众的少女 都非常适合我神乱风 作为大师兄 就由我来带这些新弟子入门吧 大师兄日理万机 就泛起了嘀咕 不知为何 总觉得剧情崩坏的根源 很有可能在师尊身上 莫非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 提前算好的今日我与夜晨对阵 所以才特地传功 毕竟 那一晚的建议灌顶 绝非他久后率性为之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林霄壮的胆子走进了师尊的屋门 而这时师尊早已等候多时 今天表现不错 没有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 师尊决定奖励你一番 只见他缓缓伸出自己的狱毒 乖徒儿快点来帮师尊洗脚 林霄是一脸无语 大半夜叫人家过来 居然是为了洗脚 这特喵的算哪门子奖励 见林霄迟疑了这么久 难道霄儿不愿意 那为师且问你 你既然不愿意去 又为何要偷拿为师的丝袜 林霄傻了 师尊不会是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才出手嘎了夜晨的妖兽 难怪他会觉得这是在奖励我 这特喵的也太羞耻了吧 简直就是当场射死啊 为了想办法布门过去 林霄当即打来洗脚水 并亲自为骑捏脚 师尊若要你一生一世 天天为我洗脚 你可愿意 林霄麻了 一生一世洗脚 这特喵的什么脑回路 气氛也在此刻尴尬了起来 萧红灵见状于是转移话题 虽然你也有无相见体 但今日与夜晨一战 师尊关你对建议的掌控度 还少些火候 下个月咱们五脉弟子 要一同前往地底建筑 你身为神乱风大师兄 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本命灵将 看着流去的林霄 她心中感慨万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 打断了她的伤感 这明明叫月姬的灵体调侃 她也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萧红灵让她别这么八卦 你应当知道本座的脾气 莫说你现在只是一道 来自上界的残魂 即便你恢复肉身 重回往日境界 本座一样能治你 原来萧红灵的灵剑 青鸾其中孕育着一对 双生凤凰神魂 一旦将建议灌顶给男子 那头神凤便会随之 进驻对方的灵剑圆胎之中 若是动情 便只能对她一人 否则便会遭受烈火焚心之谷 方才你问她 可愿意生一世在你身边 想必是动了真情吧 萧红灵文言直接拔剑 本尊与徒儿之间清清白白 岂能他人诋毁 但冷静下来的她向月姬解释 你问我为何会知道 你的残魂会被封印 在境地盘龙深渊 为何能轻易解开封印 将你解救出来 那是因为本座能看见未来 变成那个恶徒以后 会闯入境地带你为师 得到你的传承 此子若是得适 便会让青蓝宗万劫不复 因此本座必须先她一步 在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后 月姬答应会助她一臂之力 毕竟这青蓝宗 是她相公亲手建立 她也会努力守住这份基业 这个小师妹有多牛批 开局直接雷霆暴击 发现人不再竟然抱着 大师兄的被子闻了起来 这变态的一幕 看得大师兄人都傻了 这特喵的什么情况 难道三师妹被人夺舍了 今天我林某人定要弄得一清二楚 抓她的现行 可三师妹闻着闻着 就发现被子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师兄偷拍的刘影翻了出来 顿时大师兄直接裂开 完了完了 昨天忘记把刘影师收起来了 这下干大了 本大师兄的形象就这么没了 但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 人家不是反派吗 要什么形象 于是大师兄一把推开屋门 三师妹你放肆 谁允许你闯进来的 只见三师妹一脸娇羞地看着大师兄 就算她是多么温柔的宝藏女孩 看到如此猥琐下流的师兄也是无法原谅的 打我骂我都行 最好再来个倒打一耙威逼利又什么的 将反派职直接拉门 下一秒 三师妹便将手中的刘影师咔嚓捏碎 大师兄若有此等爱好 为什么不能只看我一人了 傻子才要做选择 正常人当然是全都要 而且三师妹可不要误会 大师兄只是为了监督你们的修炼情况吧 你可不要多想 倒是你 三更半夜溜进本师兄房间 到底有何归干吗 三师妹支支吾吾地解释 师妹担心白天那狗贼叶成伤了师兄 所以便来探望师兄 林霄文言一脸坏笑地靠近他 这么关心师兄 还真是令人家感动啊 援助中林霄被叶成碾压之后 三师妹还带着四师妹一起探望男主并道歉 结果现在三师妹因为担心他这个反派过来看望 难道这剧情又跑偏了 于是他打算抢吻三师妹验证一下剧情是否跑偏 看到三师妹将他推开的场景他终于放心了 这次的剧本总算是演对了 可下一秒 三师妹竟然主动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操作令我们的大师兄猝不及防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的初吻就这么没了 林霄麻了 反应过来的他一把将三师妹推开 更是面露争獰死死地盯着他 人家是反派不是男主啊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但纯情大师兄还是没有过多责备他 没办法 谁让我领某人终究还是太善良了吗 三师妹见状一脸开森地扑进大师兄的怀里 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怪人家的 这一次林霄并没有推开他 反而是欣慰的笑 除了在书中对他们的了解 还有这十几年来他亲眼目睹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曾经的三个爱哭包 现在都长大成为亭亭欲力的大姑娘了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我表面上扮演着反派大师兄的人设 但暗地里的确为了这几位师妹做了不少事情 刚才听薇薇说我对他很好 难道说我的马甲真掉 不行 一定要向他问个清楚 随后他便一脸严肃询问起三师妹 三师妹接下来师兄问你三个问题 你务必如实回答 第一个问题 在白天的北川王狮子叶晨 拜山之前你可曾见过他 三师妹先是愣了一下 但紧接着害羞的回答没有 以灵霄对三师妹的了解 他从不说谎的 既然他说没见过叶晨 那绝对是素未谋面 大师兄只是问我可曾见过叶晨 而我是通过脑海中的剧本知道此人 因此倒也不算欺骗师兄 但大师兄越想越不对劲 白天叶晨挑衅我时 三师妹看向叶晨的眼色分明是充满着仇恨 要知道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随后他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七月见到叶晨之后 你对此人的感官如何 当听到这个问题 三师妹瞬间阴沉了脸 微微虽然不认识此人 但今日一见 对其做派为人 极为不齿 恨不得 大师兄听到这个回答有些懵圈 恨不得什么 三师妹见状再说下去 就要惹来大师兄的怀疑了 于是他连忙转移话题 大师兄还是问微微第三个问题吧 人家不想评价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这变脸的速度 三师妹怕是已经知道 叶晨的真实嘴脸 看来三师妹也对我有所隐瞒了 如果他真没有见过叶晨 那又为何会露出如此大的杀机呢 不行 得试探明白三师妹对叶晨是什么想法 于是他便向三师妹问道 你可愿意帮大师兄一个忙 我想让你去一趟天荡风 为叶晨设下一个局 帮你家大师兄出出气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当然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是试探一下三师妹的态度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三师妹不仅欣然接下这个任务 更是想自己出手掌的男主 大师兄什么时候动手 需不需要给他留个全尸 看到这一幕大师兄人直接傻了 听我说 师兄是跟你开玩笑的 完了完了 娇羞可爱的三师妹 竟使用美人剂来对付天命之子 此刻的男主正在房间内修炼 并成功提升到了助基镜 原来这一切的功劳 都要归功于我们的 石老传授的这套功法 不得不说 石老是我见过的 最没有尊严的舔狗了 堂堂一个上界大门 被男主多次扎心后 竟还选择原谅男主 并送上顶级功法 就在这时一名弟子前来 叶师弟 神龙风的楚师姐来访 当听到楚又威前来 男主先是一愣 不顾石老的劝杰选择前往 气得石老心里 已经不知问候他多少次了 当男主来到天荡风 便看见等候多时的三师妹 楚师姐不知深夜 约我相见有何贵干了 只见三师妹一脸害羞地说道 人家今日来是为了 替我大师兄向叶师弟道歉 我大师兄今日出手 没亲没中害得你受伤 真是委屈叶师弟了 男主看着三师妹 羞答答的模样 那叫一个猥琐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三师妹只要一说谎 就会了红 三师妹调整了一番过后 继续开始了他的表演 其实一切都是我大师兄的错 他见我音音师妹 对你一见钟情便心生嫉妒 叶师弟你是无辜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骗他的 三师妹心中恨不得 现在就长了男主 叶陈文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果然这个女人 她是懂我的 本世子有预感 从今夜开始之后 那人见人爱的 天命之子光环又回来了 说着便上前 打算给三师妹 一个爱的抱抱 但被三师妹及时躲开 随后更是一脸自恋地表示 我知道楚师姐不是有心的 你只是太害羞了 三师妹见时机 已到于是提议 要带她好好游玩一番 当作为大师兄略为赔罪了 还没等男主 答应三师妹便欲情出发 叶陈见状也换出自己的飞剑 女人 可我玩欲情故纵世吧 这游戏我喜欢 令三师妹没想到的是 叶陈这一届武夫 又刚刚入门 竟会这等仙家身法 猜测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怎么样 心动了吧女人 我这一手可是用上了全部真理 这时三师妹突然停了下来 表示自己要去前面的灵犬沐浴一番 让他在此地稍等片刻 时老提醒他小心有诈 此地灵气冲满 像是一块极为稀少的先天聚灵地 通常这种地方 都是宗门内提供给核心弟子 甚至只是长老们的修行宝地 咱们还是快快离去为好 可这时的叶陈面对如此诱惑 岂会离开 我堂堂气韵之子 哪一次危机不是化险为阴 半个时辰后 叶陈在外面动得是瑟瑟发抖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不是说去前面的灵犬里沐浴吗 要不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而这时上方突然出现 几名妹子在宫中修炼 搞了半天原来此地是凤鸣峰的地盘啊 当他看到天女十三的大字 猜想楚又威肯定是在 故意拖延时间等他主动过去 很快叶陈便一路寻找 何方小贼 竟敢擅闯我凤鸣峰禁闭天女十 叶陈下意实验了口唾沫 完了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这个男主有多自恋 偷看人家妹子洗澡被发现后不选择逃跑 竟还主动上前搭讪 这难道就是来自主角光环的优越感吗 原来就在男主偷看妹子洗澡被打脸后 当场愣在了原地 只因他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老毛病又犯了 石老让他赶紧闪 这女人是天生的修罗战体 杀气极重 而且实力远在他之上 男主则认为石老是在杞人忧天 表示自他出生起就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光环 并扬言只要是美女都对他难以抗拒 即便是这个小野猫也抵挡不了他的魅力 就当男主一脸自信向前搭讪时 妹子直接一见向他展开 你这偷窥狂还敢嬉皮笑脸 真是不知死活 此刻的男主才真正意识到 面前的这个妹子不好惹 这霸道伶俐的建议可不是他能够抵挡的 这女人是真的对他动了杀心 石老也是一脸无语 在灵霄之后 他的人格也逐渐扭曲 这也让石老怀疑他可能不是天命之子 反倒是那灵霄气韵极佳更像自己要找的人 这时又有几位师妹出现 并认出了叶晨的身份 于是祝婉宁吩咐师妹先将叶晨压下去 将此事禀报师尊后再做定夺 躲在草丛后面的三师妹看到计谋得逞一脸开心 但想到祝婉宁长得又美 实力又强 大师兄让他将叶晨引到此地 也正是因为了解祝婉宁的脾气秉性 猜测大师兄可能对朱婉宁放心暗许 一想到这里三师妹心里面叫一个气 林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获得了诸多奖励 更是自动领悟见觉神通 见影苍龙真觉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情况不妙 叶晨怎么会被朱婉宁打成重伤呢 这不应该啊 根据原著剧情三师妹拜访了叶晨 两人聊得正还因此误入凤鸣峰的地界 和朱婉宁打了一架 叶晨因为三师妹的出手所以并没有受伤 但想了想这样也好 就叶晨这个狗男主 以后有他再别想染指他的宝藏师妹 眼下三师妹确定人设崩坏 看来要走完反派大师兄的剧情线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两位师妹了 接下来就是男主装逼打脸的第二大剧情 剑种外的五脉会晤 就在林霄查看系统给他的道具后 他人直接傻了 大小神通如今共计87项 这特妙的是打算让他这个反派 捶爆叶晨自己当男主 本打算删掉修炼经验包 不料这狗系统竟自动开启 强制提升修为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系统 不仅直接将他的境界提升到半步经单进步说 还给他解锁了心神通 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推门而入 两人四目相对场面一度陷入甘板 害羞的三师妹隔着指缝大喊大叫道 大师兄你这个变态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林霄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只见他一把搂住师妹 那猥琐的表情 一个字 绝 反派师兄竟将男主的后宫收入怀中 先是纯情三师妹主动投怀送抱 现在又来了个高冷二师妹千里追夫 左拥右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寂静的夜晚 林霄带着三师妹来到神乱风赏乐 看着天空中那优美的月光 三师妹一脸幸福 原来眼前的星空便是大师兄要送给我的礼物 林霄告诉他此地乃是神乱风关心赏乐最佳之地 每逢他夜不能眉之时 自己就会来此处赏乐 这时三师妹突然问道 为何大师兄会突然想到 把夜晨引到住师姐那里借刀杀人呢 并且如此断定夜晨一定会上当 以及祝师姐一定会出手伤他呢 林霄一脸尴尬 表示自己这么做全凭直觉 要不然也不能说自己对祝婉宁的人设了如指掌吧 在原著中 祝婉宁天资无双 身负太古修罗战体 他对于为人轻浮桀骜的夜晨 起初更是完全无感 但在接下来的五脉会武的剧情中 心高气傲的他被夜晨抱冷击败后就对其另眼看待 在剑种副本他二人被困秘境 为了逃出生天 更是一起修炼了青蓝双剑 但很快林霄就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现在他俩提前见面了不说 祝婉宁还直接打伤了男主 结下仇怨 那后面他俩还能一起修炼吗 这时三师妹突然打断了他 既然大师兄心中欲解已除 那接下来就轮到师妹了 又是这突如其来的场景 这么可爱的三师妹谁顶得住啊 在这幽静的山峰 三师妹竟向林霄当众表白 表示想做大师兄的道路 不知大师兄可愿意否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哪个男人会拒绝如此可爱的师妹呢 但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冷静 不能被福利冲昏了头脑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搞清楚 三师妹为什么人设发生了改变 林霄害羞地问道 难道你家大师兄还不够猥琐不够讨厌吗 要知道他在神龙风里 没几个人真心待见他 平常温柔可爱的三师妹一脸严肃地表示 他永远不会忘记入山的第一日 他绝望无助的时候 是大师兄给了他温闹 还有六岁时不小心弄坏情弦 是大师兄熬夜帮他修好的 林霄骂了 三师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表面上维持反派人设 暗地里却做着满满的事 林霄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背后做的事 所以人设才发生了改变 难道说此事此刻的三师妹 并不是喜欢书里的反派林霄 而是当下的自己 还没等林霄反应过来 三师妹竟主动将大师兄搂进怀里 大师兄你愿意接受微微的心意了吗 林霄刚要回答却被三师妹再次亲吻 而这干大的荧幕也恰巧被前来的二师妹尽收眼底 三人顿时愣在了原地 林霄见状惊天豁出去了 还不等二师妹拒绝便将其一把拽进怀里 果然当反派才是最快乐的事 其实林霄的内心慌得要死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道理 林霄打算先把他们灌醉 就是看师妹们的样子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男主的后宫竟打算对反派师兄霸王硬上宫 原来大师兄的秘密早就被二师妹发现 二师妹从小家破人亡 后被师尊带回神乱丰收为弟子 二师妹每日刻苦修炼 只为早日变强报仇血恨 而林霄小时候却只知道欺负二师妹 每次在师妹练剑时 就会一把抢走师妹的宝剑 即便被抓还是一脸嚣张的小表情 表示不就是拿他的剑玩意玩吗 他的剑又笨又重 人家才不想要呢 二师妹的手也因每日过度练剑 磨得满是伤痕 其实大师兄这样做 只是不忍心看他受伤罢了 溜走之后的大师兄 路过三师妹的房间时 发现三师妹正在房间内痛哭 原来是因琴弦断而伤心 大师兄走上前来表示 是他偷偷剪断的琴弦 原因就是因为三师妹弹琴太吵 吵得他晚上睡不着 得知琴弦是大师兄故意损坏后 三师妹哇哇大哭 大师兄见状于是拿出他一直想要的琴吐 当作赔礼道歉 谁知琴吐内容却是一片空白 我们这个大师兄从小就这么坏坏 即便在睡梦中三师妹也不断想了他的琴弦 嘴中不断咒骂着你个坏蛋大师兄 大师兄为此也表示很无奈 为了维持反派人设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对不住师妹们 为了不让三师妹太过伤心 林霄连夜修补了琴弦 当清晨起来看到床边修好的琴弦 三师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可当他酒醒过后却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 只见二师妹一脸病焦的模样看着自己 林霄也没想到他竟然喝断片 上一秒还在和两个师妹看星星看月亮 下一秒就被师妹捆绑 这刻喵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师兄你看咱们又为师妹多训啊 才喝几杯就醉了 看来只有小龙能陪师兄一醉方休了 我善良温柔的大师兄啊 这些年你一定演得很辛苦吧 大师兄麻了 难道自己的演技早就被二师妹看穿 二师妹的定情信物有多牛批 竟将自己的贴身之物当作定情信物 被推倒的大师兄一脸害羞 二师妹则表示如今师兄不用再隐藏自己了 你的秘密人家早就知道了 大师兄看着二师妹一脸病焦的模样怕得要死 激情的爱人家不喜欢了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个反派 于是酝酿一番过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二师妹 你大胆 这帮放肆就不怕师兄今晚狂性大发吗 你可知道 你师兄发起飙来连自己都怕 其实二师妹早就看穿了一切 明明内心善良温柔 却努力想要扮演一个耗色猥琐之徒 大师兄你真的是太可爱 谁知下一秒二师妹竟强吻了上去 林霄麻了 这特喵的真是令人猝不及防呀 借着微醺般的感觉 二师妹竟脱下了他的丝袜遮在了林霄的眼上 大师兄既然偷了师尊的丝袜 想必一定很喜欢女孩子的衣物吧 这是人家特意送给大师兄的定情信物 林霄麻了 他怎么知道人家偷拿了师尊的东西 林霄猜测这个未免 从一个时间线开始剧情就已经彻底崩坏了 一切都是命运十字门的选择呀 此时二师妹酝酿已久的喷嚏终于打了出去 这时他似乎有些清醒起来 看着这尴尬的一幕 连忙解释刚才喝的有些头昏 这才冒犯了大师兄 林霄一脸无语 气氛都烘托到这 你给我掉链子 这时二师妹一本正经的说明了此次来意 那就是下个月的五脉会舞 咱们各脉内部将会定下最终出战的人选 他请求林霄跟网界一样不要出战 由他姐妹三人代表神弯风 若是那个叶尘在党狗胆包天挑衅大师兄 由他亲自出马教训即可 大师兄文言一口围绝了这个题 表示自己身为首席 岂能躲在几位师妹的身后 并扬言叶尘再敢叫嚣 他闭上台打的词子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他 就连临走时还不忘小庄一下 表示现在的他已无敌手 林霄心中早已暗自发誓这次五脉会舞 他定要抓住机会被叶尘成功打理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能容许剧情再次崩溃呢 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 果然大师兄拒绝了 也就是说师兄真的会像天道记忆预言的那样 与叶尘比试走上不归路吗 但想到白天的收徒大人 大师兄一剑碾压叶尘扭转了命运 他对大师兄有信心 接下来的五脉会舞一定会再一次改写命运 看着早就醉得不省人士的三师妹感态道 师妹啊师妹 只要今后你不跟师姐抢大师兄 师姐还会疼你的 希望我们不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吧 天选之子竟差点死在自己的后宫手中 原来被套路的男主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 此刻的叶尘犹如丧家之曲 将这一切都甩锅给林霄 要不是他派出又为使用美人计 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事是老让他别狗叫 有位半步化神的强者来了 看样子怕是要来处决你的执法堂太上长老 下一秒砰的一声 劳门竟被直接踹开 来人正是苏寡妇 叶世子 你总算落在本座手上 说吧 你想怎么死 看到浑身杀气的苏妹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忙求助师老救命 这女人是真的要对自己下杀手的 见师老一言不发 于是叶尘便开口威胁 你如今已藏魂寄生于我 我若生死你也没好果子吃 你若今日救我 从今往后什么都听你的 苏妹看着男主的这副嘴脸只觉得十分恶心 记忆里那大气韵加深 搅动青蓝中乃至整个中州大陆的天命之子 难道就是这副贪生怕死的德性吗 你这个疯女人 你使得并非先门法术 而是魔修的忌然 此时的苏妹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什么天道记忆 什么悲惨下场 她今日就要打了男主扭转乾坤 就在男主即将挂掉的时候 石老突然出手将男主从苏妹手上就走 苏妹也猜到了就叶尘之人 应该是记忆里提及过的神秘高人 可惜剧本只是勾勒出了大概的未来图景 叶尘背后的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还从未展示 想到接下来的文脉会议 如若不阻止叶尘后果不堪设想 回想之前林霄在剧本所作所为 本应是一名育育而终的小人物 但却在收图大典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猜测林霄就是改变整个局面的关键棋子 只见苏妹露出一脸病娇的模样 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把林霄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 此刻的男主正在疯狂逃命 石老则在一旁继续劝他借此机会离开青蓝宗 身为天命之子以后的机缘也不会少的 等修成大果正到神王 再回到此处覆灭青蓝宗 岂不美哉 只见男主停下脚步 扬言自己乃是天命之子 与他作对的都得死 否则这天命之子不当也罢 你我不过是个区所需 何必将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无奈的石老也只好再次低头 随后便问起男主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而男主自然是要将林霄与处又为合伙 陷害他的事情告诉园艺老道 让林霄为此付出代价 石老这时提醒叶晨 那园艺老道身上夹杂着一股上股邪魔之息 搞不好此人是八大宗门安插在正道的奸细 叶晨文言竟哈哈大笑起来 正好与这家伙联手一起灭了青蓝宗 只要他一封书信 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美少女妹妹叶轩儿 就会率领八十万北川精气配合 魔门势力一举将青蓝宗踏灭 此刻的石老已经是对男主失望透顶 正邪不焚 善恶不变 死子没救了 随后他便想到那位隐藏在青蓝宗劫胡叶晨气韵之人 或许抱此人大腿还算不错 天命之子竟阴差阳错拔出了魔剑 原来逃跑后的主角意外来到剑种秘境 石老一眼就认出了这里 剑种秘境是青蓝宗专门用来给本宗弟子铸就本命零剑 十年才会开启一次 男主文言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强大的武器了 石老一脸兴奋 告诉叶晨只要能成功得到一把 对修士本身的实力内将失智的提升 所以每年才有这么多人要拜入青蓝宗 石老感受到剑种内有一股神秘的精纯力量 猜测里面可能是叶晨的大机缘 叶晨文言一领兴奋 前一秒还在被人追杀 后一秒就碰上刺等机缘 这才对得起他天命之子的身份嘛 可这时石老突然拦下他 只因怕剑种内危险重重 凭他现在的实力进去只有死路一条 叶晨则认为常年关闭的剑种 因他的道来而打开 这分明就是为他而特赦的机缘 有了这机缘他定能将灵霄狠狠踩在脚下 最终叶晨不顾石老的劝解 还是进入了剑种内 在两人的不断探索中 石老终于找到了那股神秘力量的源头 就在打开石门的一瞬间 叶晨就飞快地冲了进去 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柄诡异的魔剑插在棺材之上 石老不解为何仙宗内会有魔族的武器 可叶晨则不管那些 只有此等魔兵才配得上本世子的身份 这时石老再次阻止叶晨不要轻举妄动 提醒他这魔剑有极其邪恶的镇压封印 此情此景必有重大隐情 不是他能把握的 叶晨文言恶狠狠地盯着身后的石老 他把握不了 那你觉得清兰宗内抢走他气运的那丝能有把握吗 石老无奈地告诉他 对比目前的气运情况 确实那人或许有把握 男主文言当即暴怒 凭什么他可以 我就不行 今日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当叶晨拔出魔剑的一刹那 棺材内的魔器蜂拥而出 石老也在这时感觉到来自上级的气息 此刻的叶晨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扬言这就是为他特赦的大纪元 扭转乾坤 只日可待 下一秒萧红灵就出现在男主的身前 此刻的叶晨一脸猛逼 灵霄的师尊怎么会在这呢 这时萧红灵才缓缓开口说道 你果然能解开这个封印 不枉人家引你到此处 而灵霄看着裂开的茶杯 一种不妙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口 堂堂爽闻男主天命之子 明明天下的女子都该倾慕于他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反派大师兄的 其实上一世的叶晨在拔出魔剑后 青蓝宗的祖师娘娘月姬便就此出现 并将青蓝宗祖脉之力传授于男主 作为助他解除封印的报答 自内之后叶晨便暴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如今的青蓝宗沦落至此 全都是拜他所赐 这时男主也不再掩饰 扬言只要师尊带着师姐们老老实实顺从于他 他就会帮其保住青蓝宗 如若不然便屠灭青蓝 时间来到叶晨入剑中之前 萧红灵按照天道记忆来到魔剑所在位置 他不解到底是谁 将月姬封印于此 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既然他已经提前知晓 那自然不能如叶晨所愿 这魔剑可是叶晨的机缘 所以他必须提前拿走 这样叶晨的人生就将止步于此了 可萧红灵使出浑身解数魔剑依旧纹丝不动 果然这把魔剑只有真正的气韵之子才能拔出 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将叶晨引入剑中让气拔出魔剑 他在半路截胡 这样叶晨所有的努力便会功亏一篑 时间来到叶晨拔出魔剑后 萧红灵也在此时霸气登场 石老健壮连忙提醒男主情况不妙 叫他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男主两眼冒光 将半路杀出的萧红灵当作他的机缘 石老拔了 你小子还真是犹言不尽了 面对如此妩媚动人的世尊 身为天命之子的他也沦向 此刻的叶晨心中暗想 只要能拿下萧红灵 灵消那个仙棍还不服手称臣 就在他白日做梦时 萧红灵一把便将他丢飞了出去 并嘲讽叶晨要有自知之明 能让他萧红灵高看一眼的 唯有他的徒儿灵消 至于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此刻的叶晨内心被打击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明明自己才是气韵之子 天下的女子本都该爱慕于他 可这一切凭什么都变成灵消的 石老让叶晨快逃 他已经感觉到萧红灵起了杀心 可叶晨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 以为自己是气韵之子 绝不会轻易苟呆 谁知下一秒便被萧红灵 打飞了数米之远 而此刻的萧红灵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灭了叶晨改写青蓝宗的命运 谁知就在常见即将刺中叶晨时 拥有天道庇护的叶晨再次化显了 并降下天雷重伤了萧红灵 天命之子竟被师尊打成猪头 就连戒指中的石老都被揪出来一顿胖揍 就在萧红灵打算一剑解决掉男主时 静意万受到天道庇佑降下的惊雷 身受重伤 此刻的男主感觉自己又醒了 小爷我果然是气韵之子 想要对我出手 这下遭老罪了吧 想到萧红灵刚才对自己的羞辱 他今日必报此仇 要不他还算得上男人吗 萧红灵也在这世 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站起 即便浑身是伤 他也要干掉叶晨 可每一次想要对叶晨动杀星 就会被天道庇库惩罚 此刻的叶晨一脸猥琐 放弃吧萧仙尊 人家会让你死得其所了 随后将魔爪伸向了萧红灵 萧红灵内心无比自责与不甘 这一是他终究还是保护不了他的宝贝图 谁知就在叶晨即将得手时 随身佩戴的玉佩突然亮起 天道庇库竟然消散了 这时石老赶忙提醒叶晨小心 天雷被化解了 但叶晨此人依旧不慌 并出烟提醒萧红灵 若是敢对他下杀手 还会有第二到第三道天雷接踵而至 扬言这世上已经没人可以阻止他了 而萧红灵这次并没有打算出手灭掉叶晨 虽说杀不得但是还打不得吗 随后便对着叶晨一顿猛快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此刻的叶晨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真是惨目忍睹的 临走之时还将今日的记忆从叶晨的脑海抹出 可就在萧红灵离开时 突然又折返回来 差点就忘记你这老家伙了 真是同情失老了 跟着天命之子问 十天坐九顿 我愿称他为最惨的天使投资人 月姬也在此时主动现身 他们本想提前诱骗叶晨来此地 神不知鬼不觉将其击杀 不料七韵之子的天道 居然必须叶晨到如此地 好在萧红灵身上这枚玉佩 替他挡下了雷接 而这玉佩乃是灵霄小时候 亲手送给萧红灵的 看来冥冥之中天一已经发生了变化 月姬猜测唯一能阻止叶晨的 看来只有灵霄了 违京之计也只能在剧情到来之前 他们二人尽快为灵霄谱好 接下来要走的路才行 单纯傻白甜的四师妹 竟突然闯进了反派师兄的房间 将大师兄看了个惊光 此刻的神轮风高级弟子宿舍内 大师兄正在房间泡澡 他没想到二师妹隐藏挺深的 看着冰清玉节玉解放十足 但没想到还有两幅面孔 本打算洗完澡睡个回笼觉 四师妹竟突然闯了进来 大师兄 师尊让人家通知你去一趟翁守风 那个叶晨在掌教真人面前 声泪俱下控告你跟三师姐 灵霄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没穿衣服 真是当场射死呀 但遇事不决 反派文学 反正自己是反派帕的锤子 于是开始调戏起四师妹来 可单纯傻白甜的四师妹 对灵霄的花言巧语完全不懂 灵霄也是一脸无语 若是二师妹和三师妹在此 恐怕已经羞红了脸 他是真的什么都不懂了 果然是原著中 最纯真无邪的小天使 为了还原反派人设 他竟然对如此单纯的小师妹 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 真是心痛了 于是连忙将小师妹请出房间 自己先去穿个衣服 关上房门的小师妹 一脸定焦的模样 大师兄的身材好棒呀 他发誓一定要在 五脉会五时灭掉叶晨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得到大师兄 另一边睡梦中的朱婉宁 也在此时觉醒了天道记忆 记忆里清兰宗弟子死伤无数 叶晨却让他赶快去救 萧红林和其余的几位师妹 看着如此虚伪的男主 朱婉宁真是对他厌恶至极 若不是叶晨一路上 故意担个时间 清兰宗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只有萧师叔 和三位师妹正在血战 为了救下萧师叔 和神兰风的师妹们 即便他多么不愿与叶晨为伍 还是同他一起 开启了护宗大阵 你的师妹是活下来了 可他的师尊和师妹们 却全部惨死 就在叶晨本以为 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时 殊不知萧红林和师妹们 已经看清他虚伪的嘴脸 一阵敲门声 也将睡梦中的朱婉宁惊醒 原来是叶晨现在碰到 他跟神兰风的三师姐合谋 所以长叫叫他去 一趟龙守风对峙 如今觉醒天道记忆的朱婉宁 也在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不会放过 这个该死的叶晨 他现在唯一不解的是 萧师叔口中的萧儿是谁 高冷无双的助师妹 竟也对反派师兄放心暗许 更是主动站出来为灵霄开脱 此刻的龙守风宫外 小师妹让灵霄快点进去 省得叶晨在里面添油加醋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叫住了灵霄 而来人同样是被叫来对峙的 凤鸣风苏寡妇 坐下大弟子朱婉宁 原著中朱婉宁可是男主 费尽心思才撩到的极品后宫 只见大师兄一脸猥琐地 看着面前身穿黑丝的朱婉宁 这可把身旁的小师妹气得要死 以原助理朱婉宁对叶晨的感情 看来是想商量对策 如何圆满地将叶晨救出 谁知朱婉宁竟也不按套路出牌 指责叶晨此人色胆刀天 擅闯天女池 咱们身为首席大弟子 必须联手严惩此人 最好让他勇士不能翻身才行 林霄文言直接愣在了原地 但随后表示自己行事做人光明磊落 叶晨虽然有罪 但自有宗门铁律判定 并请求朱婉宁不要落井下石 身后的小师妹一脸不爽 大师兄什么时候这般正义光辉了 而大师兄则一步步敢停留 带着小师妹开溜 生怕再和朱婉宁掰扯下去 使剧情跑偏的更加离谱 朱婉宁看着离去的大师兄 竟害羞了起来 他没想到大师兄如此刚正不论 与他想象的不一般 与此同时神霄宫掌教 大殿内歌风手作早已齐聚 林霄刚一到场叶晨便开始飙昔 看到这一幕林霄是一脸无语 援助理独断妄谱的叶神王 竟被他这个喽啰反派击败后 对着魔门间谍下跪痛苦 而林霄现在能做的 也只能尽最大可能 让这祸活到我们会 随后给叶晨来了一个国际首饰 而他也在刚才跟男主对视之时 感觉不到那股天命之子 自带的强大压迫感 难道是这小的气运开始衰败 这时长教询问林霄 为何楚又威没有到场 林霄回答三师妹昨晚恋情过度 伤了心脉所以在宿舍歇息 随后便开始审问林霄 昨晚是否只是楚又威 将叶晨骗到天女时 林霄马了 要怎么说才能撇清他的关系 又不至于将叶晨弄死 胖子老道让叶晨放心 以他这些年在宗内积攒的人缘 今日若没人提林霄出头 他必死无疑 谁知下一秒苏广父近站了出来 表示今日萧红灵没来 他便替其做个主 亲自为林霄站台撑腰 林霄也在此时感动得要死 叶晨则是满脸不甘 他好恨呀 凭什么林霄这个先棍运气这么好 而他也在此时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林霄该不会就是 时老所说的那个 劫胡他气运的未面之子吧 随后苏寡妇便在大殿上 和林霄一唱一和 苏寡妇本想帮林霄开脱 胡料静承认昨晚派三师妹 替他去向叶晨道歉 因为林霄深知三师妹 那晚去天荡风找叶晨 大概率会与天荡风的 其他弟子碰面 与其遮遮掩掩掩 还不如大方承认 但紧接着林霄解释他的本命 只是让三师妹 替他缓解和叶晨的仇怨 没想到三师妹 竟一脸急迫地找到了他 说是与叶晨不小心走散了 并且四下寻找 都没发现叶晨的身影 这番牛批的反向操作 不仅让大家相信了 这是一场误会 更令弟子们投来崇拜的目光 对待手下败将 也如春风般温暖 林首席真乃真君子也 这可把一旁的男主 气得牙痒痒 明明是故意设计陷害 现在却变成了前来道歉 苏寡妇闻言当场暴怒 这可把叶晨吓得直打冷战 好在胖子老道出来打圆场 苏寡妇随后询问林霄 谁能给他和师妹作证 林霄也一时回答不上来 可就在此事前 是本是男主后宫的祝婉宁 突然站了出来为林霄作证 天命之子竟向反派师兄低头道歉 谁知下一秒就被师敦当场 就在刚刚驻师妹 突然站了出来为林霄证明 在扣押叶晨之时 确实见到神鸾峰的楚师妹 在问其他弟子可曾见过叶晨 此话一出直接证明了 这场事情是一场误会 祝婉宁虽不曾与林霄谋面 但在天道记忆里 得知他会演独具 是最先识破叶晨此人的虚伪面目 因此他打算趁着这一切尚未发生 与大师兄一同并肩作战 将叶晨送往地狱 叶晨闻言当场暴怒 指责几人都是一虎 随后又飙起了眼睛 苦苦哀求在座各位首座长老 替他做主 林霄见状是一脸开心 这鬼活小青年 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挺会看别下菜的吗 可惜你还是太年轻了 只见林霄一改常态 化身正道的光 叶师弟我执你情绪激动 口不择言 但是你不能因为 自己遭受委屈构陷无辜 如此又如何能助就一颗 清净刚直的道心 这番夸张的表演 也成功征服了在场的吃瓜群众 本想在为自己辩解的叶晨 被胖子老道一把堵住嘴 只见他一脸黑线 让叶晨就此承认 此事是个意外 今日之仇他日为 师弟会助他血债血偿 于是胖子老道也 借泼下离打起了圆场 解释整件事都是个误会 并让叶晨服软主动 握手言和道歉 叶晨一脸不甘 明明他才是本次事件的 唯一受害者 都被打成猪头了 到头来还要跟这个仙棍低头道歉 但大丈夫能屈能伸 虽有万般无奈不甘 最终还是当众向林霄道歉 林霄见事情总算到一段落 于是打算握手言和 谁知下一秒 叶晨竟被师尊当场的 萧红林赶忙来到林霄面前 扬言今日只要有位师在 这青蓝宗便无人感动 林霄分毫 叶晨麻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呢 林霄赶忙向师尊解释都是误会 当前人家叶晨是走过来握手言和的 一脸尴尬的萧红林 连忙带着林霄返回了神弯峰 留下独自一人的小师妹在此 小师妹一脸不守 师尊一来师兄的眼睛 就再也没有人家了 明明是人家先来的 几位手作剑 萧红林越发没有章法 于是打算拍出一人前去敲打一下 苏寡妇直接毛遂自荐 正好她对林霄失职的资质很是欣赏 师妹的脾气秉性 她也最清楚不过 这件事就交给人家好 苏寡妇深知若再不出手 林霄怕是要被萧红林拐走了 她绝不允许到嘴的猎物再飞走 反派师兄竟向师尊当众表白 而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也令师尊开心不已 自证清白过后的林霄 第一时间便被师尊带回了神乱风 萧儿 咱们总算回家了 不用害怕别人欺负你了 此刻林霄内心无语到了极点 我特喵的是害怕您老疯狂改剧情了 闭言不合就Q天命之子 师尊看她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林霄连忙解释 劫后余生现在开心还来不及吗 萧红林深知她心中不满 觉得今日为师多此一举了 心情也变得格外低落 林霄也在此刻爆发 觉得萧红林今日有些偏激 虽然叶臣不是什么好人 但她确确实实没有伤害人家的意思 师尊不分青红皂白 就将她打成重伤 林霄说完这些肺腑之言后 内心慌的一批 早就做好被师尊一巴掌拍飞的命运 谁知师尊竟没有反应 而是站在原地痛哭了起来 萧红林没想到这一世 从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 但是林霄竟如此看待她 她今日只是想保护她心爱的徒儿 这难道也有错了吗 想到之前月姬所说 难道林霄真的对她没有一丝情感吗 而今日就让我们的缘分止步于师徒吧 没有幻想就不会受伤 谁知就在她伤心欲绝试 林霄竟突然从身后抱紧了她 什么反派师兄 什么非生成仙 剧情崩坏 都先一边去吧 是恩浩荡 做人若不能知恩图报 跟贤于又有什么分别呢 随后林霄说出了那一日师尊问她的问题 只见大师兄一脸深情地表示 自己愿意一生一世陪伴在师尊左右 一直到永远 师尊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整个不要不要的 她没想到林霄这小子竟然这么会撩 林霄看到师尊开心的就像个小女孩 她发誓飞声成仙之前 绝不会再让师尊落泪 莲花洞府内 萧红灵一脸严肃交代 林霄在接下来的武漫会晤 要让她大杀四方 明镇整个冬域修真剑 大师兄五语到了极点 师尊怎么又开始改剧本了 林霄连忙自嘲起来 活而滋志平平 这辈子看来是成为不了一代天骄了 萧红灵看她一副吊耳郎当的样子 那叫一个气 得知林霄心中所想她也很是感动 于是主动提出要帮林霄脱胎晃 这样也能让她更长久地陪在她与三位师妹身边 只是这个办法可能会令萧红灵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 原著中曾经提到过师尊乃是上界太阴见地转世 难道师尊真的要给自己一套大造化 可人家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以人家真的不需要了呀 于是连忙拿出梅酒转移话题 师尊这就是十大珍惜仙酿之一的净花轻酿 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好在有这么个道具令她逃过一劫 果然没酒才是师尊的真爱 反派师兄竟对师尊做出如此可爱的事 更是在临走时偷偷亲吻熟睡的师尊 前世的大师兄在五脉会五时 因不满之前被男主羞辱 所以偷拿师尊的绝天黑莲打算找回场 谁知竟被师尊发现 斥则林霄竟敢擅自盗用绝天黑莲偷袭同门 真是太令为师失望了 林霄连忙解释叶臣此人的话不能相信 可师尊已经对林霄失望透顶 并将其带去丝国崖面比 林霄心中虽有万般不甘 但最令他心痛的还是师尊对他的态度 其实林霄不知道的是 萧红灵以建议灌顶为条件 才赦免了林霄的过错 谁知当他来到丝国崖 却发现自己的宝贝徒儿竟自觉于此 每当在睡梦中想到前世发生的一切 他就不由落泪 萧儿 这次为师绝对不会再让之前的悲剧重灵 林霄也没想到系统奖励的美酒居然如此好使 就连师尊这个酒鬼都醉了 看着被灌醉的师尊 林霄一脸坏笑 这要是不做点坏事也太对不起他反派的身份 随后他便将接下来的做死道具 绝天黑莲弄到谁 按照原著剧情 在武漫会舞之前 林霄为了碾压叶臣 鬼迷心窍地潜入师尊的洞府 偷取了神乱风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也是因为这个奇迹师尊才对他大胆失望 这次他不仅要带走绝天黑莲 还有一件事他一直想做 那就是趁师尊熟睡好好捏捏他的小脸 这手感真的绝了 做完这一切的林霄 领走十一脸深情地亲吻师尊的脸颊 殊不知肖红灵其实一直都在装睡 他没想到林霄竟会偷偷倾塌 而且还这么的熟练 月姬也在此时突然出现 居然真被肖红灵算准了 林霄这小家伙还真会偷拿法宝 好在肖红灵早就有所防备 让月姬净化了绝天黑莲的胸上魔器 如今的绝天黑莲已经蜕变成为了 真正的天阶法宝九幽清莲 月姬竟也看不透肖红灵 难道是他记忆里有着天道遗落的预兆法则 这才窥探了几分未来 肖红灵文言只是窥探怕是远远不够 之前月姬前辈曾说那夜城是身负上界大气韵之人 若想彻底抹杀他必须先地榨干他的气韵 月姬告诉他眼下好像就出现了一些转机 原来就在林霄进来之时 月姬便嗅到林霄身上有一丝来自上界的金色气韵 肖红灵文言一脸震惊 难道肖二也是来自上界的气韵之子 其实林霄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月姬猜想他应该是在肖红灵的默默付出之下 不仅开始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更是要逆袭反噬天命之子了 并教师妹竟向反派师兄当众表白 更是一言不合就强伟师兄 身为反派大师兄的林霄自然也不甘示弱 小师妹八岁时便被长老每日严加训练 整日里就是面对凶猛的灵兽让其沉浮 每当小师妹受到威胁林霄就会出手相救 但依旧逃不过林霄的贬低嘲讽 小师妹真没用了 关键时刻还得看人家的 就连教他御兽的长老都对其失望透顶 真是胆小如鼠 不适合做一名御兽师 可即便这样小师妹依旧不愿放弃 只因他要亲手灭掉那个害死他父母的妖兽 夜晚小师妹被一阵声响惊醒 当他走出外境发现那头 杀死他父母的妖兽居然被人斩灭 而灭了那妖兽之人 正是每日捉弄他的大师兄 曾经弱小的四师妹 如今已能号令如此高等级的妖兽 这一切多亏了他心心念念的大师兄 当林霄在身后偷摸捏捏小师妹时 小师妹便猜到来人正是他的大师兄 只因大师兄的呼吸和气味 小师妹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 林霄一脸欣慰 这才是他纯真可爱的四师妹 那天那个统御万寿扬言 踏平青蓝宗的黑化病胶一定是幻觉 这时小师妹一脸激动 表示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大师兄 就这样小师妹不知牵着林霄走了多远 当林霄拿下白沙 天空中全是小师妹为他准备的七彩伙风 看到这一幕的林霄极为震惊 这可是放眼整个好土都极为稀有的上古先天灵兽 难怪原助理暗示说 真正能毁天灭地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罗里 林霄一脸不解为何师妹要送他这些 小师妹害羞地表示 音音问过大师兄最喜欢的灵兽是什么 林霄内心感动不已 其实林霄当初所想是想要与家人团聚 他没想到自己随口一提的一句话 竟让小师妹牵挂了这么久 小师妹见林霄低头不予以为送的礼物不合心意 于是连忙向大师兄道歉 大师兄历来对御兽没有兴趣 又怎会喜欢这群凤凰呢 谁知下一秒林霄竟一把将小师妹拢进怀里 并表示这礼物他好生喜欢 小师妹文言开心的飞起 人家最喜欢大师兄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派师兄竟也在此时害羞了起来 最终小师妹深情一吻告别单身 林霄麻了这还是他纯真无邪的小师妹吗 他一个反派都自愧不如啊 为了维持他猥琐的反派人设 林霄直接反客为主 接下来便是他的主场了 谁知小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 表示大师兄这些年都是同一套狠话 也不嫌累 忽然天边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只见天空之上七颗五彩斑斓的光球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陨落 最终七道光球撞击在了不远处的泰苍山上 这时林霄才反应过来 那地方好像是青岚六圣居住的泰苍山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天命之子竟被诗老无情抛弃 末期少年穷现在也不好使 此刻的青岚宗之殿的泰苍山 青岚先宗剑圣太武真君一脸惆怅 原来是天道并未回应他们的祈愿 七星其命阵彻底失败 太武真君表示五脉会五即将开始 本届夺者乃是天选之人 于是吩咐到时将其带来泰苍山 他将亲自传授本门至宝抵御魔门的威胁 这也是他作画之前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太武真君得知萧红林 最近都在指点弟子修行一脸欣慰 随即下令带他作画飞升之后 若盘龙深渊里的邪魔冲破封印 一切为萧红林马首是瞻 只因他知道萧红林才是青岚宗最大的底牌 与此同时大师兄想到那一项英式七星其命阵 根据原著剧情五脉会五前夕 其所有长老之力 以青岚禁忌古法七星其命阵 为即将陨落的剑胜太武真君延续受援 在青岚宗也唯有他能勉强和师尊这位太英见地转世打平 为何这位合道镜的大门会提前陨落 只因他常年消耗本源镇压宗门禁地里的大宝 也就是胖子老道的师尊天鹦血我 林肖没想到剧情竞崩坏成这个样 按援助剧情在男主取得冠军后 便被前往盘龙深渊找到那柄青岚法剑 并在那里获得他的第二个机缘 白子上届的大门元月姬 可现在青岚法剑被系统强行塞给了林肖 但男主要拿什么去抵御魔门呢 想到这里林肖便一脸黑线 小师妹见状连忙上前安慰林肖 大师兄别担心 人家会保护师兄的 此刻林肖内心挣扎无比 只有熟知剧本的他才能轻松吊打邪魔 保护师尊和师妹们的安全 另一边被肖红灵打成猪头的男主 正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更是扬言待他崛起之后 定要将林肖抽筋扒皮 石老见他都这样子还是不愿放弃 也是一脸无语 早就告诉他绕过青岚宗 此事照样是身怀大气韵的天命之子 并提醒男主他到青岚宗后遇到的所有女子 都无时无刻绞尽脑汁想送他归西 而是那个他最痛恨的林肖一直在绑他 叶辰文言一脸不爽 感觉石老无非是想借机嘲讽他罢了 石老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打算最后再帮他一次 祝叶辰在会伍上夺得魁首 严禁于此的石老回到戒指内后便一言不发 叶辰见状连忙道歉 并给石老画起了大笔 待他正道之日定会帮其重铸肉身 可惜石老这次是真的心灰意冷了 即便他怎么样苦苦哀求石老依旧没有理会 就在此时胖子老道突然来访 见面就是一顿浮夸的演技 叶辰也不傻让其有话直说就行 胖子老道打算和叶辰通力合作 如果能得到叶轩二八十万北川惊奇的帮助和愁大事不成 那就是一个月后的五脉会伍 他要代替天荡风出战 并让其放心半月过后他不仅伤势恢复如初 实力修为更能领域月龙门 胖子老道虽然不愿 但想了想好歹也是个天命之子 搞不好还真有什么底牌 胖子老道告诉叶辰本脉首席弟子 你的陈锋师兄一项为师请求出战 另外两个名额已经定下 这件事情有些难办了 叶辰表示师尊无需为难 半个月之后他要与陈锋切磋比试一较高下 争夺五脉会伍资格 当过反派的都知道 小生活那叫一个逍遥 每天日常就是睡觉摸鱼平躺 回到房间的灵霄那叫一个不爽 先前二师妹劝他别参加五脉会伍也就算了 现在连小师妹这丫头都跑来劝他 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这个大师兄前几届都是当缩头乌龟 这次他们为何如此笃定他会参加呢 但此刻灵霄最关心的还是 从刚才开始他的会跟隐隐约约有几分灼烧的痛 灵霄一脸害羞完了完了 情况好像不妙了 在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 并突破至金丹近初期 灵霄一脸无语 人家主角叶晨都在老爷爷的指点下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 他一个反派直接给整成了金丹大修士 到时候在五脉会五时碰上叶晨 他想数都难啊 于是灵霄决定来到幻灵洞府选择平躺 每天只做三件事 睡觉 看流影 还有摆烂 谁知即便如此 在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下 灵霄仅用了十天的时间 就自动修炼到金丹中期 连呼吸都能变强 真的是造念啊 这时怀珍突然来访 原来是师尊传召本脉所有弟子前往天女牙的太义广场 召开五脉会五的动员大会 按援助时间线 灵霄就是在这次动员大会上收到叶晨递来的战书 如今叶晨败入反派阵营 不知剧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灵霄询问怀珍 其他几脉的出战人选都是谁 怀珍也是将他所打听到的消息一告知了大师兄 当灵霄得知龙守峰今年还是由徐正兴出战一脸惊讶 按照援助这一届的五脉会晤 龙守峰将会派出他们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龙守峰上一代首席大弟子江源 毕竟他天生通明剑心体质 天赋绝佳 更是甚得师尊子云真人的宠爱 多年前江源因为私通魔门妖女 被关在龙守峰悟到牙关键六十年 今年正是他解除禁毒的时候 随后一路碾压对手 成功与叶晨会施决战 但最终还是不敌天命之子被无情报答 灵霄猜测不会是江源认损了吧 更是从怀真口中得知 叶晨不仅修为突飞猛进突破金丹初七 更是还打败了陈峰师兄 灵霄文言一脸开心 石老真是太给力了 随后灵霄从储物界中拿出一袋零食和一柄练乞七的低剑飞剑送给怀真 怀真看着这两件东西眼睛直冒金光 大师兄嘱咐怀真 在五脉会晤时 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要去插手 会晤结束就下山找个地方摸鱼躺平潇洒过一生吧 只因灵霄在五脉会晤被男主打败后 最终在众叛亲历下选择自我了断 而在灵霄死后 怀真欲要为大师兄报仇血恨 最终偷袭失败生死到消 看着憨憨的怀真 灵霄一脸伤感 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前顺手改变这老实孩子的命运 听完大师兄所说 怀真竟嚎啕大哭起来 在他心中也只有大师兄愿意与他说话 试图与他成才 这份恩情他一直牢记于心从不敢忘 怀真答应大师兄 五脉会五之后便离开青蓝宗 做一个平凡之人 安慰王怀真后 灵霄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 怀真心中暗自发誓 我家大师兄是这世上最宽厚善良的师兄 这辈子便是为他呼出性命又如何 人家一定会守护好我们的大师兄 羡慕反派师兄的每一天 大师兄刚刚出场 两位师妹就主动前来投怀送棒 但如此美妙时光却被天命之子下的战书打过 不愧是神乱风首席 气质高贵无人能比 大家也觉得灵霄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我在家平躺修为都突飞猛掌 就在这时两位师妹突然抱紧灵霄 灵霄连忙让两人松开 人家不能呼吸了呀 师妹们发现大师兄竟然突破先天 进入了金丹 十分惊讶 要知道灵霄十几年都在先天初七原地踏步 几日不见居然突破到了金丹 灵霄一脸不爽 你家大师兄之前是低调 不想突破罢 现在不装了 摊牌了 我是天才怎么低 如此嚣张的模样 让两位并教师妹更加春心荡漾 果然如剧本中所说 大师兄为了保护大家 没日没夜地拼命修炼 用生命与夜城内的天命之子战斗到底 十日入金丹 完全可以想象大师兄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与艰辛 灵霄麻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还没等灵霄反应过来 师妹们竟当众再次扑进灵霄怀中 人家不就是摆烂了十天 至于这样啊 就在此时世尊霸气登场 看着不远处的灵霄他们 萧红霖内心无比惆怅 随后萧红霖表示 关于此次打头阵的三位内门弟子明儿 分别由神兰风的三位师妹出战 师妹们得知出战一脸开心 扬言一定会提大师兄好好教训夜城 灵霄让他们不要勉强 其实你们什么都不做 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师尊见状一脸醋意 光天化日之下 勾勾搭搭搭成河体肚 但一想到他们都是自己的好徒 又这般天资聪益 他们与自己的大师兄关系和睦 身为师尊的他应该开心才是 于是独自买醉打算忘记眼前的这一切 谁知就在此时突然一阵寒意来袭 神兰风消失书在上 弟子奉天荡风新任首席叶臣之命特来下战书 约战神兰风首席弟子林霄 萧红灵见状一脸杀意 他没想到这个天荡风的元首席弟子陈锋 还是如剧本描述的那般不知死活的找上门来 反观林霄内心开心无比 他心心念念的剧情点终于来了 叶臣好大儿 你果然没让反派爸爸失望 如此完美的开局 真是妙啊 反派师兄竟当众接下天命之子的战书 如此气阔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更加崇拜不已 看着如此从未有过的美妙开局 大师兄无比兴奋 林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成功提升至金丹巅峰 林霄一脸无语 现在都直接强塞经验包了 众弟子对叶臣这番赛前下战书的操作十分比试 叶臣这小子一定是之前被大师兄打的跪地求饶 因此想借机报仇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怎么应对 只见林霄对着陈锋便是一顿嘲讽 这不是陈师兄吗 一阵子不见 怎么这么拉了 好好的手席位置就这么拱手让人吗 如今竟还赶上神乱风挑衅 真是脸都不要了 林霄这是杀人诛心啊 他也应再次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获得九神咒这个被动神通 陈锋也不敢多说什么 随后来到萧红林面前 表示此番前来替叶臣下战书 挑战归派大弟子林霄 林霄连忙询问这战书是给本首席的 去打扰我家师尊是几个意思 并表示这战书他接了 就在这时两位师妹敢来制止林霄不要应战 师尊突然发话 让他们两个让开 这天荡风的战书他亲自接了 他萧红林的徒儿天下无敌 何去区区叶臣 并让陈锋回去转告叶臣 武漫会武之时 他神文风首席林霄 并会再次打得他跪地求饶颜面无存 吓得陈锋瑟瑟发抖 连忙告辞离开 林霄文言开心极了 还是师尊懂人家 可两位师妹却依旧不想让林霄应战 你们这是想忤逆为师吗 两人解释叶臣这种跳梁小丑 根本不需要大师兄出手 纷纷自告奋勇想要替林霄接下这份战书 林霄表示叶臣公然下战书挑衅 他身为神文风首席弟子自当全力复战 怎么能躲在师妹们的身后求保护呢 这要是做了缩头乌龟 神文风千年名声何存 他的脸面何在 师尊的威望何在 无备修饰何距一战 如此气魄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更加崇拜不已 大师兄果然做出了跟天道记一样的选择 跟那叶臣抗争道 我的好朋友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 其实萧红凌早就打算助林霄亲手斩断救日因果重铸命轮 这也是为何他今日城下此战 下方弟子群情激愤为林霄助威加油 两位师妹也表示他们也会支援林霄的 作为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反派自然要有大爱 你们说是不是啊 这次奖励再次来袭 乃是何欢宗老祖秘制法宝魔玉三头枪 听证明就知道应该不是个正经玩意 但系统出品应该必数精品 爱了爱了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爱了 看着月下荡秋千的师尊 开心的就像个温柔可爱的小女孩 谁能不爱呢 此刻获得魔玉三头枪的林霄一脸无语 这法宝的额外效果乃是针对异性敌人 作为一个宅男的他哪来的异性敌人呢 难道是要让人家对三位师妹使用吗 这时师尊来到林霄身旁 打断了他的快乐时光 萧儿 大战在即 莫要在这儿女情长 为师事时候传授你一些真东西 林霄麻了 莫不是又要给人家灌顶了 萧红灵连忙牵着林霄的手 就要带他回莲花洞 这可看待了两位师妹 只见萧红灵换出剑林 带着大师兄一起回去 果然长得帅就是好啊 就连美女师尊都主动投怀送抱 师妹们看着身为下界修士的师尊 连仙剑的剑林都孵化出来了 难道师尊的剑道一路见仙境了吗 两人发誓一定要变得更强 这样才能获得大师兄的独蠢 回到莲花洞的师尊 来到洞外在月下荡起了鞦韆 而这鞦韆正是林霄数年前 亲手为师尊打造的 鞦韆上更是留有林霄充满满意的书信 自从有了这个鞦韆 他就再也没去外面喝过酒了 看着月下荡鞦韆的师尊林霄真的暗 师尊喜欢就好了 给师尊奉孝是徒儿应尽的职责 谁知就在此时萧红灵突然来到林霄面前 还没等林霄反应过来 下一秒便被传送到一出料无人烟的沙漠之中 而这里正是师尊为他搭建的一方见到秘境 萧红灵早已算到叶晨得高人指点 护井突破金丹修为 剑道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于是将林霄带来打算实战锤炼一番 而接下来便是大师兄与师尊的对战 林霄一脸黑线 师尊 你这是要谋杀青涂啊 只是师尊的随意一击 大师兄就显然有些招架不住了 这便是中州修真界近古剑道第一人的恐怖剑压嘛 在这方秘境里 萧红灵将所有剑决神通与修为都压制到与大师兄同等境界 更是以树之为剑都能轻松压制林霄 而林霄也在师尊的千锤百炼下 领悟了师尊所用的剑势 萧红灵很是满意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家萧二 注定是万古独尊的剑修器材 随后打算借此机会 再传林霄一招绝技 这样便能吊打叶晨这个天命之子 并让林霄用他的最强剑技回击 不然可就没机会了 话音刚落 萧红灵便被林霄的绿营缠绕捆绑束缚 师尊 这就是徒儿的最强剑技 谁能想到反派师兄 竟轻松拿捏了师尊 其实早在师尊第一次见到林霄时 就已经喜欢上了他 而今夜市两人第一次在月下对酒当歌 就在刚刚林霄使用他的最强剑技 森罗万象死角缠绕 成功将师尊制服 师尊怎么样 徒儿这招是不是很厉害啊 萧红灵连忙求饶让林霄助手 林霄也没想到他这本命神通连感官都能延续 这也太牛皮了吧 萧红灵一脸怒气 好你的林霄竟敢对师尊如此不敬 林霄见状连忙撒腿就跑 萧红灵一脸欣慰地看着林霄 其实从十四年前 他第一次在桃园村那间小酒馆里见到林霄时 便断定他是万古难寻的剑道器材 林霄内心尴尬无比 人家在原著中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反派喽啰 哪来的逆天见到资质 而萧红灵为了能钻研出克制五行剑爵之法 竟在这天女牙上琢磨了十年 林霄文言一头雾水 十年时间 那叶成不是现在才上山的吗 师尊为什么十年前就研究这套剑爵了 随后大师兄问起这套剑爵叫什么名字 到时候他定要让这剑爵明满清来 萧红灵表示这套剑爵 是他看林霄在摆弄原意插花之时 偶然悟出的 还没想好名字 林霄提议不如就叫插花弄欲剑爵吧 但师尊感觉这名字听起来怪怪的 而且土力土气的 一点都配不上他这套剑爵的神威 下一秒灵光一闪 不如就叫做大威武美丽神剑爵吧 林霄文言一口美酒喷出 师尊你是认真的吗 虽然心中嘲笑了一万遍 但还是对师尊起得这个名字十分肯定 师尊 这名实在是太应景了 还得是师尊你啊 而这也是两人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醉酒当个人生几何呀 月姬看着如此开心的萧红林静有些忧伤 只因仙爱上的人注定要伤心 大师兄怒了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怒了 此阴天命之子竟敢对大师兄的小师妹出手 今日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抱男主的狗头 此刻的大师兄一想到他这个青蓝宗反派喽啰的戏 即将杀青完结洒花就一脸开心 谁知就在此时怀真突然跑来 告诉他小师妹正独自上天荡风跟夜晨决斗去了 大师兄闻言便火速前去救场 此刻的天荡风武剑平 看着被夜晨重伤不起奄奄一息的小妙 小师妹不得气不成声 夜晨则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到小师妹面前 音音姑娘还是到此为止吧 生死决斗的游戏可不是随便玩的 并虚伪地表示在桃园村出遇小师妹时 便对其一件如故 要不是灵霄三番四次挑衅她 此刻我们应该正在一起甜蜜的赏月 小师妹让夜晨赶紧收起她这虚伪的嘴脸 夜晨见她如此名玩不灵 于是走到小师妹的面前 若是之前的我或许敌不过你跟你的灵仇 但现在本世子已经惊非戏比 本世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磕头道歉 小师妹早已看穿她这个小人的嘴脸 对着夜晨便是一顿极致羞辱 并将她若是没有背后那位高人护持 就她这种卑鄙小人又岂会有这般实力 自以为气韵无敌 高贵无双 实际上就是个跳梁小丑吧 夜晨没想到她竟会知道自己背后有人 此刻的夜晨显然已经动了杀意 打算杀人灭口 毕竟时劳可是她崛起的秘密 她是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即便天荡风的众弟子劝她冷静 可夜晨还是执意动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天空上方传来一道声音 夜晨 你就是个地中之地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而前来救场之人正是我们的大师兄 此刻的灵霄怒气值已经达到顶点 今月小爷便要打抱你的狗头 为我家小师妹报仇血分 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 大师兄再也忍不了了 他这次是真的怒了 你对我怎么样我无所谓 但竟敢打伤小师妹 便是动了我的逆龄 夜晨被灵霄刚才散发的气息 吓得连忙后退 这家伙的剑一笔之前又强了几分 而且修为也达到了金丹巅峰 若是再放任灵霄被削红灵栽培 五脉会五他便不能制霸全场了 于是打算借此机会除掉灵霄 可夜晨的攻击对大师兄丝毫过不成威胁 就他这剑法比师尊的差远了 而大师兄也发动绿营缠绕 将夜晨捆绑束起来 旁边的弟子一脸难以置信 神兰峰大师兄竟用藤蔓锁住了夜晨 即便夜晨怎么挥卡还是无法摆脱 夜晨见状只好求助起师老破解之法 师老劝他还是赶快跑吧 在这结界中你就是个弟弟 被逼到绝境的夜晨决定不藏了 我就是天命之子摊牌了 下一秒一道火柱直冲天井 而这便是夜晨从师老那里学来的 最强剑法五行剑决 大师兄这次真的要对天命之子出手了 谁知男主夜晨竟窃战跑路了 就在刚刚夜晨使用了 他的最强剑法五行剑决 本以为大师兄会被击败 谁能想到夜晨自以为是的 五行剑决竟然对大师兄毫发无伤 这可看待了一旁 担心大师兄的小师妹 要知道夜晨实力大涨后 早已经飞昔比 可他现在却仍然处于下风 大师兄怎会变得这般强呢 天道记忆里可不是这样的 只见大师兄一脸怒意表示 今日暂且先放夜晨一条狗命 待到五脉会五那天 定要将新旧老张算个明白 要不是为了任务大师兄 早就灭了他这个天命之子了 感动他的人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谁知夜晨竟还在狗叫 嘲讽灵霄还不是用了邪恶神通偷袭了他 本打算将绝招留到五脉会五 彻底将灵霄毁灭 现在他决定今日提前用了 而这招便是夜晨先前打败陈锋的那招 明月五行破灭剑 即便大师兄知道今晚若是与夜晨死斗 无论胜负如何 接下来的剧情都将彻底崩坏 而他承先回家的愿望也就彻底破灭 可不知为何灵霄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结果 只见灵霄这次不再留守 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建议令人不含而立 他将使用师尊教他的大威美丽剑决一剑秒了夜晨 这次就连石老都怕了 这可是建议 于是连忙劝解夜晨赶紧撤 夜晨则表示他可是只凭一招便打败天荡风前首席的天命之子 他难道还会怕面前这个神乱风的神棍 谁知石老这次竟只冷了起来 指着夜晨便是一阵臭骂 蠢笨如猪的小憋三 你真以为你很能打吗 并提醒夜晨与灵霄交手时 他每一次遭受重创 身上的金色至尊气韵都会被灵霄夺走一部分 石老断定灵霄就是那个隐藏在青蓝宗 一直截胡夜晨气韵的未面之子 以前石老从没有在大师兄身上感受到杀意 但这次大师兄是真的要动真格的 此刻的夜晨也是真的怕了 毕竟连石老都不愿意出手帮他了 再这样下去看来今日是真的要交代在这 最终不可一世的天命之子竟然怯战跑路了 灵霄麻了 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 夜晨这种无脑龙傲天 在自己掌握了五行剑局罪意气风发的时候 竟选择了不战而退 当大师兄缓过神来 才想到身后伤痕累累的小师妹 满身是伤的小师妹无比自责 大师兄 阴阴好生没用 不仅没能帮到大师兄 还麻烦大师兄赶来救人家 小师妹更是当众再次向大师兄表白 大师兄你现在的样子温温柔柔的就跟小时候一样 以后不要再装出那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好吗 看着伤心流泪的小师妹 大师兄这次是真的心痛了 随后一把将小师妹抱起 走 大师兄带你回神乱风疗伤 你的仇 大师兄总有一天会为你逃回来的 一个是冷面无双的美女师尊 另一个是傻白甜的可爱小师妹 面对师尊和师妹的争风吃醋 大师兄会怎么选择 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大师兄心痛极了 可以旁的师尊却调侃起来 还好萧儿将四压头带来的及时 否则她的伤口就该自然痊愈了 随后萧红临变问起大师兄 为何音音如此痛恨叶晨 灵霄一脸尴尬 也不能跟师尊说小师妹这样都是为了我吧 于是便说应该是小师妹察觉叶晨 此人是个大活害才如此痛恨的吧 饮完美酒的师尊脸颊微红 看来我家萧儿果真是会演独具啊 就在气氛烘托到了的时候 刚才还昏睡的小师妹竟然醒了 刚醒来的小师妹便和大师兄求抱抱 旁边的师尊一脸醋意的看着两人 但想到小师妹刚刚遭遇变故 此时内心定然尚未平复 她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叹似傻白甜的小师妹 其实内心也绿茶道 就连师尊都不是她的对手 此刻的师尊已经忍无可忍了 茵茵里竟敢当着师尊的面以下饭上 随后连忙让林霄注意影响 差不多得了 谁知小师妹居然上演了一出苦情戏码 师尊 人家的心头好难受 有些话想单独跟大师兄说 您能否暂时回避一下 师尊闻言一脸怒意 四丫头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为师只不过在这喝酒罢了 也爱着你了吗 不料小师妹竟嚎啕大哭起来 这还是曾经那个傻白甜吗 这妥妥的茶艺大师啊 更是靠在大师兄的怀中求关心 无奈的萧红林还是不抵小师妹败下阵来 没想到人家也会有败给徒弟的一天呀 小师妹见洞府之中就剩下她和大师兄两人 竟一把抓住大师兄的脸颊亲了上去 今日的初吻成功达成 林霄麻了 但身为反派的她怎么能逢 谁知下一秒小师妹竟一把将林霄推开 质问起大师兄的初吻不是她对不对 是那个霸道的二师姐 还是故作柔弱的幼微师姐 女人的直觉真是可怕呀 这时系统告知林霄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 奖励欲魔情粉时分 不同类型丝袜的五条 大师兄一头雾水 五条丝袜 除了师尊和三位师妹 还有一个是谁呢 大师兄竟亲自给小师妹换上了白色丝袜 更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 直接亲吻起小师妹的狱卒 就在刚刚大师兄为了哄正在生气的小师妹 于是拿出了同系统获得的丝袜 当看到大师兄手中的白色丝袜 小师妹心情这才好了一些 林霄表示这是她亲自为鹰鹰缝制的袜子 鹰鹰的腿这么美 穿起来一定特别好看 小师妹看着大师兄送她的礼物一脸开心 果然大师兄最宠我了 随后害羞地表示 要让林霄亲手帮她穿 林霄连忙拒绝 这样不太好吧 小师妹见状对着林霄开始撒起了娇 大师兄见状也只能选择妥协 毕竟若是拒绝了 她还是那个尽职尽责的反派嘛 而身为反派大师兄的林霄对丝袜他最熟悉不过 先前偷拿师尊的丝袜 现在又给小师妹穿起了丝袜 就在林霄为小师妹检查袜子的线头时 小师妹突然问起大师兄 为何要去偷拿师尊的丝袜呢 明明他也有的 林霄麻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能转移话题还原反派人设 大师兄竟突然亲吻起小师妹的御祖 这番牛批的操作 令系统直接奉上 被明吞天仙宫当作奖励 林霄麻了 这次直接给他整了个上届传承的先接功法 你要人家还怎么输啊 为了避免一会再触发什么奖励 大师兄一脸尴尬选择快速跑路 此刻的林霄气到了极点 本来历程仙只有一步之遥了 现在又来给人家增加难度是吧 这玩意不仅能加快吸收天地灵气 还能夺取别人的修为功法 婚事本源以及法则之力 可还没等林霄吐槽完 系统竟再次送来奖励寒冰软绿窗 林霄这次是彻底被系统搞乌鱼 系统兄 别演了 你到底想让人家怎么样呀 是不是真把我当傻子了 这些到底还能不能成啊 而系统的回答也亮下了林霄的双眼 这些能成 但是得站着 这十几年下来 林霄为了演好反派付出了这么多 眼下只差灵门一脚了 在有三个小的支线剧情之后 便是五脉会五的大事件了 分别是剑种秘境的试炼 以及关于二师妹和三师妹的剧情 剑种秘境林霄因为怕死没参加 可以直接跳过 而他接下来的第二个支线任务 就是三日后的炼丹早课 而这一周恰好由三师妹坐镇 援助钟林霄在偷走师尊的绝天黑莲后 仍觉得不够稳健 于是便盯上了长老们的一品名真丹 试图用此神丹快速提升实力 可当晚林霄偷走那枚丹药后 就被主角叶晨安装在单房里的刘影师 记录了下来 按照时间推算第二个支线任务的时间 刚好是三天之后 想到这里林霄一脸坏笑 只因三名师妹中三师妹是最好拿捏的 接下来看我们的大师兄如何一举拿下三师妹 谁能想到前任龙首封首席大弟子江源 信同反派大师兄一样也是一名穿越者 无法接受青蓝宗被主角叶晨覆灭的他 一生都在和主角对抗 可他不管怎么努力都不是主角的对手 但万万没想到小说的剧情居然出现了天差 这一次他能否成功逆袭归来 今日便是江源禁足六十年出山的日子 师尊询问江源这一届的五脉会晤 真不打算去了吗 在江源禁足的这些年里 青蓝宗出现了不少天骄 譬如凤鸣锋首席祝婉宁 神兰锋二弟子郭友荣 话音未落 江源便将叶晨的名字说了出来 并表示这次的会晤他还是不去为好 毕竟去了也拿不到第一 又何必做人家的垫脚石呢 江源打算在这悟到衙安心修行 一日不成仙 便一日不下山 这可把师尊心痛坏了 他不理解自己的这个宝贝徒儿 为何这么在意那个刚刚入门一个月的叶晨 即便那个叶晨得了些什么机缘 也远远不是他爱托的对手 可江源却告诉师尊 或许师尊觉得他已经够强了 但其实青蓝宗的所有天骄 都不过是叶晨的垫脚石罢 结局已定 去与不去都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 那就是在五脉会五之后 天鹰血魔便会破风 谁知师尊突然告诉江源 他最在意的那个叶晨 就在刚刚已经被神乱风首席林霄给打败 江源文言一脸难以置信 要知道主角叶晨可是气运无双的天命之子 他居然会败给一个不起眼的小罗罗手里 这时江源突然跪地祈求师尊能答应他一件事 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江源再次换紫云真人师尊 这可把师尊激动得热泪盈眶 江源表示他这些年不见外人 故意断绝宗门关系实属无奈 等他事成之后定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相告 而师尊一直坚信江源的为人 并表示他能为其做些什么 而江源所求便是不久后开启的盘龙深渊的剑种 想要将剑种开启的日子放到五脉会五之后 到时候他也去剑种磨练一番 看着江源那无比诚恳的态度 想到这六十年江源所受的委屈 师尊答应了 师尊对他的关爱令江源感激涕零 他发誓不管前方的道路多么难走 他都要一路向前永不退缩 即便燃尽生命也要守护师门 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便是变强 而在江源练剑十万次后 系统也再次给他发来奖励 可惜又是一本剑决 江源甚至以他现在法相近中期的修为完全不够 要是奖励是提升修为那该多好啊 你们猜的没错 其实江源也是一名穿越者 八十年前他以少年人的姿态穿越到这方世界 成为了为守护师门立战而亡的大弟子江源 在青蓝宗他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所以他无法接受青蓝宗被魔门覆灭的结局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主角叶晨 可惜不管他怎么修炼变强 终究不是主角叶晨的对手 本以为自己穷极一生都改变不了宗门的命运 谁知命运的齿轮竟在慢慢发生天差 这也让他重拾信心 江源发誓这一次他定要王者归来 改变这一切 女王叶萱儿他终于要来了 只是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女王大人 小时候竟也对大师兄暗生情愫 更是对林霄许下他日若为女帝 许君共长九重天的誓言 当当醒来的大师兄心情无比舒畅 就在这时怀真前来提醒今日的早客 是在龙首峰的炼丹房 大师兄问怀真是不是搞错了 今日不是剑种失恋吗 于是怀真便将剑种开启言后的事情 告诉了大师兄 大师兄一脸盲圈 五脉会舞之后才开启 难道剧情又出现天差了吗 无奈的林霄也只能冰来降挡水来吐掩了 毕竟提前了也不妨碍他走剧情 此刻的龙首峰丹塔内 重量级的丹药即将登场 长老于是将这个展示菩提宁真丹的重任 交给了大师兄 并主扑林霄展示完后一定要放回原位 而这枚丹药正是攻击六胜 以及诸位太上长老们的一品丹药 这正是原助理林霄要偷丹药的剧情 可惜林霄找了半天都没发现叶辰 主角不盯着 他还偷什么丹药啊 而系统则让林霄只需还原好自己的人设剧情就行 至于其他的无需担心 殊不知大师兄的一举一动都被三师妹看在眼里 他这次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大师兄身败名列 夜晚 大师兄正交际等待着去打听叶辰消息的怀真 原来叶辰昨日被大师兄打得落荒而逃后 就去胖子老道的洞府中闭关修炼至今未出 林霄没想到这胖子反派居然让叶辰去他那里修炼 难道真把叶辰当自己人了 虽然剧情线有些偏离 但好在还有他这头单要的剧情 随后便换了深夜行衣 打算夜袭只守单方的三师妹 而林霄随身携带着玉佩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看着这半没玉佩 林霄想到了他小时候那段甜甜的回忆 萧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他日我若为女帝 许君共长久重天 林霄也不知他而是要称霸西荒 逐鹿九州的梦想实现了吗 而叶辰这边正在胖子老道的洞府情家修炼 施老提醒叶辰 这洞府充斥着邪煞之气 镇压着无数冤魂 那老道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叶辰才没有那个闲心关心这些 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变强 如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这次一定要在五脉会五上 将灵霄打得如死狗一般 一血前耻 而叶辰这次也早有准备 那就是他的妹妹叶轩儿 如今的叶轩儿已经率领八十万北川荆旗 横扫三十三伯 被北京共尊女皇 叶辰打算带五脉会五之后便修输一封 让气带领大军前来 随后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哥哥期待着与轩儿相见呢 与此同时叶轩儿正霸气地坐在王座之上 这也是一名手下前来禀报 原来是三年之约已到 叶辰希望叶轩儿七日之后率领三十万大军 前往青蓝宗一堵他的雄风 叶轩儿则认为七天时间太长了些 如今北京已全部臣服于他 此番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杀回中中 叶轩儿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地前往青蓝宗 其实是为了去兑现他儿时与灵霄的承诺 这十二年的时间里 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我们的大师兄 反派师兄还是第一次见完全不反抗的反派 而此人正是我们的二师妹郭友伦 换好叶行一的大师兄刚打算趁着叶飞风高出门偷药 谁知怀真突然出现 原来是四师妹说他伤口恶化 疼痛难忍 让灵霄赶紧过去一下 大师兄一下就看穿了小师妹的技能 在他那千年凝血膏的作用下 什么晚上差不多当晚就恢复好了 于是让怀真回去告诉小师妹 他去了天女牙奉笑至今未归 你让他好好休息去吧 可怀真不理解为什么大师兄 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见师尊呢 难道是大师兄想顺便出去巡逻 抓住宗门里晚上出来做坏事的弟子 自我者 怀真也 不得不说 怀真小老弟真是个天然呆 谁知就在灵霄快到单方时 竟发现了除他之外出来做坏事的弟子 于是灵霄连忙追了上去 并质问起对方是哪个单位的 你这超速了知不知道 我乃神轮风首席灵霄 还不速速让开 面具人完全没把灵霄当回事 而是继续加速 大师兄见状于是出手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狂妄之徒 虽然飞剑接连被其躲过 但下一秒 大师兄的蓝银缠绕 瞬间就扭转了局面 轻轻松松就将此人拿下 不料这名弟子竟完全没有反抗 这到底是哪来的病交啊 无奈的大师兄只好将其勒晕过去 打算亲自看看他的真面目 谁知面具之下竟是二师妹郭有龙 大师兄一脸难以置信 先是小师妹借口骗他 现在又有二师妹前来阻挠 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 自己今天要出来干坏事的了 谁知这时大师兄竟突然头痛难难 看着怀中的二师妹 总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紧接着前世海量记忆疯狂 在脑海中浮现 此刻的大师兄心境 显然出现了变化 系统见状竟强制修复了 灵霄的精神状态 缓过神来的大师兄 也导不清他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但身为反派大师兄的他 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打算先将二师妹 送回再去偷拿丹药 冷言师尊竟套路起自家谷尔 将大师兄好不容易偷来的丹药掉了包 只需贴身携带一碗 便能吸收其中精华 使其神魂力量更上一层楼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此刻的龙手风单方顶层 三师妹正在独自欣赏月光 就在此时突然发现身后好像出现一道黑影 还没等灵霄下手偷袭 竟被三师妹一把抱住球所吻 大师兄麻了 连忙质问起三师妹知道人家是谁吗 上来就亲 三师妹表示大师兄的气味 他早已记载了心里 至死都不会忘记的 只是大师兄你为何这副打扮来单方呀 灵霄一脸尴尬 先前差点精神崩溃 好在系统出手干预 才让他稳住精神状态没影响接下来的剧情任务 于是大师兄便开始了他的表演 先是化身纯情暖男对三师妹嘘寒问暖 表示自己这身打扮都是为了来看三师妹 三师妹瞬间就被大师兄这一套丝滑小连招拿捏 陷入爱河的小师妹刚反应过来就发现大师兄没了踪迹 于是连忙四处寻找起灵霄 他今晚必须要盯住大师兄 绝不能让其将丹药盗走 不料大师兄竟使用以前系统奖励的一道傀儡替身符 成功将三师妹骗走 看着到手的丹药大师兄是一脸开心 五脉会武的第一个制线任务终于达成了 殊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师尊探得严 而刚才灵霄偷走了那枚丹药 乃是月季前被亲手炼制的超频宝丹菩提速滚丹 先前的那枚宁针丹早就让人送到了太苍山去了 此丹只需贴身携带一碗 就能将其炼化吸收其中精华 五脉会武 我的肖二必定夺得头筹 第二天早上 丹方主事长老便来到神乱风打谢 多亏了林首席和楚世之丹塔才没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 反观师尊和师妹们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想必应该是为了昨天的事情没休息好 林肖文言连忙询问长老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这可把顾长老搞弄圈了 大师兄麻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这么重要的丹药被偷走了你居然没发现 真是老糊涂了吧 于是连忙寻找怀中的那枚丹药 打算采取自爆的方式 强行将剧情拉入正轨 可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此刻大师兄的脑袋就像炸派了一样 明明将丹药贴身携带的呀 现在怎么没了 这时师尊突然发话 询问林肖是不是最近休息得不太好 脑子不太清醒 当看到师尊的表情 大师兄猜测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 一定有补 上一次莫名其妙给他建议灌顶 传授无相剑体 并让他务必斩杀叶臣 难道是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为补先知 毕竟能让他的菩提名真丹凭空消失 大概也只有师尊能做到 随后林肖来到师尊的洞府 当面质问起师尊为何在收徒大典的前一晚 为他建议灌顶 还有叶臣拜山挑衅 以及今日担要仪式 难道都是师尊提前算到的吗 林肖表示他不愿被心爱之人 当个傻子一样随意安排 还请师尊如实相告 这还是大师兄第一次如此硬气地和师尊对话 难道大师兄这次要知冷起来 大师兄竟当众亲吻起师尊的额头 而这一刻可以说是师尊最幸福的时候 大师兄为了弥补刚才的大逆 不到特意送上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陪礼 就在刚刚大师兄竟知冷了起来 表示自己实在不愿被心爱之人 当个傻子随意安排 所以他今日务必要问个明白 师尊告诉林肖很多时候知道的越多 身上的担子就越重 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 师尊都会为你遮风挡雨铺好路子 而你 只要像小时候那般无忧无虑变好 大师兄闻眼感动不你 这时师尊举起手中美酒 脸上也露出忧伤之情 感觉现在的他似乎一点都不符合 林肖心中庄重威严的师尊形象 看着面前就像一个小女人的师尊 大师兄内心无比的心痛 他明明只是原著里的一个反派大师兄而已 何德何能让师尊如此关爱有加呢 而这时那股奇怪的感觉似乎又来了 好像有什么情感压抑不住 就在师尊愣神之际 大师兄静下意识地亲吻起师尊的额头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我怎么会突然亲吻师尊呢 反应过来的肖红灵连忙后退 肖儿 你大胆 现在你越来越放肆了 林肖见状连忙解释 表示刚才稳额之礼 乃是他家乡的传统习俗 是晚辈对长辈表达无上敬意的方式 随后便开始转移话题 拿出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陪礼 林肖更是介绍起这黑袜有着修饰腿型 增添气质的妙用 师尊要是搭配此物必然更加美艳无双 看着林肖送给他的礼物 肖红灵爱不试试 林肖也是露出了满脸期待的表情 谁知肖红灵竟说这袜子奇奇怪怪 他身为一脉手作 绝对是不可能穿的 更不可能在林肖面前穿 这可把林肖失望坏了 随后便让林肖先行退下 在他五脉会五碾压夜沉之后 或许会将一切告知林肖 等林肖走后 肖红灵看着手中的黑袜陷入了沉思 平日里不务正夜 竟收集些奇奇怪怪的玩意 但一想到今日林肖期待的眼神 要是肖二真能在五脉会五时 碾压夜沉改写命运 他穿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林肖整日里就是摸鱼平躺 这时怀真端着一只考昆前来 大师兄也从怀真口中得知 这三日不管是师尊还是师妹们 都在寻找他的踪迹 但好在林肖事先吩咐怀真手口如平 虽然林肖偷担药的任务被系统放水 判定还原人设成功 但为了三天后 关于二师妹的任务不再出现任何问题 所以林肖才一直躲在宫殿里 等待任务开启的时机 这是怀真疑惑的问起大师兄 为什么大师兄这几日都在观察这些牌子 原来这些都是宗门弟子的本命御牌 由于宗门弟子要经常外出出谋味道 因此需要通过这些御牌 与各地执行任务的弟子们沟通 方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人死则排碎 而当刚碎掉的便是掌教真人的 清传弟子李浩阳 天赋实力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这也说明苍蓝城有大事发生 那便是接下来 二师妹等弟子带队 前往苍蓝城抗击去魔的支线任务 很快掌教便发起了五脉手作会谈 各脉手作鞋自家首席弟子 以及三名清传弟子前往神肖宫 大师兄领走时再次嘱咐怀真 待五脉会舞之后下山去做一个平凡人 逃走是他唯一的机会 此刻的怀真敢更不已 他终于明白大师兄为何一直劝他离开青蓝宗了 原来大师兄早已算尽了一切 看着大师兄散发着光芒的背影 怀真竟有些忽然不想走了 高冷师尊为了给反派师兄奉行 竟特意换上了新皮肤 黑袜板的师尊真的好可爱 与此同事摆烂了六十年的穿越者江源 这一次终于支冷了起来 我见六十年 他这柄太义玄清剑 也是事后该出窍了 此刻龙手风神萧宫大殿 紫云真人正在询问的麦首席可否到齐 紫天荡风首席叶晨 当叶晨一出场变成了焦点 只因刚入门一个月的 他就期待了前任首席陈锋 成为新的首席弟子 而最后一名姗姗来迟的 便是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神轮风首席林霄 随着林霄的到来 叶晨的风头瞬间就被抢走了 叶晨见状于是指责起 林霄竟然在这般重要的场合迟到 还有没有将长老们放在眼里 大师兄随即嘲讽起叶晨 本首席迟到自有长老们出言责备 你算老几也敢管老子 这时师尊赶忙打起了圆场 为林霄求情开脱 叶晨无语到了极点 到底谁才是天命之子啊 他不理解为什么林霄这个仙棍 可以拥有这么强大又不等的师尊 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长老们自然没有放在心上 大事在急 还是快些抽签吧 援助中叶晨败入凤鸣风 祝婉宁抽中了到自签带队出发 叶晨作为队员随行 而现在随着剧情改型 抽中到自签的分别是其他三封 林霄是一脸无语 三番五次赶这情 这要他怎么圆回去啊 谁知就在此时 祝婉宁突然请您 表示此番苍蓝城之变 龙手风的李浩阳师弟 以及数十名弟子申允道消 所以打算代替徐正清前往苍蓝城 经过几位手作讨论 最终答应了祝婉宁的请求 而师尊也派给了林霄两名师妹 当作助手 分别派二师妹和三师妹 与他一同前去 大师兄一脸开心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回归剧情正轨 这不稳了呀 为何祝婉宁执意要前往苍蓝城呢 只因他深知大师兄为了拯救宗门 独自抗击了那叶辰两次 所以这一次他定要与大师兄携手共战 阻止叶辰的阴谋 看着大家斗志昂扬信心满满的样子 林霄也是开心极了 终于剧情快要完结了 他这个小反派总算快要下线了 就在大师兄他们要出发时 师尊竟换上了新皮肤 特意来给林霄送行 并提醒林霄万事小心 一切以保命了解 躲在不远处的小师妹内心无比忧伤 看着手中花费好长时间 才编织出来的戒指 本想在离别前送给大师兄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说好的只能因因一人独有 与此同时江源正在师弟的坟前商谈 此刻的他内心无比自责 知道剧情走向的他却不敢阻止 而是选择躲在这屋道崖 摆烂了六十年 如今随着林霄的崛起 剧情已经发生了变故 江源决定提前出手 顺便再尝试一次夺走 男主夜城的机缘 就算是飞蛾扑 他也要竭尽所能 晚天清 救师门 保护青蓝宗所有的师弟师妹们 此刻的江源一改往日颓废 摩剑六十年 为的就是这一刻 师妹之间的修罗场终于出现了 分别是火辣欲解的二师妹 和温柔可爱的三师妹 两种不一样的风格该选谁好 经过一天的奔波 林霄他们已经到了距离 苍蓝城不远的陆月镇了 这时三师妹发现 大师兄脸色似乎不太好 于是两位师妹提议如今天色已晚 顾如就在前面的客栈住下 而且凤鸣峰的驻晚宁 也已经带领弟子们进驻了落月镇 明日正好可以一同前往苍蓝城 林霄文言一脸蒙圈 按照原著剧情发展 不应该是他这个慵懒大师兄 嚷嚷着要住店吗 现在怎么踏成被动了 到底我是反派 还是你们是反派呀 但好在最终路线是一致的 随后林霄一行人便包下了整个客栈 打算好好修整一番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林霄他们在这间客栈住下之后 第二日清晨便会出发启程 没走多远便会出现两条路 一条荆棘密布阴森恐怖 有着魔道中人留下的印记 而另一条却是一马平穿阳光普照 身为一个欺软怕硬的反派 林霄自然是抱紧二师妹的大路 强迫他走第二条道路 而三师妹为了不辱师门使命 独自带领几名师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其实那条阴森恐怖的道路上什么都没有 只是魔门想要迷惑大家的假象 相反那条阳关道却是危险重重 更是会遇到杀害李浩阳的真凶 八大魔门之音鬼交的师魔道人 而林霄这个不要脸的竟在关键时刻 将二师妹推了出去自己跑路了 幸好二师妹实力高深莫测 和师魔道人打个五五开 最后叶晨及时赶到一剑将其灭杀 从而收获师魔道人掉落的嘴团至宝阴神珠 就在这时怀珍端着刚熬好的骨头汤来了 不得不说怀珍小老弟真的是太贤惠了 要是怀珍是个妹子就好了呀 怀珍一脸害羞表示这些排骨食材 都是三师姐弄来的 她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 三师妹连忙邀请怀珍过来 坐在大师兄旁边一起用膳 这些骨汤如此珍贵 人家一个小小外门弟子 怎么能跟师兄师姐们一同用餐呢 这时二师妹突然阴阳起三师妹 让怀珍给三师妹倒一杯茶 这绿茶她可喜欢喝了 而我们的大师兄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这场好戏 谁知就在此时竟有弟子突然倒地 表示这汤被人下了毒 大家第一时间便怀疑起了顿汤的怀珍 大师兄连忙质问起怀珍为何要在汤里下药 怀珍一脸委屈 表示自己真的没有 随后竟当着大师兄的面将补汤一饮而尽 紧接着自己也晕倒在地 此刻的大师兄一脸蒙圈 不会真有魔门的奸细混进来了 当大师兄也倒下后 幕后黑手终于现身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三师妹搞的 凌好不容易能与大师兄独处 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谁知就在三师妹将要下手时 二师妹竟出现打断了他 三师妹 放开你的闲猪手 我们的二师妹到底有多牛皮 竟然夺走了师妹对大师兄的爱意 就连熟睡的大师兄都不放肚 就在刚刚本打算对大师兄下手的三师妹竟被师姐打断 此刻的三师妹一脸不紧 为何师姐没有中毒 其实二师妹早已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只因三师妹哪怕是说一个小小的谎话神色都会不自然 当她看到怀珍将骨汤端上来时 说实在是三师妹采购便发现其眼神多闪 明显心里有鬼 所以她喝了补汤但没咽下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了 见识性败露三师妹打算和师姐一战高下争夺大师兄 不料二师妹一脸坏笑 表示根本不需要出手 师妹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现在可以睡了 原来二师妹为了以防万一 竟在刚才的茶水里面下了毒 师妹放心你我姐妹十几年 师姐是不会忍心害你的 你中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催眠散发 你可知师姐我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大师兄的 为了师兄 人家自然要多考虑一些了 既然你心心念念想要抢走大师兄的一切 那师姐便抢先一步躲你的脑 两个字 牛P 忙完这一切的二师妹看着昏睡不醒的大师兄 打算先将灵霄带回房间 看着如此可爱的大师兄 二师妹情不自禁地亲吻了灵霄的脸颊 大师兄等人家斩了师摩道人 便回来带着女人走高飞 再也不回去了 这时二师妹突然联想到 刚刚亲吻了师妹 现在在亲吻大师兄 这不就相当于让师妹和大师兄间接接吻了吗 很快二师妹便出发单刷宝去 此刻的苍蓝城坊是灯火通明 就在师摩道人带着两名妹子离开时 二师妹突然出现将其拦下 阁下可是阴鬼叫左护法师摩道人 见身份败露老头一把将身旁妹子推开 打算出手解决郭友荣 谁知下一秒二师妹率先出手 一个手刀便将其直接斩杀 这种一剑变死的货色 怎么可能让叶晨那个人渣来捡漏呢 就这样天命之子的机缘再次被截毁 而这便是剧本里男主叶晨将要拿到的凝神珠 看着手中的凝神珠 二师妹打算将其送给灵霄当作定情心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不会喜欢 谁知就在此时一名猥琐变态 突然出现在二师妹身后 此刻的二师妹动感不妙 感觉到此人很强 本打算逃离时 竟发现身体动弹不得 随后猥琐男子一步步朝着二师妹走来 在吞噬你之前 人家要让你在恐惧中知晓我的真名 而面前这名阴柔男子乃是魂天宗魂殿少主及奥天 也不知道大师兄会不会前来救场 他来了 他来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踏着七彩祥云赶来了 锦衣剑便将欺负他师妹的变态 红成了渣渣 面对法相近的天鹰童子 这次大师兄义无反顾地挡在了师妹前面 师妹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积奥天 二师妹这次是真的怕了 郭有荣啊郭有荣 亏你自诩不凡心高气傲 在这些杀人如麻的魔刀恶徒面前 你只不过是温室里的花朵罢 弱者怎配活在这方世界呢 小时候的灵霄不仅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更是一人斩尽了二师妹的仇人 从那一天 整日做噩梦的郭家姑女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战无不胜 丽丫同辈天骄的神乱风清传二弟子 如今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他是多么希望大师兄能来救救他 就在此时驻守二字响彻了整个苍蓝城 而来人正是二师妹心心念念的大师兄 当积奥天看到灵霄时 他慌了 只因他从灵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杀意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被灵霄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轰成了渣渣 他怎么也没想到 大势已去的青蓝宗 近还有这般牛批的人物 其实在二师妹离开不久后 大师兄便醒了过来 只因生活无相剑体又有北宁真气护体的灵霄 岂会就这么轻易昏死过去 在得知二师妹要一个人闯进苍蓝城后 灵霄甚至其中凶险 因为那几个大boss都在里面 比起任务 灵霄更在意的还是二师妹的安全 但好在及时赶来将二师妹成功救下 就在两人要离开此地时 虚空中突然出现一副诡异的贼人 下一秒一个指人便朝着他们猛的起来 好在二师妹及时提醒 灵霄这才及时躲过攻击 而那指人更是拥有法相近后期的修为 以指人作为媒介施展鬼道神通 看来只有这位阴鬼教的左护法天音童子 在原著的这个时间线上 把打魔门已然结成了同盟密谋覆灭青蓝宗 更是通过阴鬼教腐蚀污染的手段 将毒性蔓延整个青蓝山脉 导致宗门弟子被挟弃轻住 从而进阶大爹 为了守护青蓝 保护师妹 大师兄决定拿出他真正的实力 师妹 你先后退 接下来大师兄要开始展示真正的技术 反派师兄竟当街骂起了天音童子 一句丑八怪直接将其气的自爆身亡 这难道就是大师兄真正的技术吗 两个字 牛皮 原助理天音童子原本不会这么快出场 可因为二师妹改变了剧情 提前一晚闯入了苍蓝城 这才惊动了此人 以天音童子法相近巅峰的修为 想跨越一个大境界将其击败 就算是男主叶臣也不可能做到 但林霄却知道天音童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只见大师兄缓缓走向天音童子 难道大师兄要展示他真正的技术了吗 师兄到底还藏着什么厉害的神童 是我不知道的吗 只见林霄深吸一口气 随后以一种极为嚣张的表情 对着天音童子还骂 什么狗屁天音童子摸门大护法 你就是歌姬而已 就你也陪在小爷面前叫嚣 这番牛批的操作着实惊呆了两年 而这也成功激怒了天音童子 他纵横磨到一百年 还从未有人敢这么如此与他讲话 而且还是一个不入流的金丹小丝 恼羞成怒的他放出指认便朝着林霄洗去 二师妹本打算上前支援 却被大师兄拦下 毕竟即便是他俩联手也打不过这家伙 天音童子没想到林霄去去金丹修为 不仅掌握了木系法则之力 还催生出了这等强大的本命神通 这也更加勾起要拿下林霄的想法 看着如此恶心的小老头 林霄也是无语到了基点 摩门的人都这么变态的吗 随后林霄便开始了长达两分半的嘴炮输出 令天音童子没想到的是 林霄竟知道他的过去 原来天音童子小时候 因长得太丑还是诸如被母亲无情抛弃 死后更是被天音老祖炼成了鬼鬼 天音童子威胁林霄让其住口 反而让林霄变本加厉 越骂越嗨 只因着天音童子血怒攻心 再也掌控不了天音血魔 植入他体内的天音魔珠 很快便会被自身暴走的魔器吞噬殆尽 原著中他就是在第二次震魔大战中 被小师妹活活骂死 最后一句丑八怪 更是气得天音童子破防自暴身亡 这也看待了一旁观战的二师妹 大师兄未免也太强了些吧 这时二师妹连忙上前将本是叶辰的机缘双手奉上 据说这玩意能让神识通达 一念成佛 弹指间便能祭出法术神通 是原著中叶辰一直用到后期的先天之宝 看着手中的凝神珠林霄放了难 要是想还原剧情 岂不是要将这玩意儿捧手让给叶辰 想想就有些不甘心 谁知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这位师弟 可否将这东西交于物 而来人正是同林霄一样 穿越来的龙首峰前任首席江源 红为穿越者的两位师兄 今日终于碰面 当江源得知面前之人 正是那位暴打天命之子的林霄后 不仅态度来了个大转变 更是在面对追击而来的三大五十一的大巫主 一无反度地倒在了林霄前面 就在刚刚江源突然出现 并让林霄将手中的凝神珠交于他 林霄看着眼前之人 总感觉似曾相识 于是便询问起江源 之前是不是打过照面 而江源也同样有此感觉 比是比克 恰如此时此刻 原来在多年以前 江源打算在叶轩儿小时候将其掳走 正是林霄出手就下了小时候的叶轩儿 江源也没想到缘分尽如此奇妙 必转眼十四年过去了 林霄也长成了风流翩翩的青年剑修 林霄脸色阴沉 难道此人今日特意前来找他算长 于是拿出逃生福转 但凡察觉此人有所异动 他便带着二师妹立马跑路 江源让林霄不用紧张 他闭关六十年 每日刻苦练剑不敢懈怠 修为虽然比林霄多出一镜 但见到境界却略训一筹 以前的事情就算了吧 毕竟那人气运滔天并不该绝 随后问起林霄一个问题 那便是他败在哪位首座门下 如今是谁鹤立鸡群碾压曾被添交 二师妹一脸无语 总感觉此人有些怪怪的 江源也从二师妹口中得知 此人正是神龙峰首席林霄 那个霄师叔最宠爱的大弟子 连续两次碾压叶辰的存在 如此一来 他好像确实不配向林霄所要迎神珠 看着江源低落的模样 林霄也觉得此人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于是打算借机带着二师妹赶紧离开 江源也在林霄要离开时提醒他 一是林霄或许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 解决问题的根源便在于林霄 是林霄改写了自己原本悲惨的命运 二是让他务必守护好身边的人 若是要爱便大胆去爱 莫要让某些人渣有机可乘 最后一点 你是青蓝宗禁谷最强健修 萧师叔的大弟子 气韵自当不弱于人 因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并叮嘱林霄他日魔门为火苍生 定要拼尽全力守护东门和所爱之人 谁知就在此时追兵来袭 而来人正是苍蓝城三大宝之一 南兆国鬼巫教的大巫主 还有他麾下三千同甲士鬼大军 要知道这大巫主修为 已经达到了原因境界 一身鬼道法术可通幽名 可不是刚才那天因童子能够批免 就在这时江源挺身而出 挡在了林霄前面 他悟到牙魔剑六十年 今日正好借此机会 拿这些魔门妖孽祭剑 青蓝宗龙首封前首席大弟子江源 今日语而等魔道不死不休 当听到江源二字 林霄一脸震惊 小新将自己的本命令牌遗落在此 因为宗门赴汤导火守护同门的江源师兄 竟被天命之子偷袭残忍杀害 什么天命之子简直就是一个无耻败的 就在刚刚叶晨从石老口中得知 只要杀掉士魔道人 便能将弃至宝宁神珠收入囊中 这一次他定要将这机缘牢牢掌握手中 可当他赶到后进 发现魔门之人全部被人斩杀 当叶晨看到鬼屋教令牌时 也是极为震惊 他没想到鬼屋教的 正教二老传闻中的原因强者 竟然横尸街头生死到肖 而且宁神珠的气息也完全消失了 石老猜测应该是某个正道修士闯入了苍蓝城 杀了这些魔修夺走了宁神珠 当叶晨看到灵霄遗落的本命令牌后 更是验证了他的猜想 这家伙已经是第二次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机缘了 身为天命之子的他 难道要一直活在灵霄的影子里吗 就在此时血战魔修的江源拖着重伤的身体出现 并提醒叶晨赶快离开苍蓝城 八大魔门已经联盟 后援即刻变倒 叶晨也总感觉此人似曾相识 看阁下的佩剑可是青蓝宗弟子 这些魔道修士可是你多斩杀 江源让他别废话 速速跟着神门风大师兄灵霄离开此处 叶晨闻言一脸黑线 下一秒近一见残忍地杀害了一心守护宗门的江源师兄 这可惊待了一旁的石老 他不理解为何叶晨要暗算同门 在叶晨眼里只要同灵霄有关系的都是他的敌人 石老 天命之子理应杀法果断 难道不是吗 与此同时回到客栈的灵霄发现祝婉宁也来到此地 原来祝婉宁方才与师妹们路过客栈 发现神门风弟子全部中了名要倒地不起 担心出事便决定在此顾法 灵霄也是对祝师妹的举动感动的 灵师兄人家有些悄悄话想单独对你说 不知你方不方便 另二师妹没想到的是 就连祝婉宁这种天之娇女都对大师兄放心安许 大师兄真是优秀啊 而灵霄也和祝师妹来到了天台 这时祝师妹突然开口询问灵霄是不是很讨厌自己 灵霄文言一脸蒙圈 原著中清冷如雪难以撩动的冰山美人 为何会对他这个小反派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来 灵霄告诉他无所谓讨厌与喜欢 你我就是普通的同门关系 得知灵霄不讨厌自己他也总算松了口气 随后便恳请灵霄不要参加五脉会舞 叶晨就交给他来打败 灵霄断然不可能答应他的请求 毕竟现在只差灵门一几 便能完成任务原地飞升 祝婉宁见他心意已决变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祝师妹没什么事 那明日咱们便一同回去吧 灵霄也将凶手视魔道人 被二师妹处决的事情告诉了他 如今苍蓝城内魔门的阴谋我们已经了解 所以还是速速返回禀报宗门 临走时灵霄趁着如此良辰 没紧静对着祝婉宁说起了土味情话 祝师妹刚才忘了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祝师妹你真的很美 就跟今晚的月色一样美丽 明日里温婉贤淑的三师妹 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人 不仅抓住了师兄的未来 更是将把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在刚刚灵霄借着良辰美景当中告白住师妹 并成功拿捏了这位角色添娇 就连灵霄也没想到本是主角的后宫之一 竟会对他方心暗许 而系统更是送上一本双修秘籍当作奖励 回到房间后的灵霄辗转难眠 自从夜晨拜山之后各种状况层出不穷 已经对他的成仙道心造成了冲击 自家师妹也就罢了 现在就连江源这个配角都让他内心震动 要不是当时二师妹有伤在身 他定会留下来跟江源师兄并肩作战 林霄也不由感叹 若他有主角的气韵和老爷爷加身 他倒不介意留在此界 解救青蓝宗守护师尊和师妹们 奈何他就是一个小小反派 如今他只需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演好最后一场谢幕大戏便能飞升了 若是再出现什么重大变故他也就认命 谁知就在此时系统静又不按套路出牌 静将他的修为提升至了法相近初期 先是那晚脱单回来 神魂便莫名其妙拉升到底了 然后再搭配这个顶级内驱发动机的北林真气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误过法相近的林霄第一时间便查看起自己的法相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法相 竟然是一把平平无奇的长剑 同他那三位师妹的法相真是差远了呀 但想到自己毕竟是个不起眼的小反派也就算了 本打算就此入睡时 三师妹近半夜敲响了林霄的屋门 林霄麻了 这丫头刚醒来不久 又想搞什么飞机啊 下药事件后 三师妹温婉贤淑的形象已经在她的心中崩塌了 于是便以男女友别自己没穿衣服为由拒绝三师妹进屋 不料三师妹竟直接推开了屋门 这番操作下的林霄连忙后退 三师妹则表示自己只是有些心里话想和林霄说清楚 可就是这场景似乎有些尴尬 为何林霄如此坐怀不乱呢 直隐眼下两条支线任务已经全部完整 接下来便是最后的五脉会五吗 她是真不想出现任何差错导致剧情功亏一亏 这时三师妹突然向林霄靠近 并解释自己在汤里下药迷晕大家 其实只是为了想和大师兄赌处 最让林霄没反应过来的是 三师妹竟又不按套路出牌 成为了第一个吃到螃蟹的师妹 彻底抓住了未来 二三师妹的修罗场经夜再度来袭 这一次的竞争也是更加激烈 到底是选择火辣玉姐的二师妹 还是温柔可爱的三师妹呢 身为反派师兄的林霄难道还用选择吗 就在刚刚林霄没想到 平日里温柔可爱的三师妹竟会如此大的 三师妹连忙解释自小涉猎百家之作 博览群书所以还算略懂一二 而这也是她从小到大最憧憬向往的时刻 林霄见状连忙将三师妹推开 师妹如今的你已经染上了心魔而不自知 长此下去你的情面努力将会毁于一旦 而且外面全是师妹们 若是被看到你我都将在青蓝中勇无力族之地 看着三师妹这可怜委屈的模样 林霄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三师妹突然开口 如今的她只想知道一个答案 那就是她跟二师姐 大师兄心中更倾向于谁呢 谁知话音未落 二师姐竟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房门冲了进来 并让无耻的三师妹放开大师兄 三师妹没想到二师姐居然偷偷跟踪她 既然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 今日借此机会不装了 要好好和她这个二姐竞争一下师兄的归属去 这可看呆了一旁的大师兄 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身上真是没谁了 二师妹则让三师妹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还是赶紧去找那个叶晨去吧 那个人渣才适合你 三师妹怒了 你跟那个叶晨才是天生一顿 这时二师妹突然扑进大师兄怀里 让林霄将今晚孤身一人前来相救的事情告诉三师妹 而且若非大师兄天爱 又怎会在小时候为了帮助人家去除心魔 远赴大周提师妹斩灭仇人了 况且单凭身材上的气势人家就已经赢了 三师妹这边则让大师兄收起那该死的温柔当断则断 暂且不谈小时候大师兄有多少次偷偷为我修缮情弦 就说方才他是第一个吃到螃蟹这点便宁了 所以大师兄你要选择谁呢 而此刻的大师兄并没回答 而是独自走到窗边看起了夜空 随后便开始了内心堵摆 此时此刻的师兄就如同那轮矫急的月亮一般 照顾着宛如星辰的你们 只有我们大家在一起 才能组成一副完整的夜景 所以师兄并不属于你们其中一个 而是属于整个宗门的 上一秒还在争风吃醋的二三师妹 下一秒就又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没办法身为一个天生的暖男 融化并交师妹们的内心 应该是最基本的义务吧 这一夜 三人如同小时候那般挤在一张床上并排而睡 气氛无比幽静美好 虽然林霄每人入怀 但内心却是十分平静 只因此时此刻他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氛围 若你们不是女主 他也不是反派 或许真的可以在这里成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大家庭 而林霄也隐隐感觉到自己若再继续沉沦下去 迎接他的将会是万劫不复 就好像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赢 可即便如此没有何妨呢 在爱呆蒙的小师妹竟特意穿上了白色裤袜 迎接大师兄凯旋而归 果然还是小师妹最懂大师兄的心思 清晨起床林霄就感觉肩膀差点报废 还是自己单身一人比较好吧 这时祝婉宁突然前来禀报 林师兄昨夜城中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政协大战 死了上千名魔门弟子 并且那鬼屋教的大巫主死后 城中剩余魔门余孽全部退出了城内 林霄也从祝婉宁口中得知并未见到有正道中人的尸首 不过 听闻有一名穿着清兰宗服饰的男子 浑身浴血提借走出了城门 林霄悬着的心这才送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江源师兄竟这么猛 连缘因境界的大巫主都被他斩灭 根据原著提示 八大魔门计划通过污染清兰宗周边分支灵脉 从而使毒性蔓延到本山灵脉 如今提前破坏这个计划 想必应该能让清兰宗减少伤亡 接下来的两日 林霄率领师妹们找到了被污染的分支灵脉 并将之一分为二 从而切断了清兰宗本山灵脉的联系 可令林霄没想到的是 他这两位师妹料事如神 竟然精准找到了污染源头 而祝婉宁更是霸气的以一己之力焚毁了士毒源头 见此情形林霄在结合先前的一些事情 他心中已经生出了大胆的开想 解决完这一切事情后 林霄他们终于凯旋而归回到了师门覆命 祝婉宁也就此告辞离开 就在林霄要返回神乱风时 小师妹突然出现来到宗门口迎接大师兄的归来 林霄也是欣喜若狂 离开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跟他道歉 我这个大师兄当得真是不称职啊 当林霄报警小师妹时 竟发现小师妹居然又穿上了那条白色裤啊 师妹你是真行啊 二三师妹看到这一幕差点原地爆炸 于是达成了联盟 怎么也不能让小师妹先得手啊 达成统一战线的两人第一时间便制止了小师妹的行为 小师妹你先回去吧 等大师兄忙完正式就去找你 毕竟这种场面要是不赶紧闪人 怕是会被师妹们刀死啊 谁知小师妹又开始了卖惨表演 就因为人家是个小傻瓜 所以才不配得到大师兄的宠爱吗 若不是人家先前被那个人渣叶臣打伤 就也能跟着大师兄一同出征吗 而这番卖惨下来也是令两位师妹不由心痛起来 虽然我们俩无论怎么争重吃醋 可或不及这位天真无邪的小师妹啊 毕竟一个天真懵懂的小师妹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最终还是影后鹿鹰鹰略胜一筹 从师姐手中抢走了大师兄 看着许久不见的小师妹林霄也是十分开心 这时小师妹一脸天真无邪的看着林霄 表示自己乖乖等了大师兄这么久 大师兄是不是该给鹰鹰些奖励呢 并教小师妹竟要大师兄当众亲吻她的预读 但却被大师兄直接拒绝 只因我堂堂神轮风首席大弟子 怎么能对傻白甜的小师妹做出这种事情 不行 绝对不行 此时与大师兄独处的小师妹正在花痴地看着林霄 鹰鹰乖乖等了大师兄这么久 大师兄不给鹰鹰些奖励吗 此刻的林霄虽然很想给小师妹一些宠印 但为了以防剧情偏离 于是一本正经地表示 大师兄可以宠你 但不能没有限度 譬如身为兄长 大师兄可以亲吻你的脸颊 额头 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案 但是嘴对嘴是绝对不可以的 小师妹十分心痛 明明她那一次在莲花洞祖亲吻大师兄的时候 大师兄你不也没拒绝吗 林霄麻了 老师那一次是看她被夜沉打伤不忍心拒绝而已 收手吧 鹰鹰 你眼下正是青春年华 这些情情爱爱不适合你 林霄深知在她成仙非生之前 有必要将小师妹拉回正轨以免误入弃图 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 她确实有些挡不住小师妹的攻势 可小师妹还是不愿放弃 翻出了她给林霄做的草剑 并对着大师兄申请告白 小时候的林霄为了帮她除去心魔独自斩的那头妖兽 这些她都一直记在心里 林霄表示这些都是小事 鹰鹰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御寿师了 大师兄很欣慰 小师妹却在这时告诉林霄 在她的家乡已进击击之年的女孩子 主动送给男孩子亲手做的戒指 便意味着放心已许 至此不渝 若是男孩子不答应的话 女孩子便会孤独中老终生不嫁 或者杀死自己的一中人 然后再自我了断 这样他们就永远在一起 林霄文言直接压麻呆住了 这特喵的是什么扭曲的爱慕 小师妹连忙解释 绝对不会伤害大师兄的 而且这梅天心 借她原本打算在大师兄 出发苍蓝城前送给师兄 林霄见小师妹 如此用心良苦感忙安慰 但她一想到自己 收了这梅戒指 万一承先离开后 自己岂不要背上一个渣男的骂名 除非是五脉会五十出现意外 于是她便已过几日五脉会五十 待她打抱叶尘的狗头后在意 小师妹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即便按照天道记忆里的事件发生 大师兄最后被送往四过崖 她也愿意化作一道光 温暖融入大师兄的身体 只要能和大师兄在一起 一辈子待在四过崖又何妨 这时小师妹突然起身 很严肃地询问林霄喜不喜欢她 林霄表示那是自然 谁知小师妹竟害羞地坐在桌子上表示 想让林霄跪下亲吻她的狱卒 林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身为反派的她到底要怎么办呢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 林霄表示她身为神栏风首席大弟子 堂堂八尺男儿 怎能任由你这小丫头摆过呢 你以为你是师尊呀 还请这位小日子师妹冷静一些 见大师兄如此不解风情 小师妹又开始了卖惨表演 林霄麻了 没想到自己也有被拿捏的一天 最终大师兄还是妥协了 高冷师尊为了迎接反派师兄凯旋 而归镜特意换上了黑色长腕 而这哇塞的一幕 也恰巧被大师兄看得一清二楚 师尊 托儿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就在刚刚林霄跪舔完小师妹的狱卒后 来到河边清洗 而这也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这时林霄突然想到小师妹方才问她 视魔道人是不是被叶臣斩杀 小师妹是怎么知道视魔道人的呢 况且不只是她 就连二三师妹和祝婉宁在内 在这一次除魔行动中表现的都很反常 再加上先前她做的坏事都阴差阳错反转 结合种种表现 林霄猜测他们或许也是重生者 亦或者是同她一样掌握了剧本的穿越者 虽然林霄现在不敢百分百的确定 但如今所有制线剧情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看五脉会五上他们会如何表现了 林霄这几日不见师尊 也甚是想念 安抚完了小师妹便到了静孝道的时候 与此同时师尊也在为林霄担心 毕竟按照天道剧本的描述 友荣也该杀了视魔道人回来复命 为了不影响剧情走向她这次并没有干预 但内心还是十分担心林霄的安危 即便破坏天道预言 她也不能让林霄受到一次伤害 就在她打算前去出门寻找林霄时 静看到了先前林霄送给她的黑袜 我穿这个去见她 她会不会很高兴吗 谁知就在师尊穿袜时 林霄静突然推门进来 这羞耻的一幕也被林霄静收眼底 林霄没想到师尊静也对她送的黑袜情有独钟 原来师尊内心也有这么病交的一面 为了缓解干大 林霄表示自己刚才什么都没看到 可师尊又岂会信她的鬼话呢 只见师尊心念一动 便将林霄带进了她的神势空间 而接下来迎接林霄的便是和师尊的练剑环节 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军训后 此刻的林霄累得差点没原地归息 而她也在和师尊的对决中 将自身剑到修为大幅提升 一想到自己现在强的一批 林霄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 明天夜晨还怎么跟她打呀 而师尊也对林霄的表现很是满意 不仅修为踏入了法相境 就连剑法都更加精进了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 肖二果然是万中无一的剑修天才 谁知就在此时 萧红灵竟然进入了林霄的神石 此刻的林霄一脸猛批 师尊怎么了 原来是林霄的法相 就连萧红灵都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 她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或许是她关心则乱 现在的林霄在青蓝宗年轻一辈中 能打得过她的不超过三人 而林霄实力飙升和叶晨不无关系 可以说是全败这个主角所赐 只因在叶晨拜山之前 她的修为十几年都在原地踏步 可叶晨入门短短一个多月 她就一路飙升到了法相境 而且女主们的行为也变得异常 林霄为了在飞升前不留遗憾 打算借此时机向师尊申请告白 宗门突发吉令 由于魔门蠢蠢欲动 正魔两派形势紧张 本届五脉会五十日提前 明日正午正式开始 而且东御其余两大政 到宗门也会派出首席胜利 佛子前来观瞻 我去 这场面是不是有些大了险 殿命之子竟然独占了江源的功劳 这种残害徒门抢走别人功劳的小人 就连十老都对之吃之以鼻不屑于之为伍 就在刚刚林霄听到明日就要进行五脉会舞后 内心也是百感焦急 师尊则让林霄不必担心 明日与夜城对战 他只需全力以赴即可 其他的由师尊一肩扛之 师尊也在这时问起 刚刚林霄想要说什么 副官有何要求他都会尽力满足 林霄也在这时不弃勇气 说出了他内心尘锋依旧所想 师尊 这十几年徒儿劳宁养育成人 呵护关照 却从未对你说过一声谢谢 今日林霄在这里 请师尊受我一拜 并叮嘱师尊他不在了以后 要务必照顾好自己 伤身的酒要少喝 莲花洞府的花草也要擒打理 而且他已经将师尊最爱吃他做的 翠苏林之高交给了王之士 还没等林霄说完便被师尊打乱 此刻萧红林的内心虽然很是感动 但却又有几分忧伤 他强忍着泪水表示 刚才林霄所说才不是他想听到的 随后转过头去 并让林霄明日在五脉会 五上把夜城揍成猪头 然后再老老实实回到他的身边 而林霄这边同样也是伤党无比 他不想走的念头 还从未有过如此强烈 果然这诺达的清丸宗 最在意的还是师尊 为了不给林霄压力 萧红林告诉林霄明日之战 即便他落败 也永远是他的徒儿 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以后不许再说了 而就在师尊临走之际 林霄终于说出了 埋藏在心里的那句 我永远喜欢你 当听到这句喜欢你 萧红林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呢 但萧儿所说的喜欢 真的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亲手养大的徒儿 我真是太不爽是道了呀 想到这里他便羞答答的 跑回了莲花洞土 与此同时龙首封神宵宫内 祝婉宁和二师姐将大师兄 带领他们截断魔族污染灵脉 击败是魔道人和魂天宗少主 以及天鹰童子的事情 全部禀报给了在座封主 各封封主没想到 此番行动的主角竟然成了林霄 平日离指魂摸鱼的首席弟子 想不到能力却是如此出众 这时胖子老道突然打断了几人的吹嘘 表示苍安大战死的 可不止是这些不入流的家伙 那鬼屋教几乎是惨遭灭队 掌门这才想到还有这件大事 于是询问朱婉宁两人 那鬼屋教妖灭 是否也是林霄出手所为 两人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主角叶晨突然出场 表示住世杰所说的那些杂鱼 却是林霄所斩 但鬼屋教大巫主 以及三千童甲尸 都是死在他的剑下 一时间在场弟子 无不知为之感到震惊 区区法相近 居然能以一己之力 打败这么多罗门高手 这是何等强横的天将之子 此刻的石老 就像是吃了两斤祥一样的气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仅杀害无辜同门 后毁坏林霄的令牌 夺走了别人的功劳 更是逼迫他传授然血住西秘法 此刻的叶晨才不管那些三七二十一 他现在只想在明日五脉会五十 将林霄踩在脚下 让这个神乱风大师兄尊严扫地 生不如死 石老劝他还是不要太过乐观 虽然他现在修为突飞猛进 但实则根基并不牢靠 而且这秘法太过逆天而行 还会燃烧掉一部分的生命本源 叶晨一脸黑线表示他乃是天命之子 天上人间他最大 献祭这一点气运算了什么 至于本源等日后 他找位何欢宗的圣女做炉顶 财补回来便是 一个字 学 朱世伯竟要传授住师妹独门秘诀 而二三师妹也为了师兄放下内斗 身为好姐妹的他们只要大师兄 不被外人抢走 两人共享也不是不可以 而先前被叶晨斩杀的江源师兄并没有惨死 此刻的江源遍体鳞伤从苍蓝城赶回 虽然他没能赶在郭师妹之前 亲手斩杀师魔道人为师弟报仇 但这一趟倒也没白去 他将鬼无教的大巫主 以及三千桶假式斩灭 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八大魔门攻打青蓝石也会少一些压力 但江源如今已经没有信心 在天鹰血魔冲破封印虚弱的那一刻 与其同归于尽 只因他与大巫主激战后 竟被那叶晨偷袭伤及了本人 或许他已经忘记了叶晨的样子 但那炳飞剑上的剑衣一定是男主叶晨 而且也唯有叶晨这个天鹰之子 能够直接剥夺他的本人 江源他恨了 这位穿越者的他竟在叶晨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但在镇杀天鹰血魔之前他绝不能倒下 与此同事本想向江源道谢的林霄被师弟告知 江源昨日返回宗门后一直在悟到崖闭关境 现在不方便出来相见 此刻的林霄有些懵圈 那鬼无教的大巫主应该是江源杀的 可怎么被叶晨那家伙揽下了功劳 现在剧情又变得不一样 希望明日五脉会五别再出什么妖蛾子 二师妹也在半夜偷偷跟踪林霄 如果大师兄与叶晨的这一战不能改变宿命 即便林霄明日身败名列 他也愿意一直陪在林霄身边 刚好可以在四国牙和大师兄长相厮守 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出现 情敌见面也是分外掩护 三师妹担心明日师姐对战的 可是最恐怖凤明峰首席朱婉宁 二师妹则让她放宽心 别在这里起人忧天了 虽然朱婉宁上一届会五赢了她 但她也曾夺过魁首 但根据天道记忆 她还是会细败朱婉宁之手 也就在这时主角叶晨上前安慰 并成功打败朱婉宁赢得师姐的方心 虽然三师妹讨厌师姐跟她争夺大师兄 却也不忍师姐被叶晨这个渣男所骗 二师妹表示明日无论如何她都要击败朱婉 而三师妹这次前来是想与她调换顺序 这样不仅能打破将军 还能让她保留实力暴揍叶晨 二师妹也在这时才意识到三师妹的好意 其实他们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大师兄能平安无事 二三师妹就此达成协议暂时放下内斗 两人也在此刻重归于好 毕竟只要大师兄不被外人抢走 施舍对方一半又何妨呢 此刻奉明封仙女池 苏寡妇突然来到朱婉宁面前 询问她从苍兰城回来就心神不明 是不是在担心明日的五脉会舞 朱婉宁表示并没有 可这么明显又岂能瞒得了苏寡妇呢 既然不是为了五脉会舞的事情 那么就只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情字 被猜对的朱婉宁瞬间羞红了脸 还没等苏寡妇问是谁 她就不打字招解释自己和林霄之间清清白白 绝无半分觊觎之心 苏寡妇没想到自己的乖徒儿竟跟她一样 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若你真与林霄两情相悦 师尊亲自前去神乱风为你定亲 可祝婉宁深知林霄与她的三位师妹青梅竹马 未必能瞧得上她 苏寡妇让她不必灰心 今晚师尊便娇教您些真本事 这也是为了在五脉会舞后的剑种意境中 帮助她与林霄在双剑和壁上更近一走 果然还是苏世伯更懂男人 二是修仙界的深情暖男 只要和她对视一眼 不管怎样的女人都会被她所迷恋 即便是天命之子在她面前也会被人无视 本该是主角后宫团的妹子瞬间就被大师兄拿捏 这便是高贵出臣的先门小哥哥 今日五脉会晤正式开始 东玉正道宗门以及各大势力军一到访 就在林霄为之感叹时 身后突然传来推推嗓嗓的打闹声 只见一名女子被青蓝弟子拦下 原来妹子本是南赵公主 受邀请来观瞻五脉会晤 但邀请玉蝶不小心一落 这才被当成罗门妖女 而林霄一眼就认出了此人是南赵公主赵青蝶 按照原著的剧情 这一次的五脉会晤 除了邀请正道同门 还对一些有过交情往来的王朝势力发出了邀请 而这位青蝶公主便是南赵国皇师代子 不料这丫头被新任博士鬼乌娇的小巫主 半路偷取了身遂御敌 还特意送了她一枚被植入凶煞利器的护身御服 至于这整件事情的幕后背首自然是胖子老道 想借此就地物杀这位南赵公主从而引起争端 令南赵国的势力倒向魔门一方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主角叶晨马上就会遇见登场 并在时老的指点下帮助赵青蝶解决困境 赢得美人芳心 但令凌霄最觉得离谱的是 江源放走的那位魔教妖女 其实是赵青蝶的姐姐 而且叶晨这小子还在南赵国一行姐妹双收 可凌霄并不想多管闲事 毕竟眼下距离她非生只差一步之遥 刚打算开溜谁知竟被赵青蝶从身后一把抱住 没办法谁让她是青蓝宗有头有脸的人物 小哥哥 我看这些凶巴巴的家伙都对你毕恭毕敬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赵青蝶瞬间就被迷住 爱了爱了 这小哥哥长得好好看 这便是高贵出臣的先门小哥哥 这时宗门弟子联盟上前就要将其擒拿 凌霄则是摆了白手让他们停下 而这一举动更是让赵青蝶感动不已 这小哥哥要帮人家了吗 可惜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只见凌霄恶狠狠的盯着妹子 并警告他要是在湖角蛮缠就休怪他当场发飙了 随后命令弟子将他拖下去公事公办 也就在这时主角叶晨突然出现 便又转头拜托起凌霄 这一幕也成功惹怒了叶晨 当着他的面 竟然敢抱着别的男人 这种美女提员不要也罢 还没等施老劝他 叶晨便对凌霄放下狠话 扬言今日他便要踩着凌霄的狗头灯灵至高之巅 随后便转身潇洒离开 留下凌霄独自一人面对可怜巴巴的小公主 而这甘大的一幕也被周围不少吃瓜群众误会 以为是失恋少女挽留渣男了 被逼无奈的凌霄也只能出手振碎玉符 不出意外的话 也可以通过护山大阵的检测 而这一番操作下来也令赵清别对凌霄更加崇拜 如此高冷善良的小哥哥谁能不爱呢 板派大师兄竟将三位师妹同时搂入怀中 更是为了给最先出场的三师妹打气 豪至五百灵石压他获胜 谁知主角叶晨为了装逼 竟然压十万灵石和凌霄对着盖 今日五脉会五开始 就连青蓝宗的六胜之一的英胜蛋台青鹰都来了 主角叶晨也是十分激动 今日的舞台全是为了本世子而搭建 我叶晨这次定要名流青史 顺便把凌霄这个仙棍一起收拾掉 凌霄一想到这么隆重盛大的舞台 一会就要被叶晨这个二货装到他就不爽 要是自己真用上权力 只怕今日名震东欲的就是他了 师尊也在这时给凌霄抛了个魅眼为他加油打气 想我凌霄忍辱负重扮演了十几年的小丑 今日总算迎来的结局 还扮演个锤子反派 能对他们好一点变好一点 绿茶小师妹见状第一个就扑进了大师兄怀里 虽然二三师妹也很想去和大师兄贴贴 但两人已经达成协议公平竞争 在大师兄做出选择之前都不许太靠近师兄 至于小师妹他们两个完全没把他当回事 毕竟这个年龄段能有什么坏心思 但凌霄又岂会独宠小师妹一人了 当然大家都要全部在一起了 三位师妹此次舞麦会舞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被修饰当保持一颗清静的道心 做到问心无愧即可 至于结果自有天定无需强求 这时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三师妹害羞地表示 若是能为神龙峰拿下第一阵的胜利 不知大师兄能否给予人家一些特别的奖励呢 还没等凌霄回答 另外两位师妹便率先说话 咱们师姐妹三日今日若能赢下比赛 大师兄都得奖励才成 凌霄拿了 早知道就不过来了 很快舞麦会舞第一阵正式打响 由神龙峰首席清传三弟子楚又威 对阵赤云峰清传二弟子陈秋月 而陈秋月这霸气的出场方式也令下方弟子很是看好 都在传言她是赤松首席的秘密武器 打算一屑前耻夺下头盔 相比三师妹的出场方式就有些截然不同 气势上更是拉了太多 这番温柔做派怎么能跟煞气冲天的陈秋月较量 殊不知按照原著剧情 三师妹在激战数十招之后便轻松拿下了陈秋月 与此同事长老那边也开盘了 众人首选肯定是赤云峰的黑马陈秋月 纷纷压她获胜 按照原著剧情 本该是叶辰帮赵青蝶解决麻烦后 叶辰向她借了些银子在石老的指点下 全满了三师妹 最后赚的盆满锅满 可现在剧情被她横插一脚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这是灵霄从人群中叫住正要下住的怀珍 还没等怀珍反应过来 灵霄便高喊她要满五百零食 神伦风弟子处又为五十到一百回合击败对手 自家师妹必须要支持一下 一旁的叶辰则嘲讽灵霄还敢买回合 也不怕把裤子输掉 关你屁事 给小爷滚 长老也是被灵霄这破例所折服 但是比起她的师尊可还差远了 五万灵石是回合以内取胜 还得是师尊啊 青蓝宗第一副婆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可惜师尊这次怕是要输麻了 三师妹可是用了五十回合才获胜的呀 此刻怀珍的心正在低血 这可是她的全部身家呀 看着灵霄这逮色样本想听石老买楚又为胜出 但人活一口气 三师妹只是轻轻扫了下琴弦便将陈秋月击退 随后轰的一声 陈秋月就这么败呗 众人一脸难以置信 魔剑五年的赤云峰首席以及长老无数心力的黑马 就这样一招击溃了 完了 零时都输没了 我要去跳脏剑谷了 就连赤云峰首座都不敢相信 怕我心力血培养的弟子就这么输了 三弟子楚又为尚且如此 那二弟子郭友荣又该是何等恐怖 此刻的大师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 三师妹竟然提前练成了是新魔鹰的最后一重击杀天魔鹰 援助剧情中期 三师妹为了帮助夜城攻下大洲皇城 才不惜燃烧自身晶圆 炼成这一招毁天灭地之能的绝技 如今三师妹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前炼成极杀天魔鹰呢 真是搞不懂啊 其实在五脉会五前夕 三师妹为了能在大比市展灭夜城 特意请教轻英尊者为他解惑 助他炼成极杀天魔鹰 要知道三师妹可是人间千古难遇的情心见苦 倘若席炼正法英功 只需十年光阴 便能真至情剑合一的至高境界 如今为了大师兄竟选择速成 对自己肉身伤害极大的是心魔鹰 只因大师兄是三师妹心中那道最温柔的光 为了大师兄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时怀真还在傻傻地认为三师姐赢啊 他们刚才吓得住岂不是赚大了 可惜因为灵霄的失算买偏了一点点 所以怀真的全部家当就那么打水漂了 灵霄让他别伤心 下一阵你四师姐上场 大师兄带你赢回来就好了 随后便让怀真将全部的灵石拿出来 唆哈 才是男人的浪漫 搏一搏 飞剑变神舟 相信大师兄带你飞 可惜怀真身上已经没有灵石了 剩下的都在房间里 这要是等你去哪 你盈盈姐都败下阵来了 灵霄连忙询问七长老能不能暂时先欠的下主 他身为神乱首席大师兄绝对不会赖账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舍账下主的 灵霄真是将羊毛薅到了极致啊 七长老虽然相信灵霄的信誉 但他要是开了这个仙盒 以后他还怎样作庄呢 不如去找你家世尊云点仙 毕竟萧首座刚才赢了大钱 而灵霄这番操作也引来旁边叶晨的嘲讽 这点小钱都输不起 你若今日下跪求本首席 我叶晨便帮你下主翻身 灵霄内心恶心极了 这嚣张的德性也太欠打了吧 一度让灵霄怀疑他俩到底谁才是反派 谁知这时南赵国公主赵青蝶突然出现 并表示愿意借给灵霄零石 有了小富婆的助力 灵霄一下子就支撑了起来 直接下主十万零石买小师妹拜北 谁知一个时辰后 命运的齿轮再次给灵霄开了个玩笑 第二轮对决 神轮风陆莹莹胜 两位天之交女的对阵终于打响 明明祝婉宁可以提早一键刺中郭友荣取得胜利 但他却为了灵霄选择了打假赛 反观灵霄竟然让赵青蝶接下来帮他压二十万自己输 就在刚刚灵霄在第二轮小师妹上场后 便下主十万零石压陆莹莹败败 不料小师妹惊爆龙取得胜利 原来小师妹在对决中装作肚子疼 趁着对手徐正清犹豫之时偷袭成功 一拳便将气票打下擂台 灵霄麻了 这特喵得也太扯淡了嘛 这么不讲武德的操作也能扭转剧情 灵霄想到之前的判断 小师妹看来跟他一样知道未来剧情的发展 所以他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徐正清 才用这种卑鄙手段一天翻盘 但一想到自己即将杀青飞胜离开 就算证实了这点又有什么意义 而这时男赵公主赵青蝶盯着灵霄一动不动 灵霄见状连忙询问为何这样看着自己 如果是为了压住的事情 他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由你所见 我又输了 赵青蝶表示这点灵石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比起你救了本公主 这份恩情可是多少灵石都衡量不了 赵青蝶这个花痴看着灵霄久久不能自拔 灵霄没想到现在的女主居然不喜欢主角那种清秀的少年了 反而改变口味喜欢他这种图有其表的反派 这是灵霄最期待的对阵要开始的 那就是二师妹郭友龙对阵凤鸣峰祝婉宁 虽然二师妹已经是青蓝宗年轻一辈少见的顶尖天才 但比起祝婉宁这种爵士添交还是有些差距的 赵青蝶提醒灵霄想要下注的话他可以帮忙 但却被灵霄一口回绝 经历了两位师妹的变故 他是真的没信心了 跑不好二师妹也给他报告了 反杀祝婉宁 但灵霄转眠一想他可以压住自己输啊 于是一把抓起赵青蝶的仙仙玉手 这位赵姑娘 你若真想还我人情 待会等我上场的时候 帮我押二十万零食 全押我输 放心 我有信心 我不是那叶辰的对手 而此刻的赵青蝶已经被灵霄迷的差点阴了过去 他没想到小哥哥竟然主动牵了他的手 他还是第一次被男孩子牵手呢 鼓声响起 对阵比赛正式开始 二师妹和祝婉宁两人一开始便爆发出惊人的威势 两人就站在原地自成一方剑剑 台下观战弟子满脸震惊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为何会有剑目出现 其实他们是为了能更畅快的厮杀斗剑 链接彼此剑意 划出一方无形剑剑 将之作为更宽阔的厮杀场地 如今两人已经在台上走了三百招了 按照原著剧情也便是这个时候 二师妹一招之差膝败 我不其然 砰的一声 两人竟同时飞出倒在擂台上 但没过一波 二师妹居然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战起 神乱风的地才竟赢了凤鸣风的天才 就连二师妹都不敢相信自己胜了 他看着倒在台上的朱婉宁 那一剑你明明可以提早刺众 可为什么收手呢 朱婉宁嘴角上扬 没有为什么 是我既不如人罢了 恭喜你 郭师妹 此刻朱婉宁内心无比同龙 若是能跟郭师妹兑换身份 有灵霄这种大师兄的招福该多好啊 来了来了 反派大师兄和天命之子的对阵终于来了 到底是我们的反派师兄将天命之子打成猪头呢 还是天命之子继高一筹碾压反派师兄呢 就在刚刚第二阵暴冷由神乱风郭有荣胜出 接下来便是天荡风首席大弟子叶晨 与神乱风首席大弟子林霄的对决了 全场最期待的对决终于开始了 一个是逃脱大洲女帝重重围捕入门先宗的天选之子 另一个是传闻中不学无数的青蓝首席之耻 但却两次挫败北川王世子的奇才 这两位宛如素仇般的奶 今日终于以最公正的方式一决辞雄了 师妹们也是紧张的要死 大师兄你一定要一天改命将叶晨这个人渣按在地上摩擦呀 师尊萧红林坚信林霄定不负众望免压叶晨 作为师尊最喜欢最欣赏的男子 你才是那个天命之子 刚一上场的叶晨便火力全开 林霄这个神棍何在 还不速速给本首席下跪投降 而叶晨如此强劲刚猛的肉身也震惊下方弟子两秒半 反观林霄这边的气场则是差了些 跟叶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但为了还原反派人设 林霄深吸了口气 开始对着叶晨一顿臭骂嘲讽 更是扬言今日定要将他这个整日自诩 气韵之子的渣渣打成猪头 而林霄这番操作下来系统 更是在比赛前给其送上一系列的奖励 这个狗系统 又出来搞事情 这特喵的可是人家最后一场大戏 下方的三位师妹也是为林霄拼命的加油打气 大师兄加油 打抱叶晨的狗头 师尊则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百万零食 压自己徒儿取胜 祝万宁心中不断祷告 只求林霄万事尽力便好 即便此番不能扳倒叶晨 他也会在接下来的剑种试炼中 新手将其震杀于秘境之中 叶晨这边依旧信心满满 他等了这一天已经太久了 今日无论如何他都要一血前耻 将林霄踩在脚下 林霄没想到叶晨这个人渣 竟然已经法相近巅峰了 看来那老头还是有点本事的嘛 你越强 我越放心 虽然结局注定 但气势上可不能认输 叶晨 你给小爷听好了 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弟弟 小爷我只用一根手指便能将你按在地上摩擦 被激怒的叶晨直接使出他那华丽的一剑更金剑绝 面对如此裹挟着强大的五行剑绝 林霄决定将剑一压制十分之二与其硬碰硬 当两股强大的剑一碰撞在一起也是不相上下 但别忘了这只是林霄实力的十分之二 此刻的林霄内心暗爽 他没想到自己反派生涯的最后一场大戏竟然如此顺利 叶晨冲上来的时机 以及使用的剑招跟援助发展的一模一样 按照剧情发展 林霄将被逼到穷途末路狂兴大发 祭出从师尊偷盗出来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叶晨会暂时受挫最后使出终极必杀祭五行破灭剑绝 然后他会在被五行破灭剑绝吞噬的最后关头 被美人师尊救草自动认输 接下来他的盗窃之罪也会被公之于众 被师尊无情囚禁于四过崖 叶晨好大 快点来帮助爸爸成就红尘先味吧 但林霄一想到他就要离开此界 离开深深爱着的师妹师尊们 他心中便隐隐作透 以后再也见不到师尊那张绝美天言 以及那世间绝无仅有的眉腿 看到林霄在他面前如同蝼蚁一般 叶晨就更加膨胀起来 时老你看他 这便是你一直忌惮为格与我不相上下的存在吗 就这副德行给我提鞋都不配 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而已 林霄今日便是你个死期 天命之子这次终于要智冷起来了吗 在反派师兄的最先望月步的影响下 主角叶晨竟使出的原著里 都没有了这招叨叨猎 就在刚刚被激怒的叶晨 展出了自己的权力一见 台下弟子也是被这一幕震惊了两秒半 都以为林霄被打得神魂俱命 反观台上的萧红林却很是淡然 只因他对林霄十分有信心 这点攻击怎么可能击败他心中的天命之子呢 此刻的叶晨也是一脸猛逼 林霄这个神棍就这么被他的剑气焚为灰烬 时老 你现在还敢找他人志气 灭本世子威风吗 一路从大洲到冬域 任何与本世子为敌的人都死于非命 即便是林霄也不例外 顿时间叶晨就感觉自己又行了 我为天命 万物俯首 天上剑仙三百万 欲我也蓄尽低眉 还没等叶晨高兴完 一道声音便打断了他 叶晨你个废物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是吧 此刻的林霄气得要死 他都这样放水了叶晨还没能打败自己 真是烂尼扶不上墙啊 其实在叶晨的剑气处碰到 林霄的无相剑体凝结出的护体剑罩时 那个坑爹的被动身法最先望月度在一次完美触发 以至于林霄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完美多少攻击 但好在没同事触发九神众 不然直接将叶晨那个废物反阵 要知道这套的组合技能 甚至曾经压制了剑境与秀薇的美人师尊 看着毫发无伤的林霄 叶晨他懵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用了什么邪门妖法 于是赶忙求助石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石老告诉他 林霄方才用了一种传承于上界极为高深的身法 躲过了他的更经剑气 而且此人的剑道造诣远在你之上 叶晨可不想听石老废话 他只想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才能赢 只要祝他赢下五脉会五取得冠军以后 什么都听他的 石老犹豫过后告诉叶晨想赢林霄并不难 只因林霄自始至终都没对他流露出一分杀意 即使林霄方才激发剑气抵挡之时 那股剑意也是中正平和 总而言之他根本没想赢你 只要全力以赴定能将其拿下 听完石老的这番话后 叶晨嘴角上扬再度狂吹了起来 上天给了你这么强的剑道天赋 你却仍然卑躬屈细跪求一败 没办法谁让我才是天道的宠儿 此界唯一的天命之子 看到叶晨又变回了刚才装逼的母娘 他总算是放心了 希望他这次能再接再利一口气将自己打败 两人也是再次摆好架势准备一战 叶晨见他的更经剑绝对灵霄无用 于是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叨叨六 无边恐怖的爆裂火焰 席卷了方圆数十丈 台下弟子也是被叶晨的这招深深震撼到 要知道五行法则之中 杀伤威力最大的便是火制法则 如此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建议之中 这不是天选之子又是什么 只有师妹们以及怀真坚信大师兄 定能一封翻盘 灵霄看着一步步朝他走来的 叶晨内心也是慌的要死 他没想到叶晨这个人渣 竟然被他的最先望月父影响 使出了原著里都没有提到的这招叨叨六 也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因此会不会发生改变 反派师兄进施展法乡神通将主角打成了猪头 可即便叶晨被灵霄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也没有放弃 居然打算动用底牌与之疏死一战 就在刚刚叶晨使出叨叨烈火向灵霄逼近 台下的师妹们纷纷向师尊开口求情叫停鄙视 一旁的胖子老道表示灵霄叔给他这徒儿不冤 萧红灵则面无表情开口说道 什么狗屁见到奇才 在我家笑儿面前即便是本作也不一定配得上见到奇才四个字 至于叶晨给他提鞋都不配 你们三个小丫头放宽心 你们根本不懂你们家大师兄 只有为师最懂他 其实早在师尊与灵霄间接斗见识 他便发现了灵霄的身体只要感应到危险 就必定会激发那一招恐怖的神通 而此刻的灵霄也打算硬着头皮配合着将这出大戏眼 但叶晨这招叨叨烈火威力巨大 他还不想就这么挂掉 必须将自己搞成重伤 这样才能按照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使出天绝黑莲让每人师尊下场 于是动用最先望月不轻松躲闪 几轮攻击过后灵霄终于找到一剑侧伸展 这样应该能助攻将自己逼成绝境了 于是主动卸去了一半灵气脉给叶晨破绽 就在灵霄认为这下稳了的时候 他的法相神通竟然主动显现 只见一尊大佛手拿酒坛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下方弟子一脸震惊 他们没想到一个法相静修 是竟然能一念成佛 瞬息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显胜神通 如此虚无的法相 莫非灵首席也是天选之人 随后大佛举起手中的酒坛 就要冲着叶晨杂取 灵霄一脸无语 你呀快点躲开啊 紧接着台上便传来叶晨的痛苦爱好 在历经两分半的输出后 此刻的叶晨已经被揍成了猪头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神通啊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灵霄内心已经无语到了极点 这特喵的要让人家怎么演啊 狗系统不想让叶晨先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谁知就在此时叶晨竟然站起 周身更是散发着恐怖的杀意 看来这会终于准备提前使出那招了 这时使老联盟劝解叶晨不要冲动 本就利用燃血柱细功损耗本人突破修为 如果使用那招一旦不能成功将其吞噬破灭 他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叶晨已经下定决心 今日无论如何 都要使出那一招将灵霄这个蝼蚁彻底抹杀 台上的阴圣诞台轻音看到这场面 已经认定叶晨将会取胜 胖子老到一下子又装了起来 虽然在萧师妹眼离我家叶晨徒儿的剑道 资质固执一体 不过全力出手林诗之 怕是会血剑当场 苏美人也很是担心林霄的安危 毕竟叶晨这一世见诀非同寻常 要再不出手阻止 怕是就要晚了呀 师妹们苦苦哀求 希望师尊出手救救他们的大师兄 而萧红林依旧气定神闲还是那句话 诸位拭目以待 本作相信我家萧儿 更是再次加注二十万灵石压林霄获胜 这番牛批的操作也是看呆了在场中人 这女人一定是疯了呀 小师弟竟被天命之子一剑刺穿了胸膛血剑当场 一期为反派大师兄着想的怀真 难道就这样惨死了吗 不管他什么天命之子飞升成仙 今日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为小师弟报仇血恨 就在刚刚主角叶晨终于使出了 他的杀招大五行破灭剑意 此招一出天地一变 台下观战众人无一不为之感到震撼 这到底是什么招式竟然能有如此恐怖的杀意 林霄双手合适心念一动 也祭出了从美人师尊那里偷拿出来的天绝黑莲应对 当金色莲花出现 一股温和的光明气息照耀了整个擂台 一边是叶晨的暗黑气息 另一边是林霄的光明之气 两股能量在擂台上不断相互碰撞 到底谁能碾压对方成就不败神话呢 此刻的叶晨面露争鸣 他没想到连这传承于上界天荒魔剑的大五行破灭剑 林霄都能够将之消极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法宝啊 殊不知林霄自己也不知道啊 这天绝黑莲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胖子老道则在上方怒斥林霄作弊 诸位长老你们看林霄使出的法宝 像不像祖师爷当年封印在神乱风的禁忌之物天绝飞灵 这林霄大胆妄为竟将此物偷了出来 还请诸位长老名剑言诚不代 这是每人师尊站出来为林霄说话 不仅如此还嘲讽胖子老道白活了一百年纪 没想到见识还是如此之等 你若瞧不出名堂啊 大可以请教下尊者 这是一旁的秦圣诞台轻音表示此法宝已不再是天绝黑莲 而是被练去其中邪煞之气脱胎晃谷的九恋道莲 在上界被称为十二品先是金莲 胖子老道文言一脸难以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要知道天绝黑莲只有清完宗的祖师爷才有能力练化 其他人怎么可能呢 石老这边劝解叶诚赶快停手 再这样下去生命本源将会消耗殆尽 面对石老的好言相劝上头的叶诚仍然一意孤行 今日不管怎样他都要弄死灵霄这个废物 此界只能有一个天命之子 那便是他北川王世子叶诚 而灵霄这边正在极力克制自己不出手反击 我必须得还原剧情被叶诚逼到绝路 使得每人师尊出手然后认输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小师弟竟然手持匕首走上了擂台 灵霄撕心裂肺的让怀真赶快离开 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可为是一晚 怀真小师弟还是朝着叶诚的后背刺了上去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叶诚伤害自家大师兄 对不起大师兄 怀真这一次没听你的话 等灭了这家伙 怀真给您道歉以死谢罪都成 我绝不容许我最敬仰的大师兄被人欺负侮辱 而这时叶诚认出了偷袭他的正式收徒大顶难日 帮灵霄前来毒害他的那名弟子 于是转身一剑刺穿了怀真的胸膛 我们最可爱的怀真小师弟 难道就这么惨死在叶诚的剑下吗 反派大师兄竟亲手斩杀了天命之子 只因一心为大师兄着想的小师弟被叶诚残忍杀害 看着曾经天真无邪的小师弟惨死在擂台之上 灵霄他怒 仅仅一剑便碾压叶诚 更是因为改变剧情导致系统崩溃 阴差阳错将炮灰身份提升至天命大反派 就在刚刚小师弟偷没来到擂台被刺叶诚 不料竟被其当场反杀 看到这一幕的灵霄当场暴怒 叶诚 今日我便要你的狗命为小师弟报仇 仅仅一剑叶诚的手臂便被斩掉 谁也没想到刚才还处于劣势的灵霄居然逆风翻盘 神轮风首席当真恐怖如斯啊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怀真 灵霄满脸忧伤与自责 终究还是不能改变小师弟的命运吗 他还是为了我而死了 此刻的怀真奄奄一息 他的两条大腿已经被破灭之息吞噬 怀真你这小子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就是不听大师兄的话呢 即便怀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心中还是在挂念灵霄这个大师兄 在他心里大师兄是最厉害的 其实怀真当初早就听从灵霄所言 不仅在吃风城买了一块地 还置办了一个养猪场 就等着五脉会晤之后下山安心当一个凡人 隔三差五给大师兄和师姐们做做饭菜 可怀真怎么能容忍别人弃负大师兄啊 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任性了 临死之前的怀真希望灵霄能答应他最后一件事 原来怀真今日在给灵霄收拾屋子时 看到了他给几位师姐还有师尊的信 他恳请大师兄能留下来 师姐们还有师尊都很喜欢大师兄的 答应怀真这最后一个请求好吗 灵霄看着在生命最后一刻 还在为他人着想的怀真 灵霄他真的绷不住了 为了师尊师妹还有惨死在他怀里的小师弟 灵霄决定不走了 他要留在这里守护所有人 而今日他便要拿叶成开刀 为小师弟报仇血恨 看着一步不向自己逼近的灵霄 此刻犹如丧家之犬的叶成跪在地上不断求牢 灵霄你不能杀我 你一直对我都没有杀意的 难道你忘了 你一定有某种理由不能杀我 你好好想想别大胆妄为 面对叶成的求牢 灵霄只是冰冷地回了他一句 叶成 抬起你的狗头看看我几分像从前 只见灵霄身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意 从现在开始攻守一事 而一直自诩天命之子的叶成 此刻终于看清了形势 连忙跪在地上认输求牢 只求太上长老和师尊救他一条狗命 但在他对小师弟通下杀手的那一刻 灵霄就已经不可能放过他了 最终被灵霄一剑刺穿了胸膛血剑当场 也就在这时灵霄的嫌与反派系统崩溃 灵霄将永远接触与系统的绑定 而他的身份也由炮灰灵霄自动提升为天命大反派灵霄 北人师尊竞霸气护出剑指清澜 面对各封手作的出言挑衅威胁 师尊一如既往的选择站在灵霄这边 今日不管是谁想要动他的宝贝徒儿都不可以 就在刚刚灵霄终于为小师弟报仇血分 一剑斩杀了天命之子 从原来的炮灰身份提升至天命大反派 灵霄一脸猛逼怎么斩了个天命之子 系统还升级了呢 只是为什么升级后还是这个狗系统呢 事到如今灵霄也懒得理会此事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带怀真回家 谁知就在灵霄抱起小师弟走下那台时 胖子老道突然将灵霄揽下 并怒视灵霄明明他徒儿叶辰已经认输 这位北川王世子也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 反倒是他的死能让那位女王陛下 将怒火撒在青蓝宗身上 虽然这灵霄手段通天 见到资质不亚于萧红灵 但也是必须扼杀于摇篮之中 此乃一时二鸟之计 就在原意对灵霄出手之时 每人师尊及时出现将他拦下 只是随手一挥 擂台便瞬间土工瓦解 原意老而见状连忙俯卵 萧师妹不要动怒 本作不是这个意思 萧红灵当众表示他的徒儿今日一时冲动 一不小心将夜城斩杀 虽然破坏了会武规矩 但自有他这个做师尊的好好调教 还请诸位给我萧红灵一个面子 此事就不必深究了 否则的话 诸位将会见到本作在这方人间最猙獰的一面 此话一出引得个风手作极大不满 弘样都是手作难道我们就不要面子的吗 如此嚣张跋扈必须请六胜出手 谁知因圣境站在了每人师尊这边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战立天花板的 他青蓝宗的大劫还全靠这位萧手作呢 所以这个面子必须得给 林萧见师尊如此霸气糊涂 一时间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萧儿 无必多言 一切由我 带着你小师弟回山吧 临走之时还不忘叮嘱林萧 事者已是 生者如斯 不要太过伤心欧坏了身子 你家师尊会心疼的 当林萧抱着小师弟走下擂台后 师妹们和赵青蝶都围了上来 小哥哥 我们南赵伯的女娲秘书 或许可以试着抢救一下你的小师弟 当林萧得知小师弟还能七死回生 原地震惊了两秒半 复活吧 我的怀真小师弟 来了来了 我们的怀真小师弟竟真的能复活 为此林萧还特意将怀真安放在玄天水晶宾馆里 可师妹们却认为赵青蝶是在信口开河坑骗师兄 好在林萧出手安抚师妹们化解了这尴尬的场面 就在刚刚舞卖会舞的对阵全部结束 江源正独自一人在崖边饮酒 这是徐师弟前来告知今日战绩 徐正清神情低落 道出了他输给了神乱风的小师妹 江源文言一脸震惊 把相近的你真的被那位金丹初七的陆师妹打败 原助理徐正清跟陆英英的对决本应该完胜才对 没想到剧情居然反转打败了他这位师弟 难道是这位小师妹耍了些什么小手段吗 可当江源从徐师弟口中听到主角叶晨竟被神乱风首席林萧击败后 他原地震惊了两秒半 江源不敢相信本应被叶晨无情碾压的小菜鸡 竟战胜了天命之子夺得的魁首 但接下来江源听到林萧不紧云了 还斩断了叶晨的一条手臂 并一剑贯穿了其身体要害生死不明后 他手中的酒杯哐当掉落 徐师弟你先退下吧 让师兄一个人静静 对了 师兄 还有一件事 师尊让我问你 五脉会五结束之后的剑种试炼 您还会按计划参加吗 江源丝毫没有犹豫回答道 当然 要知道剑种里可是有着猪斑龟齐秘宝 而江源的目的只有那一柄青蓝法剑 因为只有拿到这柄神剑 才能重启祖师爷传下的六道轮回富山大阵 从而抵御魔门入侵青蓝 虽然江源不知道身为原助理小人物的灵霄 为何会突破自己的本命成功翻盘 但他希望接下来关乎青蓝宗的关键事件中 他们是有非敌 我对你的好感远超过那个龙奥天叶晨 林师弟 这一杯 师兄敬你今日打败叶晨横压全场 另一边在得知赵青蝶能够救活怀真后 灵霄便将怀真安放在莲花洞府深处的玄天水晶棺中 可师妹们却都十分质疑赵青蝶所说 南兆公主殿下 怀真师弟都伤成这样了 你真的有办法能救活他吗 此番若不能令怀真起死回生 一定得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家大师兄如此信任你 希望你不要令他失望啊 赵青蝶看着他们三个对他普世淡淡 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躲到林霄身后 希望林霄能帮他跟这三位姐姐说一下 他们的小师弟契机未曾断绝 神魂中更有着一谋执念 还是有希望救活的 只不过得给他换个身体 林霄文言激动万分 在原著设定中 这位南兆国公主身为前妻重要女主之一 也是被安排了一种特殊体制 就是联心 在八大魔门围攻青蓝的剧情中 叶晨的九幽魔雕被吸干了血肉 大战之后正是赵青蝶这位红颜 将妖兽的遗骸带回南兆 以南将的生命鼓术的树干为养料 帮助气重塑肉身 看着自家师兄对一个外人如此亲密 师妹们瞬间不乐意 谁料林霄进场看怀抱 将师妹们全部搂进怀中 三位师妹乖一点 给大师兄一个面子 我们先出去 不要耽误赵姑娘救治怀珍 靠在大师兄怀中的三人 瞬间变得通情达理温柔可爱 就在大师兄搂着师妹出去时 美人师尊也在此时玉空而来 请客落至林霄的面前 原来美人师尊刚才去了一趟太苍山 拜会了六圣之首太武真人 摆平了林霄重伤叶晨的事情 此刻的林霄心中酸涩难当 多谢师尊为徒儿担下罪责 而林霄最关心的事情 便是那叶晨到底死了吗 美人师尊终于在夜色之下 完成了对林霄先前的许莫 而天命之子居然非生非死 作为本届魁首的大师兄 明日将富泰苍山 接受太武真君的一波 就在刚刚林霄询问 师尊夜诚到底死了没有 师尊的回答却是非生非死 不过是一句躯壳罢了 往后只怕在男友见术 林霄这一见 着实够准狠 得到答案后的林霄将南兆国公主 赵青蝶能救怀真 并将借用洞府深处的 玄天兵关仪式告诉了师尊 师尊淡淡地摆了白手 表示随便用 以后他这莲花洞府 你们四个随时可以自由进出 师妹们文言开心到飞起 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喜事 那就是今日林霄跟夜诚一战 太武真君全城都用 极目水晶看在眼里 表示十分欣赏林霄 并在肖红灵的指尖下 太武真君亲口传下赵令 林霄作为本届魁首 明日前往太苍山接受他的一波 林霄心中苦笑 要知道在原著中 夺下魁首的夜诚 第二日便被召唤到太苍山上 与太武真君会面 而这太武真君不仅给夜诚建议冠 更是为他打开神石天眼 将青蓝宗的镇派之宝 青蓝法剑的具体埋藏点告诉了他 如今林霄已经决定留下 陪着师尊师妹们一起修仙 所以他当然不会拒绝 太武真君的建议传承 从此以后 一切能够变强的事件机缘 他林霄都一定会想尽断法 磨到手里 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己想要守护之人 萧红灵还是第一次见 自家徒儿如此顺从 接受自己的安排 为了庆祝林霄夺魁成功 美人师尊决定今晚 在天女牙上举办一个庆功大会 至于来宾不用太多 就咱们内门五十名小师妹 以及林霄这个大师兄即可 而这也是时隔五年 大师兄为神兰风再度夺下魁首 所以今夜必须要好好庆祝 殊不知三位师妹的怀心思 今晚就能与大师兄亲力畅忆了 林霄不知为何 总感觉好像要出事呢 这时美人师尊亲和一声 表示自己还要有话单独同林霄说 于是便让三人先行退下 寂静的山峰之上 只剩下了他师徒二人 两人面面相对 宛如神仙眷侣一般 眼见气氛有些刚大 林霄当准备开口 却被师尊打断 只见美人师尊神色凝重 询问林霄今日他跟夜城一战 在怀真上场之前 是否一直故意求败 林霄心中一沉 也不知如何作答 萧二 你知道为师这些年 花费了多少心血在你身上吗 为师相信 你若知道的话 一定不忍心辜负你家师尊的 林霄心中怎会不知呢 无论师尊知不知道未来剧本 但他做那么多事情 都只是为了帮自己改写命伦 而自己呢 不仅不积极改变 反而每日墨于百难 面对这位有着养育之恩的美丽女子 林霄双膝下跪 师尊 徒儿错了 我林霄今日放话在此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神乱风万事无鱼全员非生 萧红灵的一颗心 瞬间就被林霄融化了 他连忙走到林霄面前 想要将他搀扶起来 可无论他怎么安慰 林霄却仍是跪地不起 莫非是我先前的话语气太重了 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孩子 还是个内向敏感的性子 事到如今该怎么安慰他呢 这是美人师尊忽然想到了 那一日在洞府的场景 随后他轻轻咬了咬嘴唇 那玲珑有致的高挑身子微微攻下 将林霄的手慢慢牵起 接下来便是美人师尊 完成先前许诺的画面 林霄瞬间就压麻呆住了 我的天啊 师尊这是在干什么那样 天命之子果然没死 更是为了满足一己思欲 报复林霄 报复整个青蓝宗 不惜与魔道中人同流 何无一步步堕入魔道 而石老也在此刻看清了 所谓天命之子的真面目 选择了其他而去 夜晚 圆月高悬繁星满天 而天命之子却成了一名独臂少年 浑身缠满沙布躺在一方谈木床上 叶尘心中万般不甘 石老 我叶尘这一事是不是彻底结束了 我不甘心啊 明明只差一点就能碾压林霄这个神棍 叶世子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一而再再而三的肆意妄为 不听老夫劝告 以至于落得惨淡收场 任命吧 已无论心智还是实力 都远不及那位林首席 叶尘一脸独笑 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天命之子 竟会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讽刺啊 以前一口一个小友 现在却换林霄那个神棍为林首席 真是新人圣旧人啊 而石老也在此时冷漠地说道 若非他命格够硬 林霄那一剑八裂无比 植入葬 他现在该是一个死人了 好好活下去吧 至于其他的不必再抢求了 叶尘也听出了石老的言外之意 他这是要抛弃自己了呀 先前两人早就有过约定 五脉会武士石老最后一次陪叶尘好赌 如今叶尘大叔特殊 败得一塌糊涂 所以也是该分到扬镳的时候 在分别之际 石老还是为他送上了最后一挂 那就是剑种秘境里 躺着他另一个大纪元 或许此人才是他人生道路上 最重要的闺女 叶尘见石老这次是铁了心的放弃他 小脸上的表情更加崩溃 这是他忽然想到自己 还有最后的底盘没出呢 那就是他的妹妹叶轩儿 此刻正带领八十万北川铁器 赶来东宇与他会合 他这轩儿妹妹这辈子 最价糊的就是他这个哥 若是他知道林霄将自己打成残废 并会率领大军剑使青蓝 到时候青蓝宗还不乖乖将林霄的狗头双手奉上 如此一来 此界的天命之子就只剩下他了 可即便叶尘怎么苦苦哀求 石老依旧无动于衷 叶尘狂怒之下 当即便将魂戒丢了出去 这时屋外突然有人来访 而来人正是袁一郎 随便关心几句的他直入主题 询问起叶尘那位身为北京女王的妹妹叶轩儿 可启成了吗 再从叶尘口中得知大军已经出发 再有十五日便可到达东狱后 袁一郎到笑眯眯地抓着叶尘的手 打算带着他去十二元城洞府最深处 一瞬之间 叶尘整个人便躺在了一方石台之上 一股刺鼻的腥臭气息扑面而来 当叶尘低头望去顿时大惊 只见下方是横便也宛如修罗炼狱 并且那些尸体看起来还都是正道修士 这也验证了石老先前的猜想 果然这胖老头是隐藏在青蓝宗的魔宗见底 如今叶尘已然知晓一切 原意老而当即让他做出选择 是加入魔宗干一件足以翻天覆地的大事 还是成为他的养量 他若点头答应 过几日便会带他去见一位大人物 只要他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你叶尘定能脱胎放骨一天改命 将灵霄那个妖孽踩在脚下 这位气运滔天的天命之子丝毫没有犹豫 随即单膝跪地 无而愿为师尊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就在这时刚才消失的石老出现劝解叶尘 万不能与魔宗中人同流可污 身为天命之子若是入了魔宗 此界必定生灵涂炭 叶尘 收手吧 叶尘的嘴角却泛起一抹邪恶的笑容 如今的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只要能灭了灵霄堕入魔道又何妨 实老接连叹息 真是造念啊 错了 老夫从一开始就错了呀 来了来了 期待已久的神轮风勇士派对终于来了 今夜庆功宴反派师兄不仅福利满满 就连高冷玉姐朱婉宁都被苏美人拉来向萧红林提亲 此刻的灵霄正在打扮着装 以前扮演反派人是拉里拉他也就算了 如今做回自己 自然是要成为俘获万千师妹方兴完美无瑕的大师兄了 要知道今晚的庆功宴除了师尊以外 便是四十多个颜值出众的那门小师妹 她是唯一的男性 据神轮风的首席指示所说 还是设在明月牙上彻夜狂欢的那种勇士派对 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啊 以前一心想要回家的自己 就是个妥妥的大傻子 林霄仰望天际 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的告别家乡的父母 看着铜镜里风帮无限 宛如折仙凌凡的自己 林霄口中赞叹不绝 这颜值放在前世娱乐圈 怕是不用连续两年半就能直接四位出道了 林霄忽然想到少了个配事 于是朝外面的大厅喊了一句 怀珍啊 把大师兄那块玉佩给我拿来 话音刚落 林霄的目光瞬间凝住了 他现在只希望怀珍能够复活 若是赵青蝶能顺利为怀珍重塑肉身 林霄也不介意在对抗八大魔门时 顺手帮他登陵南兆国国主之位 就在林霄伤感知时 系统奉上一系列奖励 若是之前那个扮演反派人设的自己 听到这个声音肯定会忍不住当场破防 而现在这种躺着就变强的感觉 实在是太令人身心愉悦了 与此同时神栏风高级与弟子宿舍里 三位师妹已经换好了永逸等待派对开始 三师妹看着二师姐的身材羡慕不已 二师妹十分傲娇地表示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师妹如此夸赞自己 可惜 单单只是师妹夸赞 少了点意思 若是大师兄也这么觉得那边最好 当三师妹看向一旁先弱娇小的小师妹 心里就平衡多了 还是小师妹这种小丫头好 从来不争抢大师兄 谁料眼前这位人出无害的小师妹 为自己准备的永逸竟然是不了最少 但最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师妹竟从衣柜里拿出大师兄 送给她的白色长蜡 今夜大师兄必然是属于音音一个人的 为此音音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等着抱我心爱的大师兄 另一边的凤鸣峰 祝婉宁和苏美人正依偎着在一起 看着隔壁神乱风为大师兄准备的庆功宴 祝婉宁亲历的小脸微微动容 林师兄他真的很强 值得这场盛大的庆功宴 苏美人也十分认同他所说 林霄天资的确恐怖 就算太武真君不出面清点 你跟那夜晨败了之后 恐怕也没认识他的对手 但你为何跟郭有龙的比试时故意放水 苏美人深知从小要强的祝婉宁 不愿辱于他人 如今固知为何对一个 跟他针锋相对十年的老对手低头认输 你心中到底有什么顾虑呢 祝婉宁神色欺然 祈求师尊不要问 今日的比武是他此生 唯一一次遵循内心的任性 希望师尊能原谅他这一次 苏美人心中品鉴着 遵循内心这四个字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拉着爱徒的小手腾空而起 为师这就和你去神乱风 向你肖师叔提亲 苏美人知道 他是看在林霄的面子上 让郭有龙迎他一次 但我徒儿这般痴心对他徒儿 他肖红灵今日必须得给出回应 每人师尊今夜真的是经验全场 开具便碾压三位可爱动人的漂亮师妹 而今夜也是大师兄一直向往的人间天堂 此刻的神乱风明月牙 林霄早早便来到位于明月牙之间的露天长生温泉边 如此盛景佩美人 让林霄有一种如灵仙境的错觉 这里是人间天堂吗 不知是哪位师妹率先发现了他这个亮子 大师兄来了 煞时之间 一个个身材玲珑有致 紧穿着修真戒特有的灵沙泳衣的少女 从水池中蹦出曹他涌来 大师兄今晚好帅气啊 感觉五脉会五之后大师兄眉宇之间 比之前更有阴气了呢 在这般恐怖的攻势下 林霄竟然还能稳如泰山 我可不是夜晨那种动不动就流鼻血的屌丝男主 我可是天命大反派啊 但想到如今自己已经彻底跟原著中那个反派林霄做出切割了 现在的他才是真实的自己 一个来自蓝星温柔正直的好青年 其实现在想象以前那个反派系统 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啊 这时周围的美少女师妹们 拉着林霄一起进入温泉 在温泉池里林霄竟闻到了一股浓郁醉人的酒香 原来是美人师尊心情大好 特意让师妹们去他的洞府地窖中 取来了陈棉仙酿 倒入池水之中 为今日宴会增添几分乐趣 林霄心中苦笑 师尊 不愧是你 咒王直呼内行啊 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月耳的声音传来 林霄掉头望去 只见三师妹梳着淑女发迹 身穿白色青纱一脸羞涩地朝这边走来 诸位师妹能让他一些吗 在庆宫宴正式开戏之前 师姐跟大师兄有些要事要谈啊 虽然其他师妹们不是很情愿 但一想到上一次那位男师妹 只是因为给大师兄写了一封情书 便被三师姐发配到了凶险的黑水盒后 只能无奈地选择了离开 此刻的温泉处就只剩下林霄和三师妹两人 这时三师妹缓缓来到大师兄面前 刚要询问林霄他今日这一生怎么样 就被跑来的小师妹打断 当看到小师妹的这身后 林霄直呼好家伙 迪欧威还要过分 他们可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妹妹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正当林霄心思博杂之时 二师妹也朝着这边缓缓走来 如今一家四口气活了 林霄总感觉三位师妹今晚是有备而来 林霄一脸害羞 其实那四十个师妹们也已经很好看了 但终究差了三位师妹一个档次 能秒掉这三个小妖精的也未有那位女神大人了 就在这时说师尊师尊道 只见一名身穿赤色缝纹纱裙 身材高挑恶魔化着精致妆容的绝美女子 朝着林霄缓缓走 而这便是拥有轻视容颜的美人师尊了 爱了爱了 反派师兄这次是真的爱了 今夜如此良辰美景 不仅有美人师尊相陪 更有师妹们俯亲舞剑 就在刚刚美人师尊一身赤色缝纹纱裙震惊全场 果然论角色还得是师尊大人 萧红凌清了清嗓子 见到为师到来 而等还不行礼 全场女弟子森森公身 我等拜见师尊大人 林霄心中隐约感觉不太对劲 师尊从来不讲究这些繁文入节的 怎么今晚变得这么官方了 见林霄与师妹分开萧红凌这才疏管了许多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便开喜吧 只见一方方放着每位佳妖的淋浴暗桌被搬了上来 师尊与师妹们一边玩水洗脑 一边享用美食美酒 好不惬意 林霄见状也来了兴致 如此良辰美景 师兄我就在这里为师尊和师妹们献上一曲 随后哼唱了几首前世古诗次改编的歌曲 前世本就有着学友之称的林霄 此番开嗓顿时惊艳全场上 更是在三师妹动人情声的伴奏 以及二师妹的伴舞下 将泳池派对的气氛烘托到了最高 中途林霄好几次忍不住用余光去偷看美人师尊 都发现他双手脱腮 一双凤眸定定地看着自己 这可恶的反差萌简直让人完全没有抵抗力啊 久过三旬 林霄见师妹们兴致丝毫不解 正准备提议玩个小游戏 忽然一道威力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洪灵师妹你今日定要给本座一个解释 而来人正是苏妹跟祝婉宁这一对美人师徒 萧洪灵仍是自顾自个喝着美酒 苏师姐今夜是我神乱风的庆功宴 你此番前来打扰是合用意 洪灵师妹本座方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要你今日给我一个交代 林师子你可知道 我家徒儿他为你付出了多少了 随后便让身旁的祝婉宁自己解释 林霄看的也是一头雾水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本大反派和祝婉宁好像没什么交集 原著中也没有这么离谱的桥段 两人目光交接间 祝婉宁脸颊羞红 师尊您真的误会 我跟林师兄之间清清白白明月可见 此话一出萧红灵神色微微一变 师妹们更是瞬间黑了脸 两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妹语气冷利的呵斥道 今日会舞第一站你本能战胜对手 却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你故意输给了她的师妹 听了这番话 全场少女一时议论纷纷 没想到孤高冷傲的祝师姐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这一对情侣我刻定了 苏妹虽然心疼徒儿 但此番是要将林霄这等能扭转自己命运的天选期 才收为凤鸣峰的女婿 如此一来 她未来在青蓝宗的地位便会更胜一筹 萧红灵更是怒而站起 来到苏妹跟前 至此 两位美人手作 强强对之气势各不相让 师姐还请你说话注意一些 我家的徒儿天下无敌 何须别人施舍胜利 来了来了 绿茶小师妹今夜终于将魔爪伸向了大师兄 在得知大师兄心有所属后 美人师尊靠着买醉来缓解心中的伤痛 泳池派对也变成了失恋派对 就在刚刚苏妹带着自家徒儿来找萧红灵讨要说法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一道平静的声音传来 师尊 苏师伯说得不错 祝师姐的确胜我一筹 今日败的应该是我 但是一马归一马 虽不知诸师姐到底为何会做出这般举动 但我却知道 大师兄对诸师姐绝无爱恋之意 据我所知大师兄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此话一出全场哑然 灵霄见状连忙出言致止 二师妹 你给我闭嘴 我喜欢你这件事是能到处随便说的吗 身旁的萧红灵目光该治 他不愿相信刚刚灵霄所说的一切 此刻的灵霄很清楚 现在的他已经横扫系统做回了自己 并且明白三位师妹和师尊的心意 所以在抵御魔门入侵之前 必须先把感情的归宿定下 免得三位师妹因为争夺自己大打出手 而眼前这位最强势的二师妹 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此刻的二师妹已是泪流满面 大师兄 谢谢你 你终于愿意回应有容了 而其余两位师妹内心却遭到了雷霆打击 他们不甘心呢 自己到底哪里比不上二师姐呢 祝晚宁挤出一丝笑容打破了尴尬气氛 师尊 你也看到了 我跟灵师兄真的毫无感情牵连 只是普通的同门情义 不过既然咱们来了 便一起祝贺林师兄夺魁吧 还没等苏妹说些什么 便被美人师尊拽入了池中 如今看来一切都是误会 陪你师妹好好喝两杯 我们今夜一醉方休 接着奏乐接着五 这一夜 伤心欲绝的两位师妹推杯换斩喝的大醉 中周修真界最霸气的红灵仙子也同样如此 见美人师尊状况不对 林霄正准备去查看一下师尊的状况 小师妹却忽然来到了他的跟前哭个不停 林霄见状赶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何事 大师兄茵茵只是喝醉了 忽然想到圣兽院有一头很可爱的灵兽快死掉 所以师兄你能陪茵茵去看一看他吗 林霄还没反应过来 一旁的郭友龙走了过来安慰其小师妹 并打算和林霄同去看看那只受伤的灵兽 小师妹摇了摇头 解释那只小灵兽先前只见过大师兄 他最害怕生人了 无奈的林霄也只能吩咐二师妹先帮他照看一下师尊 他去去就回 很快林霄便和小师妹来到一处 位于圣兽院深处的一间小屋旁 这个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婉转清脆的鸟叫声 林霄刚要询问小师妹这是什么鸟 下一秒整个人一时开始模糊 紧接着身体后仰昏倒在地 这时小师妹打了个响指 虚空之上竟出现了一只妖王镜的鬼鹰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师妹搞的鬼 大师兄 今晚 你终于是属于音音一个人了 鞭针无邪的小师妹竟对反派师兄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前游泳池派对二师妹当众表白 后游小师妹最强反套路师兄 也不知道师尊和其余的师妹们该如何应对呢 就在刚刚小师妹忽悠林霄来到了圣兽院深处的一间小木屋 紧接着便被小师妹的妖兽催眠昏倒在地 此刻的林霄躺在地上 四肢根本动弹不得 恢复意识的林霄发现眼睛已经被全部盖住 看不清 根本看不清 林霄怎么也没想到小师妹竟敢算计自己 火然不能相信任何一个漂亮的师妹 夜空中的雨水敲打在小木屋的网片上 练习时长两个半小时的小师妹终于率先出道 可怜二师妹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官宣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而小师妹脸颊羞红 连忙向师兄表达歉意 大师兄 对不起 都是阴阴的错 这时小师妹忽然想到根据《灵兽经》的记载 鬼阴的催眠能力 会让四肢僵直麻痹的同时 却又保留着意识与身体的本能 也就是说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每一分每一秒 大师兄都是能清楚感知到的 虽然灵霄紧闭双眼好似昏死过去 但他不仅能感知到种种 还受到曾经获得的天人秘术的神效 现在的他不仅神态异 而无相剑体之中的磅礴剑意也因此更加浓厚 其中一部分也被小师妹全盘吸收 自己一手带大的纯真无邪小师妹 没想到背地里居然套路自己 被害人灵霄死死地闭着眼睛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说话声 三师妹 大师兄跟音音真的会在这里吗 小师妹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顿时有些惊慌失措 她身形移动藏到了后面的草缝中 而两位师姐也在这时推门进来 看到躺在地上全身湿透了的大师兄 两人一脸心疼地将大师兄搬运到了屋内的床榻上 为何音音这丫头也不见了 难道是遭遇了魔化灵兽的袭击 二师妹却感觉此事不太对劲 以大师兄如今的实力 即便是镇守宗门气韵的四大胜兽 也不可能做到毫无打斗痕迹的将大师兄击晕 灵霄感受着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决定不再演下去 果断睁开了眼睛 两人连忙关切地冲了上来 并询问灵霄到底发生了何事 灵霄当即编了一个故事 表示方才与小师妹到此处时 忽然被一头黑色妖兽催眠倒地不省人事 小师妹应该是见我被那妖兽袭击 所以心中愤怒前去捕杀她了 虽然这个故事变得有些粗糙了点 但总好不告诉他们真相 自幼对这位小师妹宠爱有加的郭有荣 心中焦急难耐当即就要去寻找她的踪迹 可正当她要身化顿光而去 却被一旁的三师妹拽住了胳膊 三师妹神情名重将她拉到一旁 师姐 此事绝不寻常 安排大师兄净同师尊和师妹们 玩起了真心话语大冒险 原来灵霄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秘密 有着修真戒灵刀仔的青蓝宗 赌贵之称的她 今晚势必要大杀四方 就在刚刚正要去寻找小师妹的郭有荣 被三师妹拉到一旁 她百分百确定 那头催眠师兄的怪名 便是媲美修士元英进了妖王鬼英 而鬼英这种级别的魔兽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圣兽院的 二师妹神情紧张 你的意思是 这头鬼英是被小师妹驯服 故意带到这里来的 二师妹连忙否定这一猜想 天真无邪的小师妹 怎会对大师兄图谋不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二三师妹惊喜地回头 出现之人 正是他们心心念到的小师妹 陆英英 原来躲在草丛里的她 已经将三人的对话 全部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大师兄都主动隐瞒此事 在找机会带着大师兄 远走高飞之前 今晚的一切都是独属于 他们两人的不能说的秘密 随后小师妹又将大师兄 刚才所说的话再次复述了一遍 借此打消两位师妹的疑虑 听了这话 郭有荣跟楚又微对望了一眼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二师妹随后来到林霄面前 询问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有荣卑谜 一旁的三师妹看着两人如此亲密 心中自然是难受无比 大师兄方才在庆功宴上 已经亲口承认他喜欢二师姐 我和他的争夺战看来 已经彻底分出了胜负 同样小师妹的表情 也是多少有些不自然 四人回到明月牙的温泉池 就被师尊问话 小师妹可怜巴巴地 开始了卖惨表演 对不起师尊 是音音拜托大师兄 同我一起去看望一头 即将死掉的灵兽宝宝 请师尊不要怪罪大师兄 美人师尊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见小徒弟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语气瞬间柔和了下来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接着庆功吧 林霄却有些尴尬地说道 师尊 都这么晚了 还喝呀 萧红灵于光不经意地 撇到二徒儿紧紧挽着林霄的手 心中莫名一阵感到心酸 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开心 他将手中的美酒一饮而尽 见师尊如此豪饮 林霄于是提议 趁着苏师伯和助师妹也在场 不如组个局玩个小游戏 说着便拿出天机盘 开始给众人仔细讲解起来 此物名叫天机盘 有指针悬停时 指向的文字来判定书赢 指向有字便是赢 指向无字便是书 早年间他没少靠着天机盘 坑天外门师弟们的灵石 而向来与不良嗜好不共戴天的林霄 之所以拿出此物 是想跟大家玩一个新游戏 那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玩法就是指向有字 便算是过 直接下一位 若是指向无字 便得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的一项 林霄之所以组织完这个游戏 就是为了从师尊和师妹们的口中 套出一些秘密 而他林某人 正是玩这个天机盘的高手 人称修真界灵刀仔 青丸总赌怪 今晚看我林霄如何拿捏他们 再来了 神轮风第一届真心话大冒险 他终于来了 果然不出林霄所料 小师妹竟真的遇见了未来的经历 而选择大冒险的苏美人 居然抽到了青纹的纸条 就在刚刚听完林霄讲解完后的苏妹 表示自己才懒得玩这种幼稚的游戏 这时林霄开始套路起苏美人 要知道这游戏还是挺考验 对自身灵力的掌控度的 正好我们师徒四人 对上你们师徒二人 咱们不如来比比 谁被处罚的次数少一些 苏师伯这般没自信吗 苏妹似笑非笑地瞥了林霄一眼 这一眼竟有几分千娇百妹的意思 让林霄身体一震 苏妹接着又看向一旁的祝婉宁 问他想不想参加 祝婉宁本想拒绝 可还是鬼使神拆的点了点头 也罢 既然你有兴趣 咱们便陪你消失书他们玩玩呗 一番准备后 游戏正式开始 为了做出示范 林霄秉心灵神 手掐法诀 第一个对着天机盘打出一道灵念 最终玄婷在斜上方的一个有字刻度前 小师妹瞬间秒懂玩法规则 自告奋勇接下来他先来 林霄有些尴尬 此刻的他还无法正视这位绿茶小师妹 小师妹对准那天机盘中心 海手便是一道灵念打出 指针剧烈转动 玄婷对准了无字 美人师尊食指放在唇边 好奇地问道 所以 萧儿 接下来音音是要在大冒险和真心话中 选择一个吗 是的师尊 音音师妹 按我之前说的 接下来你自己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小师妹表示不喜欢冒险 于是选择了真心话 林霄深吸一口气 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小师妹 若她说谎 大师兄作为发问者 便会晚年遭遇不祥 看着心上人如此严肃 小师妹表示她绝不会说谎的 林霄一字一句地问道 音音 是否有在某个时刻 成功遇见了未来的经历呢 听了这话 小师妹小脸神色一景 旁边师尊以及师姐们也是神色微变 伟大师兄 音音有这个经历 此刻的林霄内心百感交集 果然如此 她若不是重生者 便是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了 能看到未来的占卜之宝 接下来这些曾经全力阻止我完成剧情的女人 今晚一个都跑不掉 可接下来该轮到柱婉宁时 苏妹竟将她拦下 表示自己已经亏出其中奥妙 她先去做个示范 苏妹来到天机盘面前 先先玉手轻轻一抬 一道灵念打入表盘中心 指针也在此时再次轮转起来 苏师姐果然手法高明 这灵念的把控很强啊 话音刚落 那指针竟滑到了无字 全场瞬间压去无声 林霄一脸官方的问她 是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苏妹犹豫了片刻 最终选择了大冒险 毕竟她这一生诸行无忌 即便是大冒险也能轻松面对 林霄从旁边拿过来一个檀木盒 而这盒子里面 装着周围这些师妹们 所写的一些纸条 上面记录着一些有趣的事情 苏妹很是随意地拿了一张纸条 只见上面写着的 竟是和在场的一名男子亲吻 美人师尊为何如此伤心欲绝 只因自家徒儿 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苏妹亲吻了脸颊 殊不知最大的人生赢家 其实是绿茶小师妹 就在刚刚选择大冒险的苏妹 竟抽到了和在场的一名男子亲吻 看着手中的纸条 林霄人直接麻了 这特喵的是哪个师妹写的呀 整座神乱主风都只有她一个男人了 这岂不是要苏师伯 对她这个晚辈下手吗 莫说是她 师妹们同样是一脸不解与愤恨 然而让林霄万万没想到的是 面前苏师伯竟然挽了挽秀法 一脸笑意地朝着她走来 苏妹一边说着 打量着面前的俊美失职 闭双雪白的御手 托起了林霄的脸颊 我身为一脉手作 自当做出表率 一诺千斤 二三师妹刚要上前阻拦 面前的圆桌就被美人师尊一把掀翻 没意思本座不想玩了 小二 送为师回洞府 看样子是美人师尊吃醋了 谁料面前的苏妹已然轻轻地 在林霄的脸颊上吻了一击 这一瞬 全场所有女子都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大师兄的初吻就这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夺了 这一刻 萧红林万般醉意上头 险些昏倒过去 苏妹确实抿了名嘴唇 婉宁你看到了吗 这便是我奉名封女子之魄力 说一不二 祝婉宁小脸微红 声音也有些发色 好吧 婉宁明白了 二师妹见状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苏世伯您太过分了吧 林霄赶紧上前将她拉住 有容师妹勿惊 只是游戏而已 格局 格局啊 好了 看来今晚的气氛已经不适合再玩下去了 婉宁随为是回山 临走之时苏妹回过头 目光越过所有女子看向了林霄 林霄只觉得一阵酥麻 这女人的眼神太魅了 就这样 在全场眼巴巴的注视下 凤鸣峰的苏世伯带着徒儿身化顿光而去 一旁的萧红林这才回过未来 她只觉得心中发堵 痛苦难忍 随后借着酒精 不管不顾冲了上去 从徒儿有容的手中将心爱的大徒弟夺了过来 强行拉着林霄化作一团青色剑红朝着天女牙飞去 二三师妹望着天边顿光消失的方向 心中都是泛起无限怅然 这一刻 他们心中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们最介意的并不是苏世伯 而是自家师尊大人 只有不远处坐在池边的小师妹心里清楚 他才是那个人生赢家 此刻的天女牙莲花洞府内 美人师尊心中说不上来的难受 连话去酒意的力气都没了 林霄见状哪里敢怠慢 赶忙上前照顾起喝醉的师尊 师尊 喝一碗节酒汤再入睡吧 谁料美人师尊静一把抓住林霄的衣领 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家徒儿 反派大师兄最爱的人依旧只有美人师尊一人 更是在师尊睡着后偷偷亲吻她的脸颊 而两人的因果关系和剧情改变 都是来自女王叶轩 正所谓今日骨 是她昨日种下的因 就在美人师尊微醺之时 静一把拽住了林霄 想让她像小时候那样为她喝解酒汤 看着师尊那娇羞可爱的小脸 林霄好生喜欢 别看林霄平日里大大咧咧 但在感情方面上还是个纯爱战士 最终理智战胜了一切 直接将师尊果的严严实实 接下来 如同小时候无数次照顾这位大美人那样 熟练地拖起她那张绝美脸蛋 半红半片地将解酒汤喂入她的口中 待见其完全喝下之后 她又驱散了洞里的文营 做完这一切 林霄又乖乖地坐回床榻边的铺团上 安静地看着眼前最熏熏的师尊 实际上从八岁那年上山开始 这种情景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了 毫不夸张地说 每当萧红凌喝得大醉之后 林霄这个大徒弟便宛如一个贴身保姆 一般悉心照料着她 每当这个时候 她心里总是泛起浓浓的温情 因为师尊是她来到此界 第一个对她好的人 纵然师尊身材堪称完美 她也没有半分邪念 林霄很明白 从某时某刻起自己心中的孝心 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是她对于师尊的感情 与对其他三位师妹完全不一样 是一种纯粹的爱 如果可以 林霄甚至不介意时空停滞 就这样安静地看着 每人师尊一千年一万年 林霄嘴角含笑 温柔地凝视着眼前的师尊 不知不觉已经十四年 她这一世都长大成人了 可师尊还是一如初见识经验 林霄忍不住探出手指 轻轻触碰师尊的鼻尖 不由感叹此戒指 怕没有比师尊更漂亮的女子了吧 萧红凌也在这时缓缓睁开了双眼 可仍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林霄温柔款款地道 师尊要乖乖的 什么都不必想 辨尿睡一变成 兴许是醉意正浓 萧红凌尽宛如呆蒙小女孩般乖巧地点了点头 那萧二可不许离开 就在这里老实陪着为师 林霄握着师尊修长的手掌连忙答应 这时萧红凌忽然想听林霄讲他家乡凡人修仙的故事 林霄摇了摇头 师尊 今夜不讲凡人修仙了 我们来聊聊过去的事情 林霄忍不住发出了心中疑问 十四年前在桃花园的酒馆里 师尊是怎么把我相中的呢 原来当时的神乱风 若是再无一个清传大弟子正常的话 便会按照清乱祖讯并入其他慢 于是他便下山走了一遭 觉得林霄有演员便决定收下 然后师尊发现我的剑道资质过人 所以改变了想法 决定亲自抚育我成长 萧红凌却表示并不是因为林霄见到资质足够妖腻 才收下他成为清传弟子悉心培养 其实真正改变萧红凌想法的是 那一日林霄不深从坏人手中 救出那个小女娃的一枪孤勇所打动了他 林霄心中震惊无比 他没想到一切剧情的改变 都是从那个小女孩开始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这方真实的师尊就对他有一种 援助中不存在的特别感情 这才会为他建议灌底 各种开小灶 祝他打败叶尘 今日果是他昨日种下的鹰 林霄神色动容 刚准备要说些什么 耳边却是传来了一阵阵的沉闷呼吸声 原来绝美高贵的红灵仙子 睡觉也是会打葫芦的呀 随后林霄偷偷送给了美人师尊一个吻 晚安 好梦 接下来了 天命大反派林霄开启玄天道街试炼 因圣尊者更是特意送上符咒 偷偷帮林霄作弊 但却被林霄婉言拒绝 而凡谷仔叶尘断臂重生 自甘堕落拜原一老而为父 道中名颤 长教真人有令情 本届会武为首 神轮丰首席大弟子林霄 即刻前往太苍山拜见太武真君 天荡封首做大殿 凡谷仔叶尘正在抱怨 师尊大人 您听到了吗 那可恶的林霄竟然得到了太武真君的赏识 原本要接受太武真君传承的本该是我叶尘了 原一笑秘秘地表示 若你能受到那位大人物的栽培 那林霄算个屁啊 叶尘文言心中一亮 想到一雪前耻的机会尽在眼前 当即咬了咬牙俯身跪地 多谢师尊引荐 若是那位大人愿意收我为弟子的话 我北川王世子叶尘 愿意任您做义父 另一边听到消息的林霄心事重重 看来在八大摩门宫山之前 剑种副本也是终于要开启了呀 今天怕是得闹个大乌龙 林霄来到熟睡的师尊身旁 将做好的爱心田舟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旁 师尊 此番拜见太武真君徒儿定当全力以赴 获得他老人家的青睐 当林霄走后 月姬忽然出现叫醒了装睡的萧红林 月姬扫了一眼桌上的田舟 他没想到林霄这小子竟还是个暖男 他也总算明白萧红林为何对林霄这般宠爱 更是出言调侃两人以后会是最佳道理 美人师尊文言瞬间修红了脸 国家萧二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的尊师重道 你修要扭曲他的用意 月姬似笑非笑 咱们林首席可是太尊师重道了吗 都不知道偷偷亲了你几次了 萧红林一下子就急了 表示日后自然会好好教导林霄 一听这话 月姬却是笑得更加魅惑 瞬间秒懂 萧红林又羞又怒 脸上全然挂不住 看出手臂就要将月姬光回剑种 月姬剑玩笑开得有些大 阎芒姐是让她看清自己的内心 承认自己爱上林霄有那么难吗 你这辈子横压当事 诸行无忌 拜镜无数天骄 还怕正视自己的内心吗 萧红林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虽然她有此心 可又当用何种身份去跟那群青春年华的少女争吗 月姬剑状急忙上前 一脸蛊惑为其之招 没想到上阶大门竟还当起了红娘 萧红林一脸害羞 刻意岔看话题 我们还是赶紧探讨接下来再建筑秘境 彻底掠夺夜晨气韵的计划吧 与此同时林霄已经来到太苍山下 看着如此壮观仙气缥缈的修行圣地 林霄不有感叹着太苍山 果然如原著中描绘的那样有逼格呀 也不知这玄天道街他能走上几步 原著李夜晨在史老的帮助下 止步于第360阶 拔下历史第二名 至于第一名 当然是坐镇神乱风的颈鼓见到第一人 我的美人师尊大人了 如今林霄已经是天命大反派 逼格不同往日 再怎么也得登上一百阶吧 就在这十六圣之一的谭台青英 忽然出现在林霄的面前 原著剧情中他并未出现接引夜晨了 这时谭台青英主动走过来地上一张符咒 林霄也没想到这位阴圣尊者 居然偷偷帮他作弊 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三师妹为了他求过阴圣 想到这里林霄斗志昂扬拒绝了阴圣的好意 并表示想凭借自己的努力 通过这悬天道街见到泰伍真君 说罢便静止绕过了对方 踏上了第一层道街 也就在这时一阵恐怖的兽豪响彻天际 一头气息暴力恐怖浑身燃烧着熊熊赤焰的巨大魔兽 张牙舞爪的从天而降 林霄见状一脸喜悦 手持长剑云梦泽迎战 来了 惊艳宝宝来了 一个人真的需要理由吗 其实爱与不爱都不需要 当有一天你发觉自己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 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 终有一天你也会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就在刚刚林霄拒绝了情音尊者的好门 手持长剑开始了登街之路 面对浑身燃烧着熊熊赤焰的巨大魔兽 林霄本想使用五行剑意中的冰之法则 加上大五行破灭剑 可他目前只吞噬吸收了夜城五行剑意中的冰之法则 尚且还不会大五行破灭剑 于是林霄打算换成其他剑角 忽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美人师尊的大威武美丽神剑角 只见林霄魔光如炬 握剑的掌心之中 冰之剑意催化到极致 朝着扑来的赤焰酸泥奋力挥剑横斩 冰冻一切吧 大红莲冰门完 庞驳无比的剑气瞬间将那头赤焰酸泥烈焰尽数交逆 生生的冻成了一座巧夺天宫的天然冰雕 但台轻音不有感叹 此子果然有着剑到麒麟之彩 难怪微微这般迷恋他这个大师兄啊 太苍山之巅 太武真君横剑坐于一方晴天到台之上 其余四胜也被林霄刚才的实力感到极为震惊 一口气冲上一百层道街 一道法则剑意一剑冰封了赤焰酸泥 要知道萧红林当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才迈到了最后一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在全场议论纷纷之际 太武真君开口表示 与其诋毁他人不如提升自己 一个在五脉会五上 打败五行剑意的年轻人 他的潜力恐怕超出诸位的想象 随后在高高的到台之上抬手一挥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全场众人纷纷望去 只见林霄一手附在身后 另一只手提着一罐美酒 一边挤走 一边好饮 他每踏出一步 身形都飘逸舞动 看似潇洒自艺 管如醉汉般亮枪 实际上全是玄奥高庙的步伐算计 此子当真恐怖如斯啊 断然得好好栽培啊 太武真君神色激动 时隔数百年 第一次露出了欢欣的笑容 此子不逊于歧视啊 青蓝法剑交给此子 定然能将其发扬光大 而接下来就是连肖红灵 都被拦下的那道神秘考验 此刻的灵肖继续悠哉前行 他自己都没想到 在最先望月部的帮助下 竟然轻松登到了379阶 距离打破美人师尊的记录 只有一步之遥 根据美人师尊的事后回忆 这一阶 贯注了太武真君一千年前 因两家人的诉仇 使得其道理惨死的大悲鸣建议 此建议能直接冲击神魂使人崩溃 当年师尊便是一个不留神 被这道剑意入侵了神魂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太武真君的悲壮绝望 从而道心暂时崩塌止步于此 可现在灵肖扮演的可是掠夺一切 昆进天下气韵 唯无独尊的天命大反派 我灵肖想要得到的女人 天道也阻止不得 因此她这道伤春悲秋儿女情长的剑语 如何护得住我这个天命大反派呢 随后灵肖毅然踏上了最后的台阶 当她踏上台阶的一刹那 一道剑气进入了灵肖的尸海之中 在这片恍如爱恨苦海的精神秘境中 灵肖看到了太武真君与恋人的相识 相恋 以及最后的诀别 永世无碍 满目破败 为了她 无愿见你苍穹 那一日后 世俗界的那个痴情男子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 制霸东玉修真界将近一千年的青蓝东太武真君 看完所有的画面 就连灵肖这等钢铁直男也不由得未知触动 正当她渐渐回过神来时 画面中的那个男子 忽然面对镜头外的她问出了一句话 我真的做错了吗 是否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对她产生爱意 灵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但却难不住她这个修仙界第一深情 于是反手问了男子一句经典语录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男子沉默许久之后 嘴角露出释怀的笑语 她终于得到了那个想要的答案 命大反派灵肖手持青蓝法剑 立于太仓之巅 太武真君更是亲自传授灵肖见到真姐 自此青蓝宗当代最杰出的剑道天骄 打破了她家师尊萧红灵的最高记录 这时六胜之中的笔圣忽然问太武真君 最后一层道街到底灌注了什么样的建议 连当年那位萧首座都没能破解 太武真君尴尬一笑 时间太长老夫也忘了 就在这时一道清月铿锵的声音传来 弟子灵肖见过六胜 掌教真人诸位长老 听到这个声音全场心中一领 纷纷朝这个不得了的后背看去 众人纷纷感慨 没想到不仅是为爵士添娇 还是位以表华美的仙门公子 此刻太武真君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同时双眼也正在注视着台下的林霄 太武真君缓缓开口 林霄 老夫此刻看着你满眼 都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由你这位旷世剑道奇才来传承 这柄青蓝法剑护卫宗门 老夫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这话一出 全场众长老心中都是一阵 要知道那柄青蓝法剑 可是祖师爷的三大遗物至宝之一 祖师遗训 持此物者 当时青蓝宗当代最杰出的剑道天骄 能够以一人之力 开启威力恐怖的六道轮回护山大阵 抵御宗门大劫 林霄并没有急着答应 而是想先见识一下 这柄青蓝法剑的庄严法相 再做决定 全场众人一片惊异 纷纷指责林霄狂妄至极视财奥武 掌教剑状连忙使用密法传音 提醒林霄太武真君在宗门内地位崇高 他的话连本作都不敢服你 你快赶紧拜谢他老人家吧 莫要节外生枝了 林霄不卑不亢 朝着上方拱手表示 请太武真君先试剑 太武真君非但没有丝毫动怒 反而开怀大笑 谁让林霄这小子和他年轻时太像 说罢便抬起手掌 在续空中凝结成一道磅礴的反应 如今你既然有次请求 老夫便给你展示一番本门至高法剑的风采了 下一刻 位于盘龙深渊附近的剑种随之浮现 经过不断反转 终于从剑种第一层一直来到了第三层 只见实施的中心 直接麻了 我的青蓝法剑吗 林霄常态一声 不知剑身要找的是不是这个 只见林霄手持一柄通体墨绿 刻归着强大符文充斥着浩然神圣之息的青蓝法剑 如今林霄既然决定留下来守卫宗门 抵御接下来的魔门入侵 他觉得有必要跟江源这位工具人老哥学习 将在座之人暂时当成自己人 灰心致富 共同进退 看着藏风千年的青蓝法剑光芒重耀世间 全场长老再次为之震撼 随手摸出本门至宝 顶着全场态上的威压 还如此的平静悠然 此子到底是什么万古妖念啊 这是泰武真君发话 他要与林霄单独交代一下 煞时之间 全场包括七与五圣在内 化作一道道顿光离开了 泰武真君来到林霄的面前 询问林霄手中的这柄青蓝法剑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你家师尊闯入剑种之中获取 然后教育你的 林霄一脸真诚的表示 请真君相信 这事跟我师尊没关系 说出来您老人家可能不信 某一天 晚辈眼睛一睁一闭 这柄青蓝法剑便出现在我的子府之中了 泰武真君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你此番愿意坦然的将此物拿出来 老夫难道还能对你这孩子的用心有所猜忌吗 紧接着便问林霄下过棋吗 林霄表示虽然不曾 但知小规则 下应了 只见眼前的泰武真君袖袍一挥 两人瞬间置身于一片无垠的星空之中 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误得我的见到真姐 就看你的造化了 师兄终于捡起身为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 青蓝宗由我来守护 林霄也成为了师尊师妹心中永远的神 而他也从泰武真君口中得知 当年每人师尊在最后一阶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有病 就在当当泰武真君袖袍一挥 带林霄来到了一片无垠的星空之中开始了顿武 而这方棋盘乃是泰武真君的建议所画 每一枚棋子便是对应着一缕融入泰武真君的本源 和深刻渊博的见到真姐 而剑道意图跟法力修为是独立分开的 讲究一个物字 能领悟多少全看林霄的造化 要知道在原著中 叶臣在石老的帮衬下 领悟了泰武真君将近一半的剑道真姐 从此一飞冲天 成为了东玉修真剑年轻剑修第一人 当初美人师尊用青蓝剑刺塔 看似是剑意灌顶 实际上以林霄现在的剑道造诣来看 剑意根本就不可能灌顶 美人师尊只是向林霄展示了一些高妙剑境 其他的全是靠他自己误得的 也就是说林霄的剑道资质 要比朱婉宁还略胜一筹 随后林霄盘息而作开始了对异 只见他意念一动 一颗黑旗刚刚落下 林霄便感觉似有所物 只见他身上的气韵更加磅礴 林霄直呼好家伙 他能感觉到自从变成天命大反派后 自己的悟性变得更加逆天了 难道是为格自动提高了吗 拗走咸鱼系统 来个天命大反派命格加持 果然是苦尽甘来啊 林霄平复了一番心境 便继续与太武真君对异 随着无数的剑道真姐 在林霄的尸海之中绽放 他竟然领悟了太武真君的所有绝学 本命神通 以及本源剑道浩然剑道 太武真君健壮不由感叹 顷刻间便掌握了他一生的剑道感悟 林霄这小子的命格真是霸道恐怖 仿似天下万物皆要为他让步 太武真君一边说着 身形越来越远 仿佛是朝着无垠的宇宙镜头飘去 太武真君也十分感谢 林霄帮他解开了千年来的心结 他花了一千年都没能有林霄看的透彻 爱便是爱了 又需要什么理由 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修真修真 本就是修的内心等我 若是刻意绝情绝性 反倒会陷入自我困顿难以成大果 林霄好奇询问太武真君 当年他师尊在最后一件事怎么回答的呀 太武真君露出苦笑 一脸鄙夷的对我说了两个字 有病 林霄麻了 不愧是你啊 萧女神 而太武真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林霄对男女之情有这般深刻的感悟 应该是有喜欢的人吧 林霄一脸坦诚的大声喊道 我当然有喜欢的女人 而且还特喵的贼多 太武真君的气息已经完全消失 林霄看着星空暗自发誓 清兰宗以后由我林霄来守护 并且他绝不会像那凡补仔夜晨一样磨磨蹭蹭 只为了自己装备 接下来他会掌控仙机 将原意老贼的阴谋扼杀于摇篮之中 避免清兰宗任何人受到伤害 正到大昌便从今日开始 比起去剑种诸出本命先剑 林霄最想知道的是 他这个天命大反派的本命剑仙到底是啥 就在这时林霄才想起来 忘了让太武真君解除剑剑 没办法 只有靠自己 正好试验一番现在的剑道实力 只见林霄常剑出窍 凝聚剑翼 朝着剑剑最薄弱的一点刺去 随着林霄剑锋所指 唐伯无尽的浩然剑气将剑剑彻彻底掀开 化作一条剑气长蒙直入九霄云空 与此同时连花洞府前 每人世尊高兴的宛如少女般 我家萧儿通过了考验 拿到了老头子的浩然剑气传承 我家徒儿果真有大地之资啊 三位师妹同样是喜上眉梢欢呼雀跃 孤约而同地喊出了 大师兄 永远的神 王叶轩儿带领八十万铁器剑纸青蓝 叶成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面对 原来叶轩儿也早就觉醒了天道记忆 在他心中叶成给林霄提携都不配 此刻的叶成被袁一老道带到了青蓝中 三大禁地之一的盘龙深渊 叶成一脸猛逼 难道那位大人便是幽居此处吗 原意轻叹一声 用幽居一词似乎不太恰当 他老人家本是中土修真界第一人 无甚爱上了一位正道门派的圣女 被其算计最终败于四大正道的合围 叶成心虚地表示 他看到周围有很多只属于 泰苍山管辖的镇摩堂之士 这些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咱们真的要这般闯进去吗 原意并未理会他 因为这些镇摩堂之士 其中有一半都是原意向长老们举荐的 另一半也多多少少受过他的恩惠 只见原意乐呵呵表示 最近他察觉着青蓝弟弟邪气涌动恐有变的 所以特意来盘龙深渊看看 图则镇守此处的无知事一脸为难 原来掌教真人下令 如无龙守风掌教令牌 任何人不得进入此处 原意神色一尘 无知事你莫要忘了 当初是谁将你扶上的镇摩堂总执事之位 也别忘了 你可是老夫亲手收入门中的弟子 最终吴刚咬了咬牙让开了一条岛 走吧叶晨徒儿 去见那位大人 迎接你的心声吧 叶晨深吸一口气 看着那宝塔顶端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与其败源一只秃子 不如败更狠的人 随后当即下跪表忠心 孩儿叶晨 愿尊血魔大人为义父 天因血魔嘴角露出了争鸣的笑脸 来自上界的纯金色气韵 原意这小子果不欺悟 有了这等人间第一气韵之子 作为左膀右臂 我天因血魔势必东山再起 让这方人间再化作无边血域 与此同是中州东域与北境的交接之地 女王叶轩儿正在带领 八十万北川铁骑飞速赶往青蓝宗 就在这时一名将领禀报 五脉会五已经结束 世子殿下被人削去手臂打成重伤 此刻他完全不敢指示 这位女王陛下的双眼 生怕这位女王将那熊熊燃烧的怒火 撒在他的身上 谁料这位女王殿下只是微微皱眉 好奇地询问是谁打伤了叶晨 众人对望一眼 都是一脸惊诧 他这语气丝毫不像是询问自己兄长的事情 更像是出于好奇打凌某个路人的消息 那名将领小心地回答 是一个叫林霄的仙棍打伤了世子 这恶鬼林霄乃是神轮风萧红灵坐下大弟子 平日里嚣张跋扈我恶不作 高高在上的北境女王瞬间红唇嘟起 没想到萧哥哥竟然是剧本里 那个一直跟叶晨作对的林霄 并且萧哥哥并没有被叶晨这人渣逼上绝路 反而绝地反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刹那间叶轩而喜极而起 双手捧着脸颊情绪已是有些难以自控 刚才那将领一看这架是率先表态 特喵的死林霄 天杀的仙棍 胆敢伤害我家世子 别让我老陈带档你 否则定要将你扒皮踢股 话音未落 一道恐怖的惊鸿飞纵而来 穿胸而过 出手之人正是这位北境女王 满口无言会语 该杀 今晚最快能至何处 一名参谋赶紧回答 再有两个时辰 咱们的队伍便能行至 东欲边锤小城封烟城 此处不属于任何世俗势力 正抹两道结汇聚于此 叶轩而回忆了一番 根据脑海中剧本所在 这座小城会被邪击宗攻破 并以其为具体 为了保护萧哥哥 他打算先把这座城肃清 然后再找机会把林霄接过来 随后将一封书信 交给了一旁的侍卫 将这封信送到 青兰宗神兰风凌霄的手中 记得非他本人接收 任何人不得染指此信 众将不由心生感慨 女王陛下终究还是放不下世子啊 叶轩儿看着手中的半枚蝴蝶玉佩 萧哥哥 当初轩儿送你的玉佩 你还留在身上呢 就算没有从剧本里 知道叶辰的丑陋念语 他在轩儿心里 也远远不禁一根手指头 原来小时候他被江源挟持 叶辰这人渣 竟然为了逃命 视而不见 叶辰 此番我率八十万北川军兵临青岚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面对 太师兄获得太武真军全部传承 为了庆祝大师兄这一壮举 师妹们无不笑脸相迎 必须要给林霄好好庆祝一番 而此刻龙手风雾到牙 江源手持一柄八卦金刚剑 正在牙边练剑 师弟徐正清这时忽然出现 江源其实已经知晓师弟来意 于是让其转告师尊 剑种试炼他就不去 还是把机会留给师弟师妹们吧 那徐正清神情一愣 我什么都还没说 到了那股直冲天际的浩然剑气 这说明那位十轮风的林师弟 已经获得太武真军的认可 并且得到了那柄青岚法剑的藏匿之处 所以他又何必去争呢 按照前世所看的那三十万字剧情 在有十五日的时间 便是天鹰血魔破风之日 他必须尽快地练成那一招 跟天鹰血魔同归于 敬畏师们结束一切灾恶 一旁的徐正清忍不住问起江源师兄 为何这些年他一直闷闷不乐 唯一露出笑颜的那次 便是林霄击败叶臣之时 江源冷冷看着他这位师弟 答应师兄一件事 他日我不在之后 尽全力照顾好本败弟子 还有师尊大人 对于那天荡风的叶臣 有多远便离他多远 与此同时离开间界的林霄开心极了 变强的感觉就是爽了 如今他获得了太武真军全部传承 叶臣这个天命之子 在他眼里就是个弟子 看着如此多的系统奖励 林霄只想知道他什么时候 才能直接抹杀叶臣这个人渣呀 系统提示林霄 如今叶臣的气韵仍然是至高金色 须想方设法不断压榨掠夺其气韵 待其气韵值低于一定水平 便能轻松将其抹杀 而叶臣在青岸中的机缘 大概是指美人师尊和师妹们 中期就是北京女王叶轩儿 和大洲女帝等一系列仙女 就在林霄刚下台阶时 师妹们一拥而上扑进了他的怀里 三位师妹一脸笑领 恭贺大师兄获得太武真军传承 二师妹一个眼神警告 小师妹便自觉退货到一旁 二师妹随后表示 想要为林霄好好庆祝庆祝 林霄欣然答应 正好围凶也饿了 我们一起去吧 很快几人便遇见飞行来到红燕阁 二师妹打算亲自下厨 给大师兄和师妹们尝尝他的厨艺 三师妹文言连忙表示 既然如此那师姐就先去忙吧 我在这里陪陪大师兄 二师妹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抓着三师妹的手让他来帮忙 最终只留下林霄和小师妹 两人尴尬地坐在原地 林霄这时开口表示 庆功宴那晚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小师妹文言瞬间痛哭流体 大师兄你在怪茵茵吗 会因此讨厌人家吗 不得不说绿茶小师妹的演技 真是没谁了呀 林霄面对楚楚可怜的小师妹 最终选择了原谅 小师妹瞬间喜笑颜开 我就知道大师兄最疼茵茵了 就在这时二三师妹 从另一边端着每位佳妖 笑茵茵地走了过来 谁料林霄却羞红的小脸目不作声 大师兄到底是怎么 庆安宗五位爵士美人齐聚一堂 还有玉族看的大师兄也是眼花缭乱 林霄怎么也没想到这也太梦幻了吧 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就在刚刚二三师妹端着每位佳妖 笑茵茵地走了过来 而林霄却和小师妹在一旁打情骂俏 动手动脚 小师妹给林霄传音 想让她陪着自己去如厕 林霄连忙拒绝 大师兄还要品尝桌上的每位佳妖呢 谁料小师妹却威胁起林霄 大师兄也不想让两位师姐 知道圣寿院那天的事情 对吧 林霄一阵 这话怎么听着记事感这么严重呢 茵茵师妹 请你冷静一点好吗 无奈的林霄咬了咬牙 最终选择了妥协 那个茵茵啊 你上次提到的那本海中灵兽图件 大师兄给你找来了就放在三楼 走大师兄带你去去 看着两人手牵手地走上楼 二三师妹一脸笑了 只是觉得温馨无限 我们的大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温柔啊 接下来的画面过于精彩 我就自己看了 此刻的小师妹一脸病交地表示 大师兄是不是茵茵最好 林霄将她推到一旁表示 你变成现在这样 大师兄我已有责任 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开导你 希望今日之事 到此为止 以后随便你这丫头怎么威胁为凶 我都不能再放纵你了 绿茶小师妹瞬间眼角泛起泪水 又是熟悉的套路 极力地解释今天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大师兄公开承认喜欢二师姐 却不愿意喜欢茵茵呢 说着便一把扑进大师兄的怀里 眼泪甚至都润湿了林霄的衣袍 刀子嘴豆腐心的林霄还是选择了原谅 没办法谁让人家就吃这套 就在林霄带着陆英英从楼上下来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那方圣宽大餐桌上 除了二三师妹之外 又多出了两道美丽无双的身影 林霄怎么也没想到 美人师尊和苏师伯竟也来了 师尊来也就算了 苏师伯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见苏妹一脸寒情默默地看着林霄 搞得林霄有些不知所措 萧红灵连忙让他们两个坐下 原来是苏妹此番来访 是为了接下来的剑种试炼 林霄深知这一次的剑种 逆境她怕是推偷不了 关键是离血魔破风而出 只有15日了 这剑种都得耽误至少两日 她还想多留些时间 做一些准备抵御八大魔门 见林霄坐在了苏妹右侧 萧红灵瞬间急了 一脸害羞地表示 萧二你是为师亲传大弟子 来坐为师旁边 此刻林霄与萧红灵并坐主位 一眼看过去颇有种 一家之主的济世感 林霄心中的喜悦 已经无法言语 这跟五位爵士大美人 一起用餐的感觉 也太梦幻了吧 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 为了能让自己清醒过来 林霄进一脑门 磕在了桌子上 师尊师妹们别担心 人家只是脑子有点乱 这样子能清醒一下 随后拿起茶杯清了清嗓子 关于接下来剑种试炼一事 师尊和师伯 有什么具体的指教吗 话音刚落 一旁的苏妹却是好奇地 看着陆茵茵的小脸 这是什么东西啊 人师尊静深夜来访 向自家徒儿真情告白 只因林霄明日 就要前往剑种意境 萧红灵深知此去凶险重重 所以特来向林霄表白 就在刚刚苏妹发现 小师妹嘴边似乎有些东西 林霄连忙解释那是蜂蜜 是他此次会五多魁 赤松师伯托人送来的贺礼 知道小师妹馋嘴 所以就让他先行长了一些 此刻的小师妹一脸幸福 确实是大师兄亲自赐给茵茵的蜂蜜 苏妹若有所思心中暗想 他自幼言习各类典籍 自然感觉此物大不寻常并非蜂蜜 于是他便从陆茵茵嘴边 沾了一些长了长 的确是很美妙的蜂蜜 一旁的二三师妹看在眼里 心中自然是百般酸楚 果然大师兄还是最疼小师妹的呀 这时美人师尊忽然起身 来到小师妹的身旁 紧接着同样探出手指 在他唇边沾了一些 凌霄想要阻止可惜已经晚了 这蜂蜜有些怪怪的 不过总体味道还算不错 萧红玲冷冷地扫向一旁的凌霄 萧二 为师知你疼惜师妹 但是日后再有这等美食 定要先送到天女牙上 给为师先行品鉴 凌霄麻了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随后几人继续讨论剑种之事 凌霄深知剑种秘境 每隔八年自动开启一次 里面蕴藏着无数奇珍异宝 但最主要的功能 还是使得有潜力的剑修弟子 驻出自己的本命先剑 原定由凌霄几位首席弟子 带领手下内门弟子前去驻剑 但是掌教真人 突然将剑种开启之时 定在了明月 凌霄心头一震 这么着急的吗 从苏妹口中得知 此事六圣已经亲自出面表态 要求个麦挑选出 最精英的内门弟子 尽快前往剑种 驻出本命先剑提高战力 事实上 苏妹脑海中的天道记忆 在剑种秘境 五脉会舞两大事件之后 对于很多细节 变得极其的魔鬼 只知接下来 青蓝宗因为夜城四处浪荡 从而遭受灭顶之灾 却不知这灾恶具体指的是什么 萧红灵神情有些忧伤 剑种试炼凶险重重 尽管按照门规 各麦弟子进入之后 各安天命 但实际上多多少少会有交集 所以她跟苏妹打算 让灵霄跟凤鸣峰的 驻碗宁强强联手 盖灵手下的师弟师妹们 顺利通过剑种驻出灵剑 听到这里灵霄不由一阵 怎么感觉自己好像变成夜城了 一旁的苏妹见灵霄 还不答应有些不太开心 可是嫌弃我家托儿不够强 还不等灵霄胡话 一旁的二师妹已然站了起来 表示明日的剑种试炼 有她跟大师兄变成了 何须与外人联手 灵霄赶紧出来打圆场 还没等她开口 每人师尊便命令 灵霄明日一早剑种门口集合 务必跟住婉宁携手共进 无奈的灵霄也只能尴尬答应 灵日剑种携手共进 回到房间的灵霄连续冲了三次冷水澡 这才缓缓走出来 可身上还是有补香香的味道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难道是怀真 可怀真现在还在悬天冰窖躺着呢 灵霄外放神势后 却丝毫感应不到对方的气息 灵霄一惊 要么对方修炼了某种隐秘气息的秘法 要么对方修为高深莫测 无法穿破对方的神魂壁垒 灵霄咬了咬牙来到门边 手持云梦泽冷冷问道来者何人 当听到萧红林的名字后 灵霄光速遍脸将大门拉开 只见美人师尊身穿一系青色长裙 一双凤膜温柔似水地看着他 什么鬼 师尊今晚的表情不太对啊 师兄从始至终最爱的人 依旧只有美人师尊一人 而师尊也无时无刻都在为灵霄默默付出 可就在两人气氛烘托到位时 师尊还是害羞的一把将灵霄推开了 师尊你真的是太可爱 就在刚刚萧红林半夜特意前来看望灵霄 而这也是灵霄上山这么久 他第一次来到灵霄的住宿 随后便静止坐到了灵霄的床上 看得灵霄是一脸猛低 师尊今天到底怎么了 一点都不像他呀 指不定有什么事 萧红林小脸泛红但又有几分愈怒 离你家师尊近些呀 臭小子你很嫌弃为师吗 灵霄只得一言坐了过去 就在这时一旁的师尊悠悠的表示 今日白天的时候在红艳阁师尊凶到了你吗 一听对方居然还挂怀着这事 灵霄有些猛 师尊对徒儿严厉是应该的 萧红林也在这时告诉了灵霄 为什么非要让他去建筑不可 他解释自己是通过某种至高位阶的占卜宣法 看到了本该发生的未来 在他为灵霄设计的路线之下 灵霄已经逆转了原来的命轮 将那个本该将你踩在脚下的天命之子叶陈 反手打入了万丈深渊 这是师尊的成果 却也少不了你自身的努力 灵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师尊果然也是预知了未来 可萧红林还是有些担忧 即使有着那仙法的加持 他也看不透未来的发展 所以他好害怕 灵霄看着也是很是心疼 师尊害怕什么 原来萧红林怕灵霄只是暂时脱离了原有的命运轨道 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重蹈覆辙 而且在萧红林天道记忆里 灵霄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命先见 所以他想让灵霄尝试着驻出此剑 从而彻底脱离原有的命述 灵霄又心疼又感动 看似放纵不及游戏人间的美人师尊 却时时刻刻都关注着我的命运 灵霄心头一横 目光坚定地表示 明日剑种失恋他定当成功驻出先见 不辜负师尊多年的栽培 看着爱图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萧红林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灵霄同样寒情默默地看着美人师尊的脸颊 眼看好事将近 却被师尊一把推开 你不是说过只喜欢有容吗 既是如此 你又怎么敢对你自家师尊无礼 况且师尊从小将你带大 咱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灵霄一脸笑意地看着师尊害羞的模样 师尊 你真是太可爱了 此生能做你的徒儿 真好 萧红林一听这话 虽然内心很是开心 但还是强装镇定 离开之时还不忘提醒灵霄明日 必须参加剑种秘境 灵霄见状赶紧向师尊提要求 若是他助出本命先见 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奖励 美人师尊一脸害羞地表示看你表现 看着师尊离去的身影 灵霄内心开心极了 我的师尊真可爱 这一夜灵霄做了很多很多的梦 没有苏世博 没有师妹他们 只有师尊一人 这一次梦的内容特别纯净 在梦境里他怀抱着美人师尊 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这种秘境开启 反派师兄与天命之子再度相遇 叶臣最大的金手指竟然叛变投靠了灵霄 今日是剑种开启的日子 青蓝宗各封首座进阶出席 林霄心中感慨万分 表示今日阴门中有事 所以集合来迟 还望各位见谅 赤云峰首座赤松道人却极为不满 林霄心中一脸鄙视 这货真的是又菜又庄啊 在原著中 这位赤松道人完全就是个外墙中干的草包 原一发动叛乱的时候 这家伙第一个下跪投诚丢尽了颜面 见资家宝贝徒而受了委屈 萧红林第一时间站了出来为林霄找回场子 就在这时原一出来打圆场 今日的主角可不是咱们 而是这些年轻后辈们 以往都是让各卖弟子们以抽签为续 进入洞窟挑选林铁 以便于在最后一层的天炉中铸造零件 这个规矩看似公平 却有着很多披露 实力强劲的弟子若是运气不好 往往只能挑剩下的 于是提议换一个玩法 原一指向剑种入口处那巨型青铜门顶部的门环 有五麦各派出首席弟子一跃而上将门环拆下 谁所耗用的时间最短 便能拥有第一个进入剑种挑选上等灵铁的资格 林霄心中暗笑 根据原著的设定 这剑种青铜大门上的铁环乃是由九一山云铁锻造而成 细环连成一线自成一道强大武匹的镇魔镜纸 在剧情里铁环最终被叶晨和祝婉宁给扯下来 使得剑种之中各路斜碎凶兽破风而出 原意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一变的剑种 将青鞍宗年轻一代所有精英弟子全部困杀在此 方便之后八大魔门入侵青鞍 奈何男主叶晨气韵逆天 不仅一路横推到了最后一层 还因此捡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个金手指 青鞍祖师的道理 来自上界的大美人月姬 林霄心中很是难办 到底要不要阻止原意的阴谋呢 若是出来硬刚原意 怕是会打草惊蛇呀 肖红灵同样神色凝重 在梦境里他只模糊记得剑种内好似发生了一些变故 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而苏妹只记得是他家婉宁在跟叶晨双修剑法后 会从剑种深处的子武断天炉里 拿到一份大纪元安全归来 于是苏妹第一个表态 由门下首席大弟子祝婉宁去争这个名额 说罢便询问身边的祝婉宁有信心吗 祝婉宁一脸自信 放眼青蓝宗年轻一代中 若比身法便是郑青师兄也差我甚余 其他各封手作也纷纷表示赞同 最终由各封的代表 两两对决一决胜负 萧红林叮嘱林霄此战一定要尽力争取名额 林霄信心满满地表示 为了师尊和师妹们这一场我必须拿下 苏妹这事调侃原意 你们家首席大弟子如今已是废人 不如派前任首席先顶上吧 谁料这时 一道宛如惊雷般的少年声音响起 而登场之人正是那个打不死的小陈 林霄直呼好家伙 这天命之子的生命力也太逆天了吧 金丹都被切碎了还能恢复 死死断不可留 叶晨目露凶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宿敌 林霄你这个强我机缘的小人 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林霄着实没想到 叶晨这小子这么快就黑化成了反派 就在这时 石老的声音忽然传入林霄的脑海 石老提醒林霄如今 叶晨已经自甘堕落坠入魔荡 并让林霄出手阻止叶晨 他现在总算明白 你林霄才是此界独一无二的天命之子 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叶晨 找到那位上界大门拜他为师 此刻的林霄怎么也没想到 叶晨最大的金手指竟然叛变了 师兄真的是又帅又暖 不仅使用牛皮的逆天身法轻松取下镇魔环 还特意为师尊摘下一朵天心花 而刚刚还在叫嚣的叶晨 下一秒就被突然出现的江源 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各风手作都赞同后 第一组便是凤鸣风首席 跟石兰风首席的比试 祝婉宁脚踏七星 身形如电事出 请客之间便攀升至数十丈的高空 只见祝婉宁玉手一叹 便将镇魔环轰然取下 全场弟子无不为之感到震惊 不愧是掌教真人清定 清兰宗百年以来最出色的天才 祝婉宁没有理会周围的赞誉之声 而是来到林霄面前两人客套了一番 旁边的三位师妹神情有些担忧 林霄笑了笑 表示自己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不然每人师尊出现在了林霄面前 为了不让林霄有太多压力 则是在旁为他加油打气 一切尽力便好 你拿下五脉会武 得到太武真君赏识 已然是年轻一辈中的魁手 这种小鄙视你定是随意拿捏 林霄自然是信心满满 要知道在五脉会武觉醒之后 他连夜将所有精华功法全部夹在了 其中便包括一门跟被动 醉仙望月步同样牛批的主动身法 只见林霄眼神凌厉 脚步一卡 身形犹如一道奔雷朝着上空飞去 整个过程只在极短的一瞬间 快到不可思议 在众人尚未回过神埃时 这位最近名声大盛的神兰丰大师兄 却已手握铁环从青铜大门的顶端 一路火花带闪电地杀了回来 全场弟子看得是目瞪口呆 林首席这速度也太快了 叶晨则是一脸黑线 心中更是不爽到了极点 又被林霄这个小人装到 此番进入剑中秘境 将那位上界贵人寻到之后 定要让他出手彻底抹杀此人 萧红灵一脸开心地朝着林霄跑来 他也没想到林霄竟还有此等雷系身法 林霄并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拿出一朵粉丝的小花送给他 看着宝贝徒儿亲手摘下的天心花 萧红灵小脸微红 心中不知有多开心 而林霄与祝婉宁的比试果不其然由林霄获胜 神鸾峰也因此获得进入剑中的优先权 接下来便是龙首峰首席徐正清 与天荡峰首席叶晨的对决 徐正清正要出列 却被一旁叶晨拦住 十分装备地表示 不如让他先来露一手 到时候大概也不需要徐师兄在上场了 徐正清一脸不悦 这叶晨简直是狂的没边了呀 剑自家徒儿被语 长教紫云真人第一时间找到原意老道 让他管束好叶晨的言行 说完便来到爱徒的身旁 询问徐正清此番比是身法 可有信心战胜叶晨 虽然徐正清也是宗门天骄 可惜终究是比不上叶晨这样的天命之子 紫云真人长叹一声 决定还是将这进入剑中的优先顺序让出来 此话一出叶晨和原意更是肆无忌惮哈哈大笑起来 可开心不够两秒半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我江源六十年未涉足尘世 而等当真以为我龙手风无人了吗 看着遇见而来完好无损的江源 林霄心中也是泛起一阵欣慰 更是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 紧接着江源一个闪现来到了叶晨面前 双眼如电死死地盯着叶晨 叶师弟你也别来无恙了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叶晨竟被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躲到了原意的身后 他没想到那个苍蓝城内奄奄一息的人不但没死 竟还是龙手风的传奇首席江源 是无声声有声 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大师兄即将进入剑种秘境前 三师妹不仅送上深情祝福 绿茶小师妹更是深情一吻 只有天命之子成了孤家寡人 就在刚刚龙手风侵传大弟子江源预见而来 吓得叶晨一身冷汗躲到了原意身后 经过一番鄙视之后 江源轻松获胜 在场弟子无一不为之感慨 在悟道牙禁足六十年的江师兄 身法竟然练到了这般恐怖的地步 江源完全无视耳边的赞誉之声 地脸平静对着叶晨拱了拱手 叶师弟承让了 江源真的是杀人诛心啊 江源语气虽然客气 目光却是宛如风锐无匹的利剑 虽然恨不得现在将叶晨当场斩杀 但他并没把握能与天鹰血魔同归于尽 没准还得靠这个人渣来拯救宗门呢 当江源看到不远处的林霄后 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位林师弟的位格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不仅一再改变了自己的秘密 甚至还成功打压了叶晨 江源穿过人群来到林霄身旁 将其拉到了一边 再得知太武真君已经将青蓝法剑的藏匿之所告知了林霄 于是小生将如何用青蓝法剑 开启剑种第四层密尸的秘密告诉了林霄 还特意叮嘱林霄务必闯入进去 里面有着一个天大的贵人机缘 千万不可让叶晨得到他 林霄心头一震 他怎么知道月姬的存在 见林霄一脸疑惑 江源连忙哀求心态一次 在江源真挚的眼神下 林霄点了点头选择了答应 林霄心中不由暗想 特意过来告诉我月姬的事情 看来这哥们怕是跟师尊师妹们一样有故事 元一脸怒意教训起叶晨这个反骨仔 明明能赢却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失了方寸 叶晨这才将先前在苍蓝城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元一 元一脸色异冷 你还有什么瞒着老夫吗 你之前跟江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悉数说来 看着咄咄逼人的元一 叶晨再也忍不了了 元一你算什么东西 本世子如今已经被血魔大人收为义子 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未来谁才是天鹰魔门的核心人物 你自己掂量掂量 说吧叶晨更是挺直胸膛表示 他的背后不只是血魔大人 还有我那位身为北京女王的轩儿妹妹 离我和平相处自然无碍 若是敢在背后耍小手段 就别怪我不念师徒之情了 气得元一口老血喷得出来 就连石老都忍不住吐槽 天下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凌霄这边兴高采烈的来到美人师尊面前 不知师尊有什么要嘱托徒儿的吗 谁要萧红灵一脸无所谓的表示 倒也没什么 你自己小心一些多照顾一下师妹们 凌霄闻言露出失望的表情 转头便带着二师妹离开 好在还有其他两位师妹 三师妹一脸深情的看着凌霄 大师兄 微微愿用一声喜乐唤你平安无云满载而归 凌霄无比感动 还是三师妹最贴心啊 凌霄扭头看向一旁的小师妹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音音抢稳了 凌霄头皮发麻根本不敢停留 牵着二师妹的手就朝着剑种大门走去 这时凌霄的脑海中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此时无声声有声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有比这更美的誓言吗 凌霄一脸坚定 等他拿下月姬并且助出本命先见 顺势在横踩叶尘一角荣耀凯旋 看着自家徒儿消失的身影 萧红灵紧握全权 月姬前辈本作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强行劈开剑种秘境破除你的封印 你可不要让本作失望啊 师兄为什么是宗门最受师妹们喜欢的存在 只因凌霄不仅颜值和修为逆天 就连轻吻师妹都是这么的霸道 这样的师兄谁能不爱 在凌霄的带领下 神门风的弟子们很快便来到了剑种第一层 这时一名女弟子手中的寻妖镜感应到周围有妖兽的气息 修为不仅在法相镜左右 而且还不止一头 历时之间神门风的众女弟子陷入慌乱之中 凌霄却对一切毫不在意懒懒的打着哈欠 只因一旦进入剑种 只有达到最后一层苍穹剑塔后才能从塔顶出去 想来剑种秘境内部已然发生异变 于是凌霄便让二师妹试试看 传音预检这玩意儿还用不用的了 援助中门口的镇魔环被除去之后 家住在这些试炼妖兽身上的封印也随之解除 接下来会遭遇的所有妖兽修为都会提升两到三阶 凌霄一脸担忧的表示 二师妹若是大师兄告诉你 接下来的试炼强度远超你的想象 你会害怕吗 二师妹低着头不感知是凌霄 大师兄友荣这辈子只怕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能跟大师兄在一起 随后更是丝毫不顾及周围有师妹们在场标起了演技 大师兄你知道吗 其实友荣一直有一种感觉 那一晚大师兄在大家宣布喜欢友荣的事情有些过于突然 三位师妹之中 友荣时常觉得自己很差劲 三师妹温柔善良 小师妹天真可爱 友荣何得何能得到大师兄你的偏爱呢 凌霄听的也是既心疼又愧疚 平心而论 三位师妹之中 他对这位生性要强的二师妹关怀的确是最少的 随后凌霄清了清嗓子 是以周围的师妹们背对一边非礼物事 而后便是对着二师妹深情一吻 紧接着温柔款款地表示 在大师兄心中你不比任何人差 至少你比两位师妹坚强 既然你已经知道师兄的心思 咱们还是先闯关吧 随着众人闯过关卡来到了第一层的万宝剑阁 严动四周无数闪烁着金属光泽 凌霄却是一丝不敢松懈 下一刻他便感应到有妖兽向这边洗来 凌霄第一时间拔出长剑将师妹护在身后 众师妹一脸疑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声震天巨响传出 一头浑身缠绕着烈焰撞落麒麟的凶兽突然冲了出来 二师妹一脸担忧 连忙提醒大师兄小心 那是法相近的三眼魔狼 话音刚落 三眼魔狼那丑陋而硕大的头颅 不偏不倚地撞在了凌霄的剑峰之上 就这样被凌霄一剑爆了头 全场神门风弟子都惊得说不出话了 一剑诛杀法相妖兽 大师兄真的是太强了 凌霄却是神色悠然告诉身后的师妹们 这里最极品的灵铁并非在地底 而是在这头魔狼出现的石壁后面 诸位师妹可以尽情开采 师妹们纷纷上前将石壁开凿出一个大洞 紧接着一道道刺目的金属灵光散衣而出 居然是三品的棚买铁金 用此材助剑至少能断出地阶灵剑 凌霄心中很是惬意 师妹们有了上品的灵剑 也能极大提升剑修的战斗力 正好借着这次剑种试炼 让师妹们偷偷发育一波 这样一来在接下来的八大魔门入侵之时 师妹们也好有保命的底牌 要知道剑种剧情一过 紧跟而来便是原意发动叛乱的时间线 到时候 山雨欲来 血流成河 师兄竟携手两位绝美师妹一起探索剑种意境 而灵霄这暖男的帅气形象深深陷入了师妹的脑海里 能和师兄并肩作战 即便生死于此也无半分遗憾 在神文风的弟子们打扫完战场后 祝婉宁带着凤鸣风的弟子进来 当他们一进来就被眼前的一幕狠狠地震惊到 法相近的大妖兽怎会出现在第一层 而且还被人斩杀于此 就在这时二师妹出现叫住了他 并将灵霄斩杀三眼魔狼 还有带着师妹们进入第二层破阵告诉了祝婉宁 在得知灵霄一件斩杀法相近巅峰妖兽 祝婉宁一脸难以置信 但想了想放眼青蓝宗年轻一代 除了灵师兄谁能有这等破例呢 随后二师妹平静地表示 我大师兄还让我转告住师姐 这件种已经发生了一点 许多被封印在内部的强大妖兽邪魔都被放了出来 所以千万要小心 并将先前收集好的蓬莱铁金送给了他们一部分 常年面无表情的祝婉宁露出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没想到大师兄还会记挂着他 而且灵霄还特意让二师妹转告祝婉宁 越凶险的地方越伴随着巨大的机缘 他想请祝师姐一同联手突破这一话的秘境 祝婉宁闻言一脸惊讶 于是便和二师妹一同前往第二层和灵霄会合 很快一行人便出现在了第二层寒冰剑狱的门口 祝婉宁一眼便看到了那道仙气飘渺的鹰挺背影 生性清冷骄傲的他竟主动上前失礼 感谢灵师兄对我奉鸣封一脉的照顾 灵霄回过头对他温润一笑 我五脉弟子立来同气廉知 祝师妹无须客气 就在这时灵霄随手捡起一枚狮子朝前方志去 这第二层寒冰剑狱蕴藏的大恐怖 祝师妹且看 啪的一声 那道冰霜剑气直接将石块冻结成冰 随后炸裂成鸡粉 祝婉宁神色亥然 他没想到这剑气竟如此恐怖 而且这绝非单纯的剑气 剑意之中似乎凝聚了强大的寒冰道则 连忙询问灵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霄表示 正如祝师妹方才所说 咱们此刻闯入的剑种秘境 你早非师尊他们年轻时进入的那个秘境了 难度和凶险至少大于先前十倍 祝婉宁连忙拿出传音御检通知长教和师尊他们 却发现御检已经失效了 灵霄让他无需担心 眼下已入秘境便已与外面彻底失去联系 而你我身为首席弟子 有责任保护门中的师弟师妹吗 安全到达第五层苍穹剑塔顿出秘境 正所谓力量越大 责任越大 我被修饰 何惧一战 看着眼前这张俊美无暇高洁大意如天神的脸庞 祝婉宁那兵中的内心彻底被触动了 见祝婉宁不言不语 灵霄挥了挥手 这才将脑补的祝师妹唤醒 灵霄摊开手掌 牵着祝婉宁的手看向身后的二师妹 有荣 方才我已与你说好 剑种一变咱们两脉之间当权力携手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二师妹一脸黑线 有荣当然不会 随后携手两位绝美师妹康态激昂的表示 正所谓同轮其心 其力断金 危险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机缘 如今身后便是需要保护的师弟师妹 你我只能一往无前 祝婉宁用余光撇向旁边这道伟岸圣洁的白衣身影 此刻的她莫名产生了一种感觉 近日自己就算生死于此 似乎也不会有半分遗憾 师兄到底有多强 竟身穿护体宝衣单刷剑种秘境第二层 而叶晨这个人渣终于卸下面具 打算借刀杀人将二师妹推露绝地 就在凌霄携手两位师妹前进时 祝婉宁忽然感受到前方的寒气 剥挟着一股霸裂的剑意 只见续空之中 在一股玄妙道泽的催化下 万千剑气汇聚成一柄巨大的冰霜巨剑 凌霄剑撞连忙将师妹们护在身后 这道灌注了寒冰道泽的剑意凌厉凶悍 未能不逊于原因一剑 但是咱们一旦挺住了便是莫大的机缘 凌霄心念一动 一道流光一彩 环绕着天罡之气的神圣宝衣便围绕在他的身侧 这正是他好多年前获得的天阶护身领宝当魔法衣 凌霄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便冲了上去 这一刻 助婉宁内心涌现出一缕崇敬 随后手持本命灵剑天霜 毅然追随凌霄而去 凌霄手持长剑催化出术实战的浩然剑气 轰然一剑斩下 荒荡一声 宛如利刃碎兼兵 那气势霸绝仿佛无坚不摧的冰霜巨剑 竟然被完全阁挡住并砍裂了一道缺口 随后凌霄将毕生剑意催化到极致 一剑刺入冰霜巨剑的内部 无边风锐的寒冰碎屑 裹挟着残余剑气向凌霄袭 但却都被当魔法衣全部挡下 凌霄丝毫不敢怠慢 当即使出太武真军绝学破法分光剑 万千金色剑芒自他剑锋中呼啸而出 将残余的冰霜剑体彻底瓦解碎裂 周围的冰霜寝刻间尽数消融 凌霄也因成功截胡气韵之子叶臣的机缘 使其气韵值下降150点 并获得反派奖励血谷提十个 一番休整后 凌霄便带领众师妹继续闯关 来到了剑种第三层的亡魂剑狱 根据美人师尊的描述 在这一层会遭遇很多剑中恶领 干扰人的心智使其心生畏惧从而跌下悬崖 七星镇魔环被摘掉以后 这地方的难度甚至超过下一层赤心剑狱 不仅如此在这一层那位来自上界的大美人月姬也将现身 凌霄也在这时提醒住婉宁 待会过桥的时候无论出现什么异想 所有师弟师妹们都不要回头 如此一来便能轻松度过进入下一层 就在凌霄一行人准备踏上石桥时 其他三宗首席带领弟子也是先后到来 当徐正清得知第一层法香劲大妖士 被林霄斩杀后无比震惊 林霄本想借这一层坑叶沉一旁 不过想到自己欠江源一个人情就算了 并告诉龙首丰重弟子 待会这一层会出现一头极为恐怖的妖兽 修为至少在法香之上的妖王劲 但只要不回头便不会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 岩浆池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翻腾的岩浆中还伴随着一两声震耳一轮的轮盟 此时众人心中的恐惧达到了极致 二师妹连忙安抚大家不要惊慌切莫回头 相信大师兄一定会带我们安全走出秘境的 就在这时二师妹忽然感觉有人从背后拍了他一下 还以为是大师兄叫他 可当他本能地回过头去 却看到了叶辰这个人渣的脸 叶辰一脸坏笑地看着二师妹 眼神中更是露出歹毒的杀意 郭师姐你可以死了 别怪本世子不怜香惜玉奥 二师妹心中一震 只见一头浑身覆满黑色鳞片 四胶四蟒的庞大魔物正在盯着他 人月姬竟主动现身来到大师兄的身旁 而他的绝美容颜也亮下了所有男弟子的双眼 叶辰这个人渣更是当众下跪 想要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缘 殊不知月姬早已选中了凌霄 当二师妹回头已经被四胶四蟒的庞大魔物盯上 此刻二师妹内心恐惧到了极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全场一片震步 人人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这等妖王劲的大妖 即便他们几个同时出手也不够看 二师妹已然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手中是冤剑早已出窍 身为神蓝风清传二弟子 怎么给世尊丢脸呢 大师兄你们快走 就在他正要主动一剑刺去时 一只手突然将他拉了回来 而此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大师兄 凌霄一脸平静 连忙让二师妹推到他的身后 一旁的祝婉宁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 凌师兄我来祝你 凌霄却出言句句 助师妹的好意师兄心领了 看无信手斩龙 凌霄在全场目光的注视下纵身跃向高空 只见他一手指天一手隐见 浑身真圆激荡形貌仿若天上剑仙 刹那间风云倒卷剑芒弥漫 紧接着一条浑身弥漫着神光气息的神龙虚影 自虚空中咆哮而出 一龙一跤的战斗就此打响 蛟龙怎是舞爪金龙的对手了 下一刻在全场震撼的目光下 蛟龙就这么被打败跌入了岩浆池中 高空之上绝世风华的白衣剑仙潇洒落下 就这水平 你这龙宝鼠骂 在场所有弟子彻底沸腾 神龙风大师兄敬一剑斩杀妖王 这也太强了吧 此事传出去凌首席当鸡身冬玉天骄榜啊 祝婉宁看着那道受万众瞩目的白衣身影陷入了痴迷 红石也有些失落 信手斩蛟龙 一剑灭法像 我真的能站在他的身边吗 就在众人惊呼之时 凌霄已经提剑朝着叶晨这个人渣走去 凌霄此刻是真的怒了 胆敢害她师妹 今日必取你性命 叶晨却是一脸叫嚣地表示 先前五脉回五要不是你的小师弟偷袭 你早就是我的剑下亡魂了 如今叶晨在天鹰血魔的帮助下魔攻大城 今日他便要和凌霄一决高下 就在对决一触即发之际 一道巨大而沉闷的响声传出 整个第三层剑种地动山摇 仿佛秘境要坍塌了一般 石壁大门也在这时缓缓打开 紧接着一道女生响起 有言之的后生请进来领取逆天机缘 随后大美人月姬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在场所有男弟子都看待了 还以为月姬美人是洞中狐仙 凌霄心中一震 月姬怎么主动出来了呀 这跟剧情不符啊 谁知就在这时月姬竟然含羞地朝他抛了一个魅眼 凌霄一脸害羞 难道这女人认输了 为了这逆天机缘 凌霄缓缓朝着石壁走去 就在他快要触及密室门环的瞬间 月姬残影却对他露出神秘而妖劳的笑领 并阻止他进入石壁之中 凌霄忍不住的吐槽 月姬的人设倒是没跑天 只愿意接受天命之子啊 叶晨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眼前女子便是他的贵人机缘 他丝毫不敢怠慢连忙单膝跪地 前辈 晚辈北川王世子叶晨特来迎接前辈 月姬妩媚一笑 世子大人 你终于来了 师兄竟被琉璃通天莽 当成了天命之子 将灵霄和祝婉宁两人带到了圆梦仙境 而夜晨也被月姬带进时世 夜晨在得知面前之人 就是石老所提到的贵人机缘 于是连忙单膝跪地 月姬让他诉去前方密室 拔出那柄黑药不见 待他突破封印币将祝夜晨 踢经斩棘制霸仙徒 夜晨狂喜 紧接着便嘲讽起灵霄 傻眼了吧 天命之子的机缘 岂是你这等楼已能够染指的 那石老终究太高看你 这位美人前辈 终究只认可位格至高的存在 别以为有萧红林 作为靠山就能无法无天 从今往后 我夜晨也有自己的美女师尊了 随后夜晨便对着面前 月姬残影开始了拜师 月姬一脸无语 连忙让夜晨快些进去 下一刻 密室大门缓缓关闭 灵霄仁直接麻了 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一股挫败的 夜晨这个人渣 果然是气数未尽了 可当他回头 却发现月姬残影还未消失 月姬让他别着急 我们迟早还会再见面的 而灵霄也应间接打压夜晨气韵 使得其气韵值减少1500点 并且获得奖励千古春秋禅 这等一天的护身法宝 要知道这法宝相当于 多给了他一条命吗 莫非月姬选择夜晨 对其来讲是或非福 正当灵霄一过之际 远处的郭友龙和朱婉宁 一脸关切地跑了过来 大师兄你没事吧 谁知就在这时虚空中燕流狂卷 一道声音仿佛自九天之上传来 无缝青蓝祖师一命 特来接引二位天命之人 前往剑种第六层 提取我宗无上之剑到传承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头通体散发金色神芒的巨芒 正俯看众人 这般强大冤身的气息 怕不是一尊杜劫妖仙 徐正清剑壮连忙 就要带领众弟子撤往上一层 这时是云峰首席王林让大家别怕 这是青蓝祖师的座旗流离通天芒 山门前的护山灵兽雕像便是他 林霄大惊失色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根据原著剧情 这头流离通天芒本应该出现在下一层 祝婉宁由于对叶晨产生了情愫 没有通过考验被其叼走 叶晨试图装杯也被直接打包带走 最终两人被一同带到了圆梦仙境开始修炼 林霄猛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他对叶晨动了杀心 天道赶至之后剧情线自动修正 以月姬和流离通天芒的提前出现 来阻止他将气运未尽的叶晨震杀于此 祝婉宁有些不太相信 首识天霜灵剑冲了上去 何方妖孽假扮成祖师灵兽 就在这时流离通天芒眼中放射出一道光芒 将祝婉宁和林霄两人完全笼罩 修罗战体的女子 无相剑体的男子 都是不凡之人啊 祖师 两名天命之字已寻到 小彩终于完成了你的重托 血盆大口之中竟是孕育出一方云雾缭绕的小世界 下一刻两人双脚离地 身体被一股无法抗拒的伪力牵引飞向了琉璃通天芒 二师妹连忙痛苦地朝着前方不断跑去 最终林霄和祝婉宁被琉璃通天芒吞入了口中 此刻的二师妹满脸绝望 大师兄你一定会吉人自有天象的 人师尊为了自家徒儿竟不惜破坏剑种秘境 就连苏美人也加入其中 在得知林霄可能遭遇危险后 差点彻底鬼的秘境 剑种外 随着剑种接连不断地传来诡异反常的能量波动 掌教真人连忙现场翻阅普及 最终找到了七星阵魔环的新迷 一时之间全场震撼 唯有那原因一脸兴兴地躲在最后方不发一言 就在此时一道青色剑芒从空而出 全场众人急忙转头看去 初见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美人师尊萧红林 长老见状急忙出言制止他这七世灭祖之举 萧红林一脸霸气地表示 七长老说得真好 记住了 七世灭祖这四个字我萧红林之前已经做过了 别逼我再做第二次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原来十八岁时的萧红林亲手灭了 要挖他仙谷的师尊 并以一人之力图灭了神乱风数十名柱魔长老 就在这时苏美人也来到萧红林的身旁 要和他一同前往 最终两人不顾长老的反对 强行进入了剑种秘境 与此同时第三层的亡魂剑狱 弟子们在见到五脉首席三人遭遇不测生死难料后 纷纷被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两位美人师尊出现众弟子们这才冷静下来 二师妹第一时间跑到师尊面前 讲述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听到一番描述后 两名美人脸色大变 萧红林一脸担忧 他之前放月姬出来 以及后来和月姬在剑种联手设计夜城那次 并未看到什么琉璃通天网 说吧就拔出了腰间长剑要将灵霄找回来 一道道恐怖裂纹在虚空中扩散开来 四周天塌地线飞杀走时 全场众人都不敢上去劝阻 好在苏美人上前拦住了他 咱们尚且不知婉宁和灵霄身在何处 你若彻底毁了这秘境 坏青蓝宗千年底蕴是小 就怕他俩顿入无界虚空永世不凡了 萧红林这才冷静下来 苏妹提一索性便带着剩下的弟子闯关 去到第五层苍穹见他 第六层的所在必定也藏在其中 萧红林当即集结两派弟子 随他荡清秘境救出灵霄和婉宁 正当众人准备朝着下一层进发之时 几明天荡风弟子一脸担忧地冲了过来 两位师叔 叶首席方才被一个414鬼魅的神秘女子所魅惑 进入了一间密室 您也救救他吧 苏妹一脸尴尬地看向萧红林 得到的回答是 各家自嗓门前选 不必管 苏妹嘴角泛起些许笑意 美人所见略同 此刻的叶晨正在密室内哈哈大笑 有了这位美人前辈 他从今往后就不再需要识劳你了 以后就在这魂界空间里躺一辈子吧 月姬一脸无语 才能解除封印吗 月姬尴尬地解释 人家可能是开心地忘记了 你还是快些吧 叶晨也在这时有些疑惑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好像来不准